我魂穿成以麦七为生的家暴男 却依然有人愿意嫁给我 甚至还附带了五两银子的嫁妆 可我不但不觉得高兴反而一脸的忧愁 我深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 我死了小碧七会很凄惨 最好的结果 是两个人剥离关系 送上一份足够远行的盘缠 让小碧七离开望州边关 离自家破院约还有几十步路 我抬起头便看见了吹烟鸟鸟 李勒李身上的静衣 将布铝上的黄泥磨掉 我才慢慢推开老旧的院门 往破烂不堪的屋头走去 屋头里的人影似乎听到响动 急忙将蓄掩的门关上 慢慢过了许久 才缓缓松开一条门缝 探出小半个脑袋 徐 徐郎 声音很好听 却隐隐带着疲惫 徐木 你的苦疾夫君 门瞬间大开 那姑娘丢掉手里的柴棍 红着眼睛 走到我面前 还没等我开口 便立即从怀里摸出十几枚铜板 递了过来 徐郎 奴家今日卖柴七弹 赚得十四文 你赚的银子 为何要给我 奴家赚的 都会交给徐郎 明日起 奴家早起一些 能赚得到二十文 若是恩爱夫妻 这时候我便该说 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但我们不是 命运用一条无形的绳索 将我们绑在了一起 一个是穿越而来 一个是逃难所逼 外来人若是想顺利入城避难 则必须要有一个名分 因此他嫁给我 便有了逼妻的名分 即便被官差查到 也不会为难 我垂下头 在微微的月光下 沉默地看着面前的姑娘 有好看的酒窝和桃杏般的眼睛 鹅蛋般的脸颊上 即便刷了两层锅灰 依旧清秀地动人 徐郎 奴家明早银食便去打柴 或 或能卖二十五文 见着我不接银子 姑娘有些着急 我心底 突然有些不舒服 银食则是半夜三四点 徐郎 奴家每日吃的也很少 第一日只吃一碗御户 姑娘身子哆嗦 因为穿越前 我是棍夫的身份 旺州城里 多的是棍夫卖妻的事情 那些逃难避祸的苦及避妻 被卖到清管做花娘 是最寻常不过的结局 她以为 多赚了银子 面前的这位棍夫项目 或许就不会卖她了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入城机会 她不想就这么输了 在入旺州之前 为了替负一病 她还欠着银子 很多的银子 足够让她很长时间 都深陷黑暗之中 即便是个棍夫 只要不把她卖掉 她都想好好活着 月光扑过院子 映照在各有心事的两人身上 我一时不知所措 我从没想过要卖妻 而是不知道 该要拿面前的小臂妻 怎么办才好 小臂妻咬着嘴唇 咬出了血 依然高高抬着鲜瘦的胳膊 把十四个铜板 举到我面前 扮住箱过去 我以为 小臂妻终究是要放弃的 但没有 即便手都抖成筛康了 小臂妻依然倔强地抬着 徐郎 银子给你 请 请不要卖了奴家 奴家不做花娘 奴家打柴 烧炭 帮工洗衣 都会想办法赚银子 奴家纵使日日操劳 也想活得清清白白 接了银子 那就代表着还有希望 松开嘴唇 她嘴角渗出血丝 瘦弱单薄的身子 在月色中显得越发憔悴无力 我沉默立着 有晚风吹起 乱了小臂妻的秀发 也乱了我的心血 我犹豫着 终究是伸出了手 握住了博满湿汗的十四个铜板 也间接握住了姑娘的手 小臂妻瞬间红了眼睛 摇摇想起那一年 差点摔下山崖 她的父亲也是如此 朝着她伸出了手 用力握住 救她于危在旦夕 谢谢徐郎 谢谢徐郎 回屋吧 我叹了口气 只觉得手里的十四个铜板 如同灌了千般的沉重 徐 徐郎 奴家煮了玉庚 带走入屋 小臂妻急忙捧的一个 热气腾腾的粗碗 小跑过来 粗碗里 饰煮成糊糊的玉庚 满得快溢出来 以现代人的目光 着实有些难以下咽 但并非说是小臂妻的徒义有问题 而是古人的吃食 原本就如此 条件好些的 会合成野菜粥 撒一些肉丝上去 至于稻米细麦 当然也有 不过都是富贵老爷们的专属 寻常百姓 大多只吃玉鼠类的根筋块 接过玉庚 我刚吃了两口 便觉得像吞辣一般 难以下咽 又怕小臂妻多想 只得一口气猛吸下去 还不忘假装痛快地抹了抹嘴巴 小臂妻急忙又端来一碗热水 放到桌上以后 脆生生地退在一边 不用如此的 对了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江姓 江采薇 海薇采薇 薇一作指 小臂妻抬起头 目光微微错愕 徐朗懂诗文 略懂一些 我站起来 原本堆到嘴边的话 突然说不出口 原本的意思 我是想给江采薇一些远行盘缠 随后便一别两宽 不再有瓜葛牵连 但现在江采薇的模样 但凡我敢说出来 估计都会伤透这个姑娘的心 再者 身上的那钉点碎银 根本不足够让江采薇做安家之用 明日不用早起打柴 我放了些银子在被褥下 买一床被子 天蝎家驶 徐朗 银子奴家能赚的 文声 江采薇大吉 声音过于激动 已然隐隐带着哭腔 她是怕这银子一手 很有可能 过几日便被卖掉 我有些无奈地揉了揉额头 我的意思 是让你帮着我买 毕竟没床被子 我回家睡得也不舒服 奴 奴家明白了 江采薇声音慢慢放松 那你早些安息 江采薇立在一边 不敢开口挽留 她生怕又惹我不开心 我走出破院 往前走了近百步 才突然想起什么 急忙回头去看 果然 隔着木窗 我看见江采薇可怜兮兮的端起网关 将最后一丁点玉根倒入粗碗 大口地吃了起来 清晨 望周城的街路上 行人寥寥 木哥 我们做什么 三狗他们都去城外绑姑娘了 绑个犊子 徐木左右看了几眼 带着丝胡往前走 即便是银子来得快 他也不想做脏了良心的事情 木根 你好似变了的人 徐木没有答话 惊喜地抬起头 此时 一辆赶早的马车 正歪歪扭扭地在街路上驶过 沿途之中 洒下了一片酒香气 木根 你怎的又走神了 丝胡 跟我走 木根要做甚 做酒 徐木语气兴奋 他才想起来 古代的酒 用的几乎都是发酵酿造的法子 度数很低 相当于后世的啤酒 喝起来还有些酸涩 但如果用蒸馏法来造酒 就完全不一样了 度数极高 烈酒滚猴而过 连毛孔都要舒坦 而且 蒸馏的材料并不难找 无非是普通杂粮 蒸馏锅的替代品 用陶罐也完全没问题 酒区的话也有 并不算贵 当然 这等乱世用粮食酿酒 并非是上策 但贫富不均的世道 大多的粮食 实则都在奸商粮行的手里 时间长了 一样会烂在仓房 就好比后世那句诗文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虽然说做丝酒生意 大概率会惹到强人 但眼下而言 这几乎是他最好的制服金了 什么猪油烧减肥皂 这年头 穷苦人有滴菜油 都巴不得滚三天的瓦罐 至于消失火药做大王的鹿子 徐木不敢想 管家对于这类东西 管制得比铁制武器还严 迎春放的小花炮 都要捂在被窝里 崩个屁响亮些 都有可能引来官差盘问 带着丝虎 徐木匆匆走到集市 花半两银子 买了二十斤老包股 再到淘气店 好说歹说 才杀价到二千银子 买了三个灯笼大的陶罐 待一切就绪 徐木匆匆赶回破院 准备开始丝酒大业 小碧七又出去了 刚回到 丝虎便吐出一句 抱着陶罐 徐木正了正 抬头往前一看 才发现院子里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堆起了 几落打好的新柴 离着不远的旧牛棚 也重新清理了一遍 棚子上铺了稻草 棚子里放了一张老木床 床上 整齐地叠着一张新被子 徐木心头微微感动 即便再破再烂 这间破院 难得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似乎 搬木桶过来洗干净 还有那些老包股 搓了包米也洗干净 记得先熬煮一番 木根 我不吃包米 要不要吃好酒 富贵楼的二月春 呸 那算得了好酒 你听我话 过段时间 我请你吃天下最好的酒 徐木信心百倍 蒸馏酒一经面试 在这个时代 必然是极为惊人的奇迹 酿酒的时长 无疑是越长越好 以熟料酿酒来说 一般要超十天的时间 七八天也能成行 再往前推的话 唇香与口感会有所损 揉了揉额头 徐木突然想到什么 将牛棚清理了一半位置过来 把桃关木桶之类的物食 统统搬了进去 这时候 可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说法 谁的拳头硬 那就是说法 徐木可不想大夜卫星 便被一些狗犊子 搞了盗版 洗干净搓下的包米 熬煮之后放入木桶 再添上酒区 徐木根据上一世的记忆 对了井水比例 随后寻了一件破冬熬 紧紧盖在上面 等着发酵成酒 上一世那会 他时常回入香走青 对于自酿酒的过程 记忆犹新 事实上 只要他愿意 直接可以用酒楼里的黄酒来蒸馏 但这样一来 药天的材料银子 起码多一倍 有些得不偿失 所幸 照着全套方法来做 到时候出了问题 也能吸引一番教训 四虎 找些东西压住 四虎溜着院子跑了一圈 抱来几坨石头 甚至还抱来了一把生锈的老柴刀 哪来的刀 徐木脸色一惊 大击律法 寻常百姓 若是私藏铁制武器 可是重罪 四九才刚起步 他可不想出什么披露 嘿 木根你忘了 官差都见过的 这把老柴刀又袖又盾 都懒得登记了 徐木松了一口气 突然发现 一件事情 原主人的记忆里 除了清管里的花娘 剩下的 便是一些狗屁倒造的记忆点了 木根 啥时候才能吃酒 四虎抹着手 蹲在地上 出神地看着被冬熬盖住的木桶 不急 很快便有 徐木已经打定主意 到时候 这第一份蒸馏酒 除了给四虎小长几口 剩下的 都用来打响名头 放在后世来说 这叫体验营销 似乎 别看了 先休息一下 忙活了大半天 徐木着实有些累了 又见着江采薇刚买的新被子 不知觉 困一天了几分 刚上了木床 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等醒过来 已经是天色昏黑 揉了揉眼睛 徐木远远便看到 院里的 那间小破屋 昏暗的童子游灯下 小臂气忙碌的身影 随着灯光不断摇曳 徐木起了身 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在院子牛棚的边上 已经搭了一扇柴门 不用说 肯定是江采薇做的 犹豫着下了床 徐木原本不想惊动江采薇 却不料 动作终究大了些 江采薇惊喜地小跑出来 和昨夜一样 还没开口 便把手里攥着的铜板 递到徐木面前 徐 徐郎 奴家今日帮工洗衣 赚二十文 那只手 分明都泡肿了的 天知道这一日时间 他洗了几桶衣服 徐木犹豫了下 第二次把铜板接了过去 这模样 都跟个上门收债的小恶霸 差不多了 江采薇却显得无比高兴 又匆匆跑进屋里 端了一个粗碗过来 依旧是玉根糊糊 不同的是 这一次糊糊上面 糊了些野菜 你吃了吗 奴家吃了二大碗 徐木才不信这些鬼话 摆了摆手 我在酒楼吃过了 你自个儿留着吃 怕江采薇不信 徐木还故意掖出了一个宝格 你吃了吧 我都饱了的 捧着粗碗江采薇占了一会 终于相信了徐木的话 脆生生地转身回屋 不久 屋里的童子油灯下 一个垂头吃饭的瘦弱人影 动作虽然显得略微僵硬 却吃得无比欢心 徐木转过头露出了笑容 七八日过去 牛棚里的木桶 已经发出了淡淡的酒香气 木根 我就喝一口 再等一会 若是时间赋予 徐木巴不得再等个几天 等到完全发酵 那时候的酒 经过蒸馏之后 才是最爽口的 但现在的情况 把太多的时间耗下去 显然是不明智 丝虎 骑土灶 发酵成酒 接下来 便是蒸馏了 这才是真正的重头大戏 丝虎虽然一脸发猛 但也没有犹豫 急忙照着徐木的话 很快雷起了一个土灶 又稀里哗啦地 搬了一大堆的柴火过来 深吸一口气 徐木盘算着脑海中的蒸馏法子 迅速将木桶和陶罐摆好 将枣折好的芦苇杆 嵌入细小的小孔中 四虎 熄火 土灶中的火势 很快燃了起来 不多久 整个院子里 一股股唇香的肥儿味 也随着弥漫开 木格 这是肾的味道 怪香的 自然是酒气 兵荒马乱的年头 粮食并不多 但徐木知晓一个道理 不管事到怎样 终归有些富贵老爷们 巴不得泡在酒池肉林里 三天三夜 木格 我尝一口 好说了 徐木笑着 咬起一勺酒 递到丝虎面前 丝虎迫不及待地 便鼓着眼睛 一口气吸了得干净 随后 脸色胀得通红 舒服得要手舞足倒起来 木格 这酒太烈了 徐木垂下头 也微微尝了一下 时间太急 比起后世的蒸馏纯酒 味道还要差些 不过在这个时代 算是很大的突破了 丝虎去拿些酒坛装酒 徐木常常呼了口气 不管怎么样 丝酒的第一步 总算是成功了 徐郎 吃饭了 这时 江采薇突然走出 脆声声地喊了一句 徐木正了正 发现不知绝间 天色已经慢慢黑了下去 原本他还想着 拿丝酒去街市上 看来只能等明天了 叶峰一下子凉了起来 将袍子披在身上 徐木正要往屋里走去 冷不丁地 立即停下了脚步 他回过头 看向破院门口 不知何时 已经有五六道人影 站在了那里 为首的是一个全身滑贵的老玉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露出淡淡笑容 老玉后边 站着五个全身尽装的男子 乍看之下 便知是护卫一类的角色 我都听说了 木哥最近性子有些不对 连姑娘都懒得去绑了 根据原主人的记忆 这一位 便是旺州城里 最大的二道皮条 杀婆子 先前便是和马拐子合作 让棍夫去城外绑逃难姑娘 再卖到清馆做祭 卖到富户家里做见窃 原本走出屋子的江采薇 看到杀婆子到来之后 脸色立即变得苍白 哆嗦着身子 缩到门后 杀婆言大了 徐木堆起笑容 望州城里都知 我木哥是个美胆的主 每日有炖饱饭吃 便算活得下去 木哥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杀婆子拍了拍手 扶起鲜亮的绸裙 在旁边的木椅坐下 我很奇怪 都多长时间了 木哥还没有卖漆 徐木微微皱眉 为何要卖漆 你是真傻 还是假傻 你看看 你好好看看 整个望州城里 哪个棍夫不卖漆 你先休了 再把小臂漆卖了 苦疾一空出来 过个几日 自然又会有几两银子的生意 何况 你家的这口小臂漆 还欠着十五两银子 若是不卖 这银子的账 你来背吗 徐木正了正 转过头去 发现江采薇已经垂下头 单薄瘦落的身子 在冷风中越来越陡 别看了 我可不会骗你 他老夫病死之前 可是个老鬼 单单是帮忙抓药的钱 都花了三四两 沙婆子将手缩回衣袖 好笑地开口 徐木沉默地立着 他猜得出来 江采薇欠的 最多不过几两银子 在种个痴人的年头 力滚力 是最寻常不过的套路 门后边 江采薇已经红着双眼 不知所措 徐 徐郎 我 我 别说话 回屋 几十万的难民 足够让旺州城里的 九流生意 重新开辟出一条新路子 木根 咱也算半个熟人 你写好修书 让开一些 我把这剑笔带走 没你的事 徐木依然不想让开 后头的四虎见着不对 也急忙走到徐木身边 我明白了 老生都明白了 这不会是 咱们的木根 懂得怜香惜玉了 舍不得了 沙婆子身后 五个竞装大汉 端着哨棍放肆大笑 笑声很大 传入屋子里 如同烧烫的绣花针一般 刺痛了人的耳朵 坐在床边 江采薇颤着身子 一脸的绝望 他抬起头 透过木窗 看着那个挡在屋子前的身影 心底越发愧疚 把手伸入怀里 将还没得及给出去的十九个铜板 他数了一遍又一遍 才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收拾好仅有的两件老旧裸裙 他起了身 掐肿了自己手臂 才让脚部迈得平稳一些 他读过书 知道天地不仁万物除狗的道理 命运像一条毒蛇 总吐着性子 寸步不离 惨然一笑 他抱着包袱 哆嗦走出了门边 晚风很凉 凉透了身上每一寸腹肉 我家耐口的账 我木根帮着还了 三日后 沙婆自可来取 江采薇顿在原地 随后又蹲在门庄上 像孩子一样抱着脸 呜呜地哭了起来 木根变了的 沙婆自似是叹息 又似在生气 上一轮 莫不是让那些家丁 把脑子捶傻了 子 连酒都买不起了 要自个儿来酿了 十五两银子 三日后我便来取 你交不出 便跟着那口尖壁 一起去死吧 沙婆自起了身 缓缓往破冤外走去 那五个静庄大汉 似乎觉得不够解气 离开之时 偏又用哨棍胡乱敲了一顿 将院门都打断了 四虎骂了巨娘 便要抄哨棍冲去 却被徐木用手拦住 以他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没法对抗 整个望州城的灰暗利益链 徐郎 对 对不起 江采薇红着眼睛 从屋子里走出 声音带着浓浓哭腔 你要羡慕哥 换成其他棍夫 老早打完庄子 就卖了 四虎愤愤不平 嚷了拒之后 跑到一边开始收拾 徐郎 今夜入屋睡 声音越来越小 直至如蚊子般细微 徐木何尝不知道 江采薇想以身相许 估摸着他要是进了屋 便会是一场星号星号 但他不想 他和江采薇现在 并非是恩爱 而是被捆绑在一起 先前是苦疾 现在是十五两 徐木只觉得 两人似乎被绑得越来越紧了 我睡牛棚就行 这两日就不要出去打柴了 徐郎 我会赚银子 听我说 徐木叹着气 留在屋头里 替我多了几个土造 最好搭一些木栏 遮住院墙 四九的生意刚刚起步 徐木可不想太多人知道 奴家 直晓了 江采薇还有些坠坠不安 毕竟十五两银子 对于他们这些人而言 无异于是登天的数字 去睡吧 我先前收了你的铜板 便是答应了 不会卖气 江采薇转过身 认着泪水 顺着脸庞躺落 一大早 徐木便吩咐私虎 把几个酒坛堆好 寻了驾老木车后 便叽叽压压地 往街市推去 旺州城里 酿酒的老铺子不少 几乎垄断了城里的 所有生意 寻常百姓酿私酒 也只是用来自己喝 像徐木这样 刚有几坛 便推到街市 做买卖的 少之又少 一坛三两 三两 只是徐木起步的价格 若是名头打出去 只会涨得越来越多 一个棍夫酿了酒 还一坛三两 这倒是稀奇 老酒铺的二月春 百年的字号了 都只敢卖二千银子 强卖吗 等到日上三干 已经有不少来往的人 围在牧车前 在其中 亦有不少 认出了徐木的棍夫身份 一时更是好奇 徐木笑了笑 在牧车板上 裂开一排小酒杯 挨个倒了些进去 瞬间 唇香的酒气 一下子扑入围观的人鼻子里 这酒仙 有些不错 列位 这一杯不收银子 徐木拱手抱拳 目光抬起 看向对面的富贵酒楼 丝酒要打出名头 首选的目标 便是望州城最大的富贵酒楼 我赢了 来 共赢一杯 如徐木所想 蒸馏过的丝酒 无论是口味 还是啄喉的爽感 都比普通发酵酒 要好得多 没等多久 牧车前的人群 已经脸色涨红 激动得热闹起来 喂 替我咬二两 我咬半斤 这酒喝下去 好似做了仙官 美酒不可估价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五六坛丝酒 便卖得只剩一坛 这真应了一句话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捧着十多两银子的丝虎 像孩子一般欢呼起来 差点没抱着徐木亲上两口 还有一坛呢 喂棍夫 还有一坛呢 来晚的人 手慢无了 自然不肯干 纷纷指着木车上最后一坛丝酒 这坛子 有人先要了 列尾若是喜欢 过段时间再来 徐木语气平静 似乎鼓起眼睛 抄起哨棍 凶神恶煞的模样 终于让愤愤不甘的人 退后了一些 待人群终于退散 徐木依然稳稳力 没有收档的意思 对面的富贵酒楼 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胖子 也沉默地占了许酒 最终招了招手 喊来一个走堂小丝 我东家说 让你带着酒来一趟 小丝养着鼻子开口 徐木输出一口气 也不介意 嘱咐了丝虎一番 抱着最后一坛丝酒 跟在走堂小丝后面 走入富贵酒楼 古人有云 酒香不怕巷子深 对面的富贵酒楼 看了这么久 终究是会好奇 忍不住的 你酿的酒 酒楼的胖子掌柜叫周福 眯起眼睛饮了一杯之后 神色变得惊喜 却又很快掩藏了去 有些色辣 说到底 还是比不上二月春 周掌柜真是行家 徐木淡淡一笑 抱着酒坛便往外走 这一下 轮到周福急了 他可没想到 面前的这个小棍夫 居然是滚刀肉的主 望周城里 哪家酒铺子 不得舔着脸来巴结 毕竟富贵酒楼日常所需的酒 至少是上百坛 稍等 先稍等 周福甘笑一声 这样如何 每坛酒一两银子 有多少 我要多少 三两 少一文都不卖 徐木笑着摇头 太贵了些 望周城里 可没多少人吃得起 穷人是吃不起 但那些富商官患 巴不得日日泡在酒坛里 周掌柜若不要 我便去另一家酒楼看看 免得都耽误时间 等 等等 周福咬着牙 想不通面前的小棍夫 哪里来的底气 不过 却是好久无疑 若是被其他酒楼占了先机 抢了生意 这损失就可怕了 我先要五十坛 没问题 半月即可 周福正了正 半月 这有些太慢了的 二月春的老酒铺 没几日便会送一批 好酒所需的工序 可不是那些老酒铺的酒能比的 这 好像也是 周掌柜 劳烦先付一笔定金 周福不悦地皱起眉头 你要多少 三十两银子 三十两 你是个棍夫 若是拿了银子便跑 我哪找去 周掌柜若是不愿意 自然会有另一家酒楼愿意 徐牧也懒得啰嗦 抱了酒坛 便想着往外走 给给 三十两 小棍夫你要是敢骗我 我有的是人 杀你全家 将一袋银子丢在桌上 周福声音骤冷 走出富贵酒楼 徐牧常常松了一口气 周福的三十两定金 再加上刚才卖酒的的六七两 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而做蒸馏酒的本钱 也拢共不到二两 何等报复 即便留出十五两替江采薇还账 剩下的 完全足够酿出第二批丝酒 木格 刚才马拐子派人来找了 让我们去巷子一趟 似乎仗着脸色 声音带着怒意 这一出 徐牧早就想到了 利益所趋 他造丝酒的事情传出去之后 马拐子肯定要想着捞一笔 木格 他们要是敢抢银子 我就和他们拼了 拐子堂 说到底 也是一个闲散组织 棍夫加入的初衷 无非是有个后台依靠 但现在 似乎是反了的 马拐子 只把他们当成敛财的工具 说实话 徐牧早就想脱离了 先别理他 徐牧皱起眉头 若是去一趟巷子 入了马拐子的地头 起码要被扒掉一半银子 似乎 你等会去街上 请几个赶马夫 便说跟车一趟 给一钱银子 记得要壮一些的 一钱银子 便是一百文 至少是平时赶车的三四倍 很快 五个壮实的赶马夫 便扯着马车 匆匆赶了过来 当看见东家 是一个棍夫的时候 难免神色样样 先见个脸 徐牧露出笑容 将一把铜板抓在手上 每个人至少发了几十文 这一下 原本有些不差的赶马夫 脸色都变得热沉起来 这年头就是这样 穷人最大的本事 便是保证自己能赚到银子 家人不会挨饿 至于如何享乐 那是富贵老爷们 才考虑的事情 我有个建议 徐牧拍了拍手 我希望列位 能做我的故宫 每月几钱 为首的一个马车夫 沉默了一番开口 其余的四个马车夫 也露出紧张的神色 要是给个一二钱的 还不如自个拉丝活 徐牧平静地伸出两根手指 二钱 东家真大方 五个赶马夫神色叹息 二钱银子 也只和平时差不多 我的意思是 二两银子 徐牧冷静回答 什么 不仅是赶马夫 连丝虎都惊了 恨不得立即用手 捂住徐牧的嘴 牧哥 这 这如何使得 徐牧语气不变 这二两银子之外 跟车一趟 便多算一钱 十趟 则是再加一辆 东家 你说的都是真的 五个赶马夫 都是年轻气盛的好汉 这回听到徐牧的报价 已经纷纷忍不住了 自然是真的 徐牧语气微微一变 今日在街上 你们应当也知道了 我做的是私酒生意 难免会惹到人 我的意思是 哥几个有银子一起赚 若碰到党财的人 也请一起帮忙 可否 五个赶马夫 再度陷入沉默 这虽然还不是刀口舔血的活迹 但总会有些危险 杀人放火 经腰带 修桥捕路 无尸骸 我等生于这般世道 活了一番 无非是为了高堂有寿 弃子有食 我徐牧再问列位 敢同行否 五个赶马夫咬着牙 最终很下神色 其身开口 好 那我等便拜你为东家 若是不放心 我明日你一份公正 送去衙门 但须记得 既然拜了我为东家 以后行事 便以我为先 听东家的 五个马车夫下了车 骑骑抱拳 且散 明日一早再过来 回家的路上 即便憨厚如丝虎 也忍不住埋怨一番 木格 顾个赶马夫 最多一月半两 都有多的了 你不懂 我顾的不是人 顾的是人心 木格 你说的是啥 我怎的觉得 你真好似换了个人 一路上 似乎还在喋喋不休 差点要忍不住 脱下徐木的裤子 看看屁股上的伤疤印记 徐木气得抬腿 踹了三四条街 带回到破院 不仅是徐木 连着再揉屁股的似虎 也惊得停下了动作 此刻 在他们的面前 整个破院 似乎是改头换面了一般 首先是院墙 破烂的位置 都用泥浆重新抹了一遍 另按着徐木的要求 搭建了一排的木栏 昨夜被沙婆子弄坏的木门 也重新换了一扇 看着 就坚实不少 院子里 离着牛棚不远 已经打好了几个土造 连着木柴 都重新打了好几落 此刻 浑身是尼垢的江采薇 看到徐木回来 一下子停了手里的动作 脆声声地站着 徐 徐郎要是不满意 奴家再修一遍 还修个鬼啊 已经是很好了 连徐木都突然觉得 自己好似一个黑心丈夫一般 很好了 不用再消 徐木的这一句 让江采薇脸色变得无比高兴 急忙洗净了手 跑入屋里 端了两个粗碗走来 依旧是玉根糊糊 但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玉根糊糊上 还撒了一些肉丝 似乎洗得眼睛发直 接过粗碗 便立即吸了起来 奴家今日打柴 恰好捡到一条姜鱼 徐郎 你 你也吃吧 你吃了吗 瓦罐里还有的 犹豫了下 徐木点点头 接过粗碗 江采薇鸣嘴微笑 又怕被徐木看见 急忙红着脸转过身 跑去瓦罐那边 将鱼下的玉根倒入粗碗 便捧着蹲到地上 准备吃起来 徐木一直看着 心头莫名的一酸 他起了身 走到江采薇面前 伸出手便拖着走回桌边 徐郎 奴家不能上桌 邻人会笑话的 江采薇捧着粗碗 脆生生地开口 一家人不吃两桌饭 在我这里 便是这个规矩 还有 我刚才在外面吃过酒了 现在不想吃肉 不由分说 徐木便将两人的碗 换了过来 捧着碗 江采薇待了一会 才低下头 大口地哈着气 不让眼泪流出 明日不要再出去打馋 留在屋里 帮我看着火候就行 捧起碗 徐木一下子 吸了得干净 屋里还缺什么 也可以说出来 徐郎 奴家什么都不缺 奴家很高兴了 屋屋 江头垂下 江采薇中 就是哭出了声 按着徐木的要求 第二天一大早 五个赶马夫都驾着车 准时赶来 徐木走出屋头 脸色一阵欣慰 他原本还担心着 会不会有人觉着太过涉嫌 便撂担子不来了 还好 都算好汉子 丝虎 发马挂 丝虎拢着嘴 将五件新挂 一一发到五个赶马夫手里 我识些字 东家 这写的是徐家 徐家 徐家方 徐木露出笑容 我得空便去衙门公正 今日起 列位便是我徐家方的人 东家 这感情好 这挂子 布料还挺不错的 当然是不错 这挂子的布料 至少花了一两银子 穿越而来 徐木深知团队的重要性 团队统一了 做起事情来 才能事半功倍 东家 我们等会做什么 穿上挂子 为首的一个光头大汉 认真问道 徐木记得 这大汉好像叫陈胜 隐隐是几个赶马夫的领头 陈胜 让兄弟们带足两日的干粮 还有哨棍 半个时辰后 随我出城 出 出城 陈胜脸色一惊 要知道 旺州城外 可是有几十万的难民 饿表千里 东家 出城要做甚 收粮食 酿酒 徐木已经打听过 其他的一些大的老酒铺 都是要出城收粮的 毕竟整个旺州城被难民围着 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能收 要收 只能出城 旺州城外 远一些的地方 亦有不少乡镇 多多少少都会有储粮 富贵酒楼五十坛四九 那就要三百斤左右的粮食 而且 徐木的目标 又何止单单一个富贵酒楼 这也是为什么 他要重金雇佣马车夫的原因 我们都听东家的 徐木点点头 准备走出院门 却突然想起什么 回头往后看去 小碧妻将采薇 立在院子正中 神色间 写满了担忧 夜晚自得在家 记得关好屋子 如有贼人入屋 便往后头巷子跑 跑去关崖那边 犹豫了下 徐木开口 奴家记得了 徐郎等等 江采薇一下子变得焦急 慌忙跑回屋里 取了一个小瓷瓶 慌不迭地跑到徐木面前 先前买的是纸血糕 当家的小 小心一些 你也记着我说的 徐郎别担心 奴家一定记着 徐木沉默地转过身 坐上了陈胜的马车 离开院子远一些 他终于敢抬起头 看着院子里的小臂漆 却不曾想 江采薇一直仰着头 目随马车离开 目光一碰 徐木急忙侧过脸 将身子坐得端端正正 东家 若是不放心嫂子 可以让我家那口子 过来陪业 驾着马车的陈胜 突然开口 再说吧 徐木沉沉叹了口气 他发现 和江采薇绑在一起的绳结 好似是越来越紧了 东家 您坐稳啊 出城 五驾马车速度飞快 不到多时 便驶出了望州城南门 东家 都是尸体 驶出城门四五里 面前的景象 却越发让人心惊 徐木原本还以为 北门的那边的难民 不会有多少绕到南门 毕竟半座城的距离 对于难民来说 也是极吃力的 但他想错了 不知何时起 已然是越来越多的难民 密密麻麻地堆在了南门外 沿途之中 靠近关道的树木 几乎都被刨了树皮 扒了绿叶 不时有饿死的难民 被人草草掩埋在泥坑里 有的泥坑被雨水浇开 还会露出乌黑水肿的尸肉 尸体上 一些干净点的枝节 还留有浅浅的牙印 五驾马车缓缓停下 直至天色渐暗 东家 别埋了 埋不完 埋到天黑也埋不完 徐木停了手 立在一处新土前 神情久久沉没 没穿越以前 他以为的是碎江南汉 徐州人识人 只是写诗人的一种浮夸 如今亲眼所见 才知道真的会发生 假设他穿越的是一个亡霸之气的皇帝 或许还能把朝纲镇一下 但他只是棍夫 烂到泥巴地里的大忌棍夫 一切都无能为力 挂上马灯 出发 徐木声音发冷 传东家的话 挂马灯 勒紧缰绳 陈胜回过头 冲着后面呼喊 马灯悬在马脖上 在昏暗的夜色中 透出一哇哇的亮堂 胡好 天公老爷坐堂前 换我三更去再先 满城净是云烟色 一骑老马过人间 吼吼 五个赶马夫 肆意地呼嚎声 破开遇见死寂的黑暗 往着前方 匆匆急奔而去 徐木转着目光 心底有股说不出的难受 越来越沉 压得胸口透不过气来 东家 到了 勒住缰绳 陈胜小声开口 他看得出来 徐木的面色有些不好 下车吧 将脑海中的情绪驱散 徐木缓过脸色 率先跃下了马车 面前的镇子 叫周公镇 离这望州城 已经有快五十里远 由于是夜晚 远远看去 零零散散的灯火 如星辰点缀一般 无规则的散落各处 出示了牙牌 又送了些碎银 守着城口的几个大头兵 才嬉笑着 让徐木等人入了城 东家 我以前来过这里 离这城门不远 有间小客栈 陈胜几步走近 马车放到一口 记着 都把哨棍带上 徐木终归是不放心 特别是出了城 看见几十万难民的惨状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但没法子 他要造私酒赚银子 收粮食 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陈胜 告诉哥几个 晚上睡觉时轮流直哨 两个时辰一轮 这种弱肉强食的年头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做捕猎的野兽 另一个 则是做躲在树洞里的小白兔 徐木不想做兔子 所以 只能尽最大的努力 让自己活成一只 别人不敢轻易进犯的野兽 一夜过去 平安无事 徐木有些后怕 幸好安排了人手职业 他听说 同样有两个走伤的贩子 在夜里熟睡之时 被人偷偷割了脖子 身上银子和带着的货 都被人扒光了 即便是镇里的官差 来了客栈 也只是晃了一下 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另见如已的年头 普通人能多活几年 便算一件幸事 董家 都打听清楚了 周公镇最大的梁行 是李济梁行 离着客栈不到半里的路 陈胜从外面走回 声音隐隐发沉 不过 旺州的二月春酒铺 先前一直是李济梁行的大客 同藏内卷 如果要造私酒 二月春老酒铺 是拐不过去的对手 先去看看 陈胜点点头 带着徐木几个人 推开围堵的人群 往镇头的李济梁行走去 还离得有些远 徐木便已经看见 至少有二三十人的帮工 各自背着棍棒 在遮满草部的梁行周围 来来回回地走动 梁商屯梁 很多时候 都是乱世开启的恶招 东家 我进去问问 待陈胜去而复返 便带着一个大富翩翩的 米商走了出来 没想到 走出来的米商 只淡淡扫了徐木两眼 便再无兴致 米卖一车十两 杂粮一车三两 杂粮一车三两 价格比起平时 几乎翻了两倍 至于米卖就不说了 更贵地离谱 当然 这年头也没人会用米卖来酿酒 徐木皱住眉头 贵了先 米商冷然一笑 你若是贤贵 自可去乡下收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头 下次你折返回来问 我会涨一倍 爱买不买 我并非只买一次 长期合作 长期合作 望州城附近百里 我礼计粮行 有的是主顾 我可不缺你这一位 收粮炖粮 徐木猜得出来 附近一带的粮食 几乎都被这些米商收光了 再加上难民围城 粮食更显得稀少 即便去了下一家粮行 估计价格也高不低 嘿 不买便滚 一个破落户 装什么大掌柜 米商冷笑吐出一句 便往后走去 司虎勃然大怒 就要抽出哨棍 却被徐木紧紧拦住 当然 也难怪司虎会如此 贵了一倍价钱不说 这态度 简直要拽得没边了 木根 咱们怎么办 徐木也脸色不好 三辆一车 看模样 价格也谈不拢了 哪怕只收五车 便是十五辆 再者 还要预留出十五辆帮小碧七还债 陈胜 附近的村子远不远 陈胜仔细一想 东家 远倒是不远 但怕有捡禁贼 捡禁贼 即使堵路劫匪 乡野之地 比起有官差巡行的镇子 更是危机四伏 何况 还不一定收得到粮食 喂 你等等 这时 原本走入梁行的米商 又转头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冷冷笑容 破落户 在镇子外的十里之地 有个粮棚 刚好有五车米粮 然后呢 徐木眯起眼睛 二十辆 五车米卖粮 这价格 你哪儿都寻不到 徐木一直相信 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情 镇外十里的粮棚 估摸着是没办法了 才低价卖出去 十辆 十五辆 十辆 另外 你须立一个公正 若是不卖 我大不了明日入香收 米商争鸣一笑 也罢 我也不与你这个破落户争 你且记住 给了你公正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羞气无关 徐木冷冷点头 好说 有了公正 他料定米商也不敢作假 否则拿到衙门 即便能逃脱罪责 但花的银子 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最大的可能 是那五车米卖粮 很难拉回旺州 但徐木是没办法了 即便是买杂粮酿酒 这价格也让人扎舌 何况 离开李济粮行 不见得会买得到 来个伙计 带他去拿粮 米商收了银子 立了公正 便转身往粮行走去 经过臃肿的粮仓 米商露出满足的笑容 继续又往前走了摆布 才拐过身子 进入一个精致奢华的房间 房间里 七八个媚态绽放的花娘 正如鹰烟一般 不断来回陪着酒 他买了 坐在边上的一个瘦弱男人 但笑着发问 买了 今晚会死 米商宁笑着坐下 伸出肥胖的手臂 拥住一个走来的花娘 我已经通知难民帮 今晚结粮 一个破落户 他想伸手捞财 莫的办法 只能把他的手斩了 他不该碰丝酒 瘦弱男人松出一口气 一个棍夫刁明 赚些刀口银子就好了 偏偏学人走伤道 富贵酒楼的周掌柜 左右也是个傻子 听说还预付了定金 莫里那个死鬼破落户 卢兄的二月春 看来又要大卖一场了 哈哈 好说 天色昏暗之时 在周公镇外十里之地 那位伙计总算是 找到了隐蔽的凉棚 徐木很怀疑 这带路的小伙计 是在故意拖着时间 连着指挫了好几次路 似乎 打一顿 徐木冷冷开口 似乎揪起两行伙计 狠狠捶了好几下 才让那小伙计嚎逃着逃开 翻身上了马 哭啼着往周公镇回赶 东家 有些不对 陈胜皱着头走来 粮食有无问题 这倒没有 我都看过 却是好粮 但现在天色昏黑 这么赶回去 很可能会出事情 天色一暗 连附近巡逻的官军都会回赢 东家 不如寻个地方休息 明日再赶回望周 不行 徐木摇着头 夜里留在野外 危险更大 东家 陈胜 让哥几个挂上马灯 哨棍也绑上石皮 赶回望周 徐木早知道会涉险 但没法子 这一趟粮食若是取不到 误了时间 和富贵酒楼的第一遭生意 便算毁约 同样也是个死 隔几个 徐木咬着牙 将哨棍抓在手上 隔几个都是带着卵的好汉 我便直说了 这一趟赶回望周 每人加一两银子 富贵险中求 拼着一副好胆 过个几年 我等也是富贵老爷 五个赶马富文生 进阶露出期盼 而又坚毅的神色 四虎 你打头车 在一旁的四虎 摩拳擦掌之后 翻身一胯 便上了马车 月色灰映下 一条狭长的泥路 五辆马车排成长蛇 车咕噜滚得飞快 不时打起一阵阵的沉烟 木根 前面是关道 安全了的 坐在头车上的四虎 回头大喊 却不料 后头的徐木 冷冷吐出一句 四虎 往小鹿拐 小鹿回望周 不仅难行 还要多绕十余里 但却是眼下最安全的法子 关道 关道早已经没有官兵巡行了 东家 被捡到了 眼看着五辆马车 就要绕往小鹿 却不曾想 在小鹿的岔口处 已经堆满了段树 层层叠叠地 至少有半人高 不仅如此 前方毫无预兆地 出现了无规则晃动的火光 隐隐还有疯狂的呼吼声 东家 是难民 那些难民怎的知道 我们会回望周 连道都捡了 陈胜声音惊颤 西马登 徐木咬着牙 目光迅速环顾四周 往右边林子走 听见徐木的话 无量马车立即吸去了马灯 只凭着微弱的月光 循着林子里的路 艰难地往前行驶 一般情况下 难民绝不会这么疯狂 毕竟还饿着肚子 有气无力地 哪里会想着 追赶什么马车 顶多是追一阵 见着追不上 便会放弃 但现在 后面的难民 简直跟疯了一般 在月光的辉映下 如同被热油烫开的乙群 密密麻麻的 四面八方都有 疯狂扑来 老天爷不管 官也不管 我等这些狗鸣 饿死了怎么办 那便吃树皮 吃马 吃人 左右都是个死 却不能做饿死鬼 一道极具蛊惑的声音 在后头怒喊起来 伴随着的 还有声声高涨的附和 东家 这些人都疯了 陈胜拼命赶着马 语气已经带着惊恐 快走 后车的 把两袋划破 扔两袋米麦下去 后车的赶马赴文言 急忙照做 撕开两个梁袋 便推了下去 瞬间 米麦的粉尘扬到半空 让那些步步紧逼的难民 先是治了一会 然后便疯狂地朝着地面扑去 即便还是生凉 却已经等不及 连着脏兮兮的泥土 一把一把地塞入嘴里 滚过猴头咽入肚子 不管如何 总算是拉开了一些距离 徐木难得喘了口大气 危险还远没有解除 嗅到米麦的味道 越来越多的难民又跟着尾随而来 有几个疯子一般的 赤脚跑得飞快 眼看着就要攀住马车 提棍 最后的赶马赴文声 急忙抄起哨棍 往旁狠狠捅过去 捅了好几次 几个疯子难民终于被捅开 跪在地上愤怒嚎啕 疯狂撕扯着乱蓬蓬的头发 东家 偏离路线了 陈胜咬着牙 无事 先把难民甩开 徐木疲惫地揉着额头 若是被难民围住 极大的概率 会死在其中 徐木敢笃定 必然是有人捣鬼 想把他截死在半路中 东家 后面有声音 又跟来了 最后头的赶马夫 发出惊恐的呼喊 徐木冷着脸 迅速思考之后 陈胜开口 陈胜 你去把马灯都拿来 丝虎 下车捡几根大些的树枝 待陈胜和丝虎都匆匆跑来 徐木急忙跃下马车 以马车长度为距离 迅速将树枝 用麻绳绑好 悬挂上马灯 随后 举起手里的哨棍 狠狠往老马腹部桶去 老马吃惊长丝 拖着四五根 徐着马灯的树枝 疯狂往前奔去 快 上车 徐木不敢耽误 催促了一番 和陈胜两人 各自跳上一辆马车 徐着另一个方向 继续驾马奔袭 而那辆挂满马灯的马车 可就没那么好运了 徐木远远看去 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马灯全熄 隐隐还听得见 那匹可怜老马 发出凄凉的痛思 可怜那匹老马 要被活吃了 徐木也一时沉默 不过 用一辆马车的代驾 换来平安回到旺州 已经是很好的结局 隔几个 绕回小路 虽然还偶尔遇到 冲撞的少辆难民 但还好 余下的四辆马车 驾得飞快 不多时 已经遥遥看见了 旺州城的轮廓 东家 城门关了 即便是白日 为了防止难民入城 也只开半扇城门 何况现在是深夜时间 没事 徐木脸色平静 他若是没点准备 这吃人不吐骨头的乱世 早就被嚼成渣子了 似乎已经跃下马车 拿着一小袋碎银 从城门缝隙中丢进去之后 很快 半扇城门缓缓推开 下次再晚些 你可得加银子 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城兵 一边捧着钱袋 一边骂骂咧咧地开口 徐木微微拱手 带着余下的四辆马车 迅速入了旺州城 木哥 你那小B7 又来接你了 刚入城门不远 寻着丝虎的声音 徐木刚抬起头 便看见了一脸疲惫的江彩薇 单薄且瘦弱的身子 立在一堵墙下 瑟瑟发抖 待看见车队回来 喜得迈开脚步 便狂奔来 徐木胸口有些发色 犹豫了下 也跃下了马车 徐 徐狼 让你留家里 这都夜了 还出来做甚 吴家担心徐狼 江彩薇垂着头 声音如闻 街上棍夫又多 还有老酒鬼醉街发疯 筐 一把老柴刀 从江彩薇身上落了下来 发出清脆的声音 徐木正了正 后头的丝虎等人 也同样正了正 江彩薇红着脸 急忙把那柄又锈又盾的老柴刀 捡起来抱入怀里 徐木胸口 只觉得酸涩的感觉 越发强烈 明明就很怕 明明就身子娇弱 却偏偏还要抱着老柴刀 等着他回来 四车粮食 加起来至少有四百余斤 而且都是米麦 鼠上等粮食 用来酿酒的话 比起先前的包谷 可要好得太多 当然 为了拉拢五个赶马夫的心 徐木很大方的 每人发了十斤 惹得陈胜几人 一场欢呼雀跃 东家 昨夜把米麦带回去 我那婆娘 差点没把我当成祖宗 一日 赶来的陈胜 一脸喜色 我婆娘说了 东家是个好人 以后要我好好跟着东家 巧了 我婆娘也是这样说 院子里 难得响起阵阵笑声 昨夜的一场奔袭 足以证明 陈胜五人的心性 都算得上是好汉 吃 吃饭了 立在院子中的江采薇 也是一脸笑容 按着徐木的要求 特地煮了两大锅的米饭 这年头 能吃上米饭的 可不多见 几个大汉原本一番推辞 带坐到桌上 吃得却叫一个凶猛 都快赶上厮虎的饭量了 徐木也不介意 这五人 算是他收拢的第一批人手 吝啬不得 吃完东西 还得麻烦哥几个 帮着做些活计 徐木笑着开口 已经过了两日时间 酿酒的事情 可不能再耽误下去 东家 没说的 徐木点点头 正想继续说一些酿酒的步骤 这时 随着向外老狗的吠叫 一堆人影 缓缓出现在了院子前 木根 听说木根昨夜回了城 我可都担心死了 杀婆子的声音 徐木皱了皱眉 五个大汉 加上丝虎 也冷冷放下了粗碗 江采薇有些不知所措 索性弯下腰 又把老柴刀剪了起来 回屋 徐木吐出一句 江采薇犹豫了些 听了徐木的话 迅速跑回屋子 似乎 把门开了 徐木平静地重新坐下 淡淡开口 似乎不甘不愿地走出几步 将院门重重拉开 一堆人影 快步跑入了院子 徐木笑着抬头 发现不仅有杀婆子 连马拐子也跟着来了 在后头 大概还有十来个棍府 木根都吃上米饭了 杀婆子声音发酸 也不顾徐木招待 拖了张椅子 便缓缓坐下 原本还想去寻杀婆的 现在倒好 也省了一趟路 从怀里掏出一袋银子 徐木冷冷丢到了杀婆子面前 杀婆子急忙弯腰捡起 数了好几番 才继续宁笑着开口 先前我也是糊涂 都忘了讲 十五两只数不对 现在再算一遍的话 该是五十两才合数 另外 按照拐子堂的规矩 木根也该搅银子上交的 这样吧 你既然有造私酒的本事 每一弹 我收一两银子就成 马拐子靠在墙边 冷冷抠着指甲 也跟着开口 徐木眯起眼睛 大方帝解下怀里的钱袋 丢到空地上 来 过来捡了就成 有个静歇的棍夫健壮大喜 急忙要小跑过来 却不料猛然间身子一顿 似是撞到一个小山包上 整个人亮亮呛呛地退了十余步 才立稳了身子 他抬起头 发现似乎那具铁塔般的身子 正冷冷挡在了前方 在后头 亦有五个一连冷峻的大汉 各自端了哨棍 不退不让 木哥翅膀硬了的 沙婆子声音骤冷 偌大的望周城 野狗野猫不服管 便只能打死了 沙婆 不用威胁我 你要有本事 便去取公正来 请官差来拿我 五十两 你要卖几个姑娘 才有这笔银子 木哥真不听话了 不想做棍夫了的 徐木神色不变 从自个造私酒那一刻起 和这些灰色生意的人告别 已经成了必经之路 大忌棍夫三百万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没得谈了 没得谈 徐木摇头 即便沙婆子 这些人想参一脚私酒生意 他也绝不会答应 以前就没看出来 木哥有这样的本事 真好啊 沙婆起身 将原本坐着的椅子 一脚踢飞 惊得屋里的江采薇 身子一顿 木哥 这是要脱离堂口了 棍夫无端离堂 要三刀六洞的 马拐子也阴着脸 这一趟 算是白来了 连渣子都没唠到 这马拐子 估计真把他当傻子了 还三刀六洞 哪儿扯来的屁话 徐木缓缓起身 声音雀莫地加重 我徐木能造私酒 抢老酒铺的声音 两位觉得 我是没有人傍身的吗 这一句 忠于惊得沙婆子和马拐子两人 急忙面面相去 不知是哪位 丝虎 送客 没等沙婆子问出 徐木已经下了逐客令 虎背熊腰的丝虎 一手一根哨棍 将这堆有些发猛的不速之客 缓缓逼出了院子 木哥 我们帮的是哪个官 将人赶走 一脸兴奋的丝虎跑回来 便急忙张口 别问 徐木心底叹气 实际上 他哪有帮上什么人 无非是为了扯虎皮 否则让沙婆子那些人 继续搅合下去 丝酒生意还做不做了 等这批丝酒赚了银子 徐木便已经想着 搬出望州城到远一些的地方 成立酒方庄子 一来能方便收购粮食 二来 也能避开许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哥几个 都过来扛粮食 咱们开火 听东家的 虎哥 你可别扛这么多 裤裆的银子掉地了 江采薇已在门边 看着徐木来来回回地扛着粮袋 心底涌起 振振欢喜 在如望州城以前 他不止一次地听说 那些棍夫 都是凶神恶煞的 第一日就会破人身子 第三日 就会扛到清管卖掉 但自个的夫君不是 不仅替他还了银子 还处处替他着想 这样的夫君 好似是天赐的一般 徐 徐郎 你慢 慢一些 别摔了的 终于 他忍着发酸的鼻头 脱口喊了一句 徐木愕然回头 原主人被酒色掏空的身子 让他累得气喘吁吁的 哪里还有心思 揣摩小姑娘的心事 丝虎和陈胜等人 也跟着愕然回头 继而发出大笑 哦好 知道了的 徐木古怪地应了一声 江彩薇脸色一红 匆忙双手抱脸 小跑入了屋子 酿酒发酵的周期 一般来说 时间越长会越好 酒也会越纯 虽然还是起步阶段 但为了稳住第一批客户 徐木还是坚持发酵了十天左右 才开始第二步的蒸馏 第一轮蒸馏出来的酒 叫酒头 味虫发色 若你们喜欢 自可拿一些去饮 第二轮蒸馏出来的是酒星 乃是最纯香的酒 最后一轮叫酒尾 味道寡淡 且饮多了 对身子不适 蒸馏的工艺并不繁琐 但其中设计的原理 以继朝人现在的认知 估计很难参透 陈胜 你和我一起去送酒 近四百斤的米卖粮食 发酵蒸馏再成酒 至少有百多斤 装入酒坛的话 也有块百坛的数目 东家 这酒叫什么名 已经想好了 便叫醉天仙 则 东家果然是个妙人 将五十坛醉天仙搬入马车 带着陈胜 徐木往街市上的富贵酒楼赶去 离得还有些远 徐木已经看见 此时在富贵酒楼前 已经停了两三辆马车 马车上 赫然是一坛又一坛的老酒 东家 二月春酒铺的人 徐木皱了皱眉 同行相卷 望州城里大大小小的老酒铺 不下几十个 而在其中 又以二月春酒铺规模最大 两者之间 早晚会有一场碰撞 正站在酒楼前的周福 拍开一坛二月春老酒后 仅秀了秀 便再无兴致 松了手放下来 几个送酒的酒铺伙计 脸色不满 喋喋不休的 又是啰嗦一番 陈胜 挤过去 徐木冷冷开口 好的 东家 陈胜一听 也冷着脸驾着马车 以极完美的一段小飘仪 卡在了几辆酒铺马车前 喂 坐肾 我等是二月春酒铺 徐木笑着下了马车 挤开嚷嚷的酒铺伙 周掌柜莫不是在等我 见着徐木到来 周福难得露出笑容 生意人便是如此 唯利是图 徐木的思久 他还是挺满意的 几乎能笃定 在不久之后 醉天仙已经推出 酒楼生意将更上层楼 什么二月春三月春的 都已经过时了的 有名了 有的了 叫醉天仙 徐木平静答话 周掌柜 我家卢方主会亲自许你来谈 还有那位棍夫 你也好生等着 周福冷着脸 转头骂了几句 几个酒铺伙计脸色一下 急忙驾骑马车 便调转了头离开 别理这些狗货 某家眼里 谁的酒好 便用谁的 一边说着 周福一边走前几步 随即拍开了一个酒坛 瞬间 唇香的酒气 一下子在酒楼前蔓延开来 惹得酒楼里的不少时刻 都抽着鼻子转身 周福只浅尝一小口 原本绷紧的神色 便立即兴奋起来 这一轮的酒 比起上一轮 味道更要裂上几分 连着滚喉的快感 也更要舒服 周掌柜 如何 徐木实则松了口气 瞧见周福此刻的模样 答案早就揭晓了 这一轮的酒 很不错 当然不错 上一轮是老包米 这一轮 可是米麦类的精良 第一次合作 为表诚意 我用的都是米麦精良 下一轮要这般的酒 周掌柜可得加价了 又加价 周福面色微变 但又似是想通了什么 若以后都是这类好酒 我给你五两一坛 又何妨 好说 哈哈 好 某家果然没有看错人 得了好酒 周福也不矫情 将一个鼓鼓的钱袋 递到徐木手里 徐方主不数一下 合作愉快 周福连称呼都变了 信得过周掌柜 数他作甚 好 徐方主果然是个妙人 来日还请多多走动 离开富贵酒楼 徐木彻底松了一口气 第一趟的私酒生意 总算是有了收获 陈胜 往官方走 东家 去官方作甚 买地 徐木已经想过 留在望州城里 并非是明智之举 在城外安全一些的地方 建立一个九方庄子 反而是最好的 到时候 以九方庄子为中心 不仅是望州城 离这远一些的城镇 照样能把最天仙的销路扑出去 除开下一轮收粮食的银子 余下的一百两 完全足够买块好地了 姓名 籍贯 徐木 望州游民 官方里 登记的老官差微微抬头 眯起眼睛 看了徐木两眼 没记错的话 你先前是个棍夫 官爷高健 大忌棍夫三百万 你今日 该是最出彩的一个 大忌棍夫 名声烂到泥巴地里 夺的是横死街头的命 像徐木这样赚了银子买地的 可谓凤毛麟角 老官差似是欣慰 亮亮呛呛地起了身 从旁边的木架上 翻出一落地气 又挑了挑剪出其中一张 你要建九方庄子 依靠西河为先 取水方便 这一处地 是先前一个老北人的马场 怕望州城有朝一日被打破 早早迁去了那城 北面有山林 南门是西河 离望州四十里 河州八十里 附近一带亦有不少大镇 实属一处凉地 徐木神情激动 不得不说 老官差的推荐几乎是完美 不过 我还是先和你说个礼 老官差顿了顿 脸色变得微微凝重起来 若有一日 北敌人破了望州城 你在四通路上的九方庄子 会首当其冲 成为掠夺的显眼目标 另外 难民虽然没法到你那边 但也有许多山贼匪徒 会盯上你的声音 徐木皱住了眉头 但也无妨 我另有一处 背靠望州城十里 虽然取水取柴远了许多 但离这军营很近 会很安全 老先生 我要四通路上的地气 徐木认真拱手 成立九方庄子的初衷 便是远离望州城 慢慢发展 好 老官差原本浑浊的眼睛 瞬间有金光闪过 我姐帮你登记好 八十两银子 另送三把坡刀 两张好弓 给你做护装之用 老官差的这一句 让徐木越发惊喜 大忌对于铁制武器 管制极其严格 现在到好 买了快递 还附赠几把武器 从官方离开 看着手里的地气 徐木涌起一股豪情 东家 这些东西 没事情了吧 此刻陈胜身上 手里抱着三把坡刀 在背上 还跨了两张铁胎弓 在大忌 铁式武器管理严苛 像陈胜这样的寻常百姓 以前哪里有机会 碰到这些制式武器 没事情 都有登记的 徐木笑了笑 武器虽然不多 但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一切都似乎往定下的方向走 只出了一件事情 回到院子里 陈胜刚把武器放下 似乎几人便欢呼着跑来 围成一团 徐木抬起头 看向院子里 正在砸柴火的江采薇 一边咬着嘴唇 一边将石锤举高 再往地上的柴枝砸去 柴枝一下子断去许多 没有铁斧 大忌寻常人家 便是这样砸柴 即便是累 但砸个半天的 总能砸出细柴 摸了摸怀里的银带 徐木有些迷茫 最初的想法 他是想赚到一笔银子 给江采薇凑够远行的盘缠 让他远离边关 去内城一带投靠亲戚 但现在 方向好像不对了 两个人绑得越来越紧 沉默了下 徐木刚要开口说两句 这时 砰的一声 院门一下 被人推开 没等徐木起身 已经有两个官差 各自按着腰里的坡刀 走了进来 哪位是徐木 院子里 不仅是丝胡挤人 连着小臂七江采薇 也变得脸色不安 官差入门 大多不会有好事情 官爷 我是 徐木犹豫着起身 心想着 是不是老酒铺那边 又给使了绊子 这个给你 为首的一个官差 满脸的落腮胡 没等走近 便立即从怀里 掏出一份薄薄的卷宗 徐木接过打开 发现是一张地气公正 这实则没有必要 反正都在老官差那里 有了正规的登记手续 但转念一想 徐木立即明白 平静地从怀里 摸了几两银子 递到落腮胡官差的手里 我还寻思着 怎么没有公正 多谢官爷相送 哈哈 不错 徐方主是个做大事的人 接过银子 两个官差都没开眼笑 公正不过是幌子 讨银子才是真切的事情 似乎 去拿谈好酒来 徐方主 你这酒听说都无两一谈 这如何使得 两个官差听着徐木的话 脸色狂喜 假装推辞一番后 立即将酒坛抱在了怀中 我徐木平生最敬重英雄 二位官爷 看着便是好汉 日后还请多多走动 好说 徐方主 若遇着不平事 在望州城里 抱我填送的名号便可 这便是一场交易 利益所趋 各有所取 徐木深深明白这等道理 只是 等官差一走 原本要和江采薇说的事情 却突然再也吐不出来了 列位 今日便请回 先准备一下 还需记得告知家里 等酒坊庄子建成 便可以搬迁过去 落户成家 在场的陈胜等人 皆是神情激动 在望州城里 做个半死不活的赶马夫 哪里比得上去外头的庄子落户 虽然会有些危险 但到时候 自家的婆娘也会帮着做活 多算一份工钱 足以让很多人献煞了 多谢东家 徐木也跟着拱手 目送陈胜几人离开 四虎 跟我出去一趟 四虎放下手里的酒勺 急忙站起身子 戴上 一把刀 左右都是 有登记的 即便被官差盘问 也不会有任何事情 而且 这重要的是 是一种威慑力 三把坡刀 四虎脸色胀红地挑了许久 才捡起一把刀鞘宽大些的 松了腰带又记 才重新嵌入进去 也并不怪四虎这番做派 虽然都是制式武器 但实则是退役下来的 比方说 若有将士战死沙场 拾回的坡刀 残刺些的 便会收拢分配 冲到各个城涯们的武器库里 木根不捡一把 徐木摇了摇头 拿着太多招摇过世 左右不是件好事情 一把足矣 木根 咱们去哪 得了坡刀 四虎整个人 也变得神采意义起来 不然砍了拐子堂的 徐木脸色无语 别胡烈烈 跟我上街买些东西 要建立九方庄子 木材之类的 倒不用担心 反正四通路那边 有的是林子 但剩下的淘气 以及工具这些 务必要买 直至天色昏黑 徐木才把淘气工具挑选好 又过了辆马车 招呼着四虎 搬到车上去 木根快些 不然你家的小臂七 等会又该带到来寻你了 坐在马车上 四虎露出憨笑 却被徐木一瞪 样样转过了头 站在街上 徐木沉默立了一会 才迈开脚步 往对面的一家布庄走去 官人买料子 还是买成衣 徐木脸色愁苦 即便在上一世 他也是忙于工作 别说结婚 连女朋友都没一个 偶尔有相亲不错的 也只是匆匆看完电影 便去酒店 如例行公事一般 买给家里娘子的 徐木犹豫了下 缓缓点头 那刚巧了 现有一匹花不做的乳裙 今日卖了好几套出去 那些官家小姐 喜欢得不得了 徐木莫名心头一睹 想起了江采薇 站在老墙下 单薄销售的身子 我拿了 好嘞 官人可真是个提己人 家里的娘子 该高兴坏了的 捧起装着儒裙的薄木盒 徐木里的礼衣服 才往前上了马车 如徐木所料 小碧妻江采薇 还是一如既往地 打着油脂灯笼 等在巷子口 似乎 先把马车带回去 没等似乎发问 徐木便跃了下来 捧着薄木盒 脸色带着些肘肘 走到江采薇面前 徐 徐郎 走近些 从认识到现在 江采薇似是担心徐木生气 总会刻意站得远一些 徐木打开薄木盒 取出那身花色如裙 放在了江采薇手上 江采薇挣了挣 脸上惊喜的神色稍纵即逝 继而变成了紧张 徐郎 这 这我不能要 太贵了 你误会了 徐木有些艰难地开口 我的意思是 这是借给你的 你以后要还衣服的银子 每日还两文 还完再说 转身往后走 徐木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天晓得他刚才 稀里糊涂说了些什么东西 徐木并不知道 在他转身过后 江采薇抱着如裙 双眼湿润 露出了开心无比的笑容 两日的时间 徐木把能想到的事情 都准备了个妥当 还重新买了两辆大鞋的马车 用来驼载众武 另外 四通路那边 派了人过去查看 也并无什么问题 确实是个好地方 似乎 收拾一下 等会沉胜他们一道 马上出发 见九方的四通路 离着望州城四十余里 即便是一路畅行 也要大半天的时间 木格 你最好去院子外头看看 四虎一边搬着木桶 一边憨憨开口 怎么了 有个老匹夫 夜夜在院子外头 捡着酒糟吃 酒糟 是酿酒发酵后的残渣 一般用作猪食 极难下咽 不过这个年头 有些老酒鬼无钱买酒 便会去捡酒糟来吃 解下酒瘾 听说二月春老酒铺那边 前些时候还打死了一个 捡酒糟的老酒鬼 徐木沉默地走出院子 果不其然 在外头的沟渠边 发现一个小老头 正醉醺醺地躺在地上 嘴巴里还噎着半截酒糟 腰上记着的酒葫芦 已经有了斑斑裂纹 让徐木微微吃惊的是 这小老头居然还穿着一件 脏兮兮的文士袍 用绳子记着的裤带里 还别着一本圣贤书 大忌兵是不胜 反倒是读书沾默 让国人屈之若鹜 一篇狗屁不通的诗文 若是出自某个权贵之手 便会引来漫天吹捧 按理来说 在这等适风之下 这类老学旧的读书人 不应当过得这么惨 东家 东家 我等来了 正当徐木想着 陈胜几人已经赶到 各自的马车上 还满载着各种物具 咦 疯子秀才 陈胜走近 嘴里发出惊呼 陈胜 你认识 整个旺州的人都识的 这人是秀才 前两月还在书院里做先生 听说是儿子在边关战死 一下子就疯了 儿子在边关战死 东家 这事情提不得 陈胜急忙做了个晋升手势 旺州北面七百里 雍关被敌人攻破 都说是定边的几个大营 未生未死 没有持缘 所以雍关破了 北敌人一马平川 几十万难民恶嫖千里 东家 东家 莫说了 莫说了 陈胜脸色发白 仓皇的左顾右看 又急忙苦劝了句 徐木沉默地垂下头 看着地上的老秀才 扑 老秀才突然土掉酒糟 似是又骂起了罪话 敌人破我边关 山河破碎 国将不安 儿等啊儿等 还在沾没戏文 写什么狗屁盛事的文章 莫非要等到敌人兵临城下 用笔杆子捅人呼 给老夫 三两黄酒二两豆 来世 来世不做记超人 说骂了一会 老秀才又重新酣睡过去 东家有所不知 他没酒了 便时常会去酒楼里讨 讨得多了 别人也不肯给了 于是便吃酒糟 翻干水桶 陈胜 拿坛酒来 陈胜一听 虽然脸色疑惑 但还是急忙跑回院子 搬了一坛酒出来 将酒坛放在一边 又摸了一把碎银塞进老秀菜怀里 徐木这才起了身 往后走去 听我讲 我尔里破山 镇守雍关十余仔 六千人聚北敌 血战方休 听我讲 七百里无援军 雍南关头血色漫天 灭我大忌者 并非是北敌人 而是我记超人心中 早已经没有了长城 即便是一场醉话 也如同锤骨一般 震透了徐木的胸口 东家 走吧 再耽误下去 今日就到不了四通路那边了 徐木顿了顿身子 终于直直往前走去 六辆马车 已经准备妥当 小臂七江采薇 也微微紧张地站在门边 左顾右盼 待看到徐木回来 才匆忙迈开小碎步 扛着三四个大包袱 急急走近 上车吧 徐木脸色微动 帮着提起包袱 挂在了车边 似乎 还是老样子 你坐头车 木哥 我给你们开路 将那把坡刀挥了挥 嘶唬一声豪气 陈胜 余下的武器 你也跟哥几个分一分 尽量这几天之内 学会使刀崩攻 东家 都听你的 陈胜抓起缰绳 用力抽了下去 车前的老马嘶叫几声之后 开始踏起蹄子 往街路上缓缓奔去 不多时 已经快奔到了城门边上 木哥 这就走了呀 一道冷冷的声音 忽然从旁边传来 徐木皱眉抬头 发现一堆人影 冷冷站在离城门不远的位置 各自抱着手 目光如狼 难得沙婆来相送 我徐木感激不尽 徐木也开口冷笑 送你去鬼门关 你便不会感激了 沙婆旁边 马拐子露出阴冷的神色 徐木懒得再发话 这帮人 也只配在旺州城里 鱼肉百姓 木哥 铃身路滑 驾车慢一些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三刀六洞 你徐木逃不脱 徐郎 这帮人以后还会跟来吗 即便是出了城 将采薇声音还微微发抖 无事 到时自有办法 徐木担心的 并非是沙婆子这帮人 而是这个世道的大势所趋 徐郎不知道 奴家前两日去打柴 发现好多姑娘的尸体 都被抛在了林子里 姑娘的尸体 不用想也知道 定然是沙婆子那帮人 绑姑娘所留下的祸事 奴家常常在想 若是没有遇到徐郎 遇到的是另一个棍夫 恐怕早已经身陷湖伦了 这大概 便是命 徐木心底也有些怪异 若非是穿越而来 他压根也不会认识江采薇 东家 下雨了 要催马了 不然道路迷命 天黑也到不了四通路 四虎 催马快行 徐木旁边 江采薇匆忙弯腰 拿出一把油纸伞 然后迅速推开 折在徐木头顶 徐郎 奴家帮你遮雨 伞很小 外面的世界很大 偏偏让徐木身子突然一顿 整个人都安心起来 东家 便是前头了 陈胜勒住江绳 让马车缓缓停下 此时 已经是接近黄昏 天空上还有春雨飞飞 将附近的景致 渲染得无比失落 徐木下了马车 抬起头来 环顾着周围 发现果然像那位老官差所说 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北面靠山 南面是西河 那个被老北人废弃的马场 虽然显得 有点破败了 但该有的基础设施 荆棘篱笆 老井 大灶 甚至是错落有致的石板路 一样不少 马场外 南北两条关道 离着不到百步 另有几条细细碎碎的小林路 也通向不远处的村子 确实是四通路 东家 那些人做什么 徐木皱了皱眉 其实他刚才便看到了 隐约有几个村人模样的人 正沿着老马场 掰断一张张木板 东家 我先前来看的时候 可不见这些 陈胜旁边 另一个赶马夫走出来 脸色带着愧疚 徐木记得 这人好像叫周尊 昨日还特地听了他的吩咐 预先过来查看的 不怪你 这些村人 估摸着是懒得上山 想就近赚些便宜 不过这老马场再掰下去 可就连壳子都没了 以后九方庄子落户在这里 免不了还要和这些村人打交道 徐木也不想做得太过 犹豫了下 徐木带着四胡几人 往前走去 刚走近 几个村人便聚成了一团 你的店 凭什么是你的店 为首的是一个吊锅当的老村人 已经入春的天时 还穿着一件厚厚的破羊袄 阵阵嗖臭的味道 呛得人鼻子发酸 老村人后面 另有几个人影 也叫嚣大喊 不时举起手里的柴棍 耀武扬威一番 枪 似乎恼怒地举起泼刀 然后出窍 惊得这帮村人各自抱着 往后缩去几步 似乎 放下刀 徐木瞪了一眼 真要把关系完死了 以后指不定还有多少狗屁倒造的事情 这是地气公正 徐木冷静地抽出一份卷宗 在几个村人面前打开 即便是不识字 但醒目的牙门红印 还是能辨认出来 几个原本哇哇叫的村人 瞬间没了脾气 一边骂咧着 一边迅速往后面跑开 陈胜 让哥几个赶紧入庄 先把东西卸下来 已经进了黄昏 要翻修庄子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先把庄子边上的木洞堵住 对付一晚 似乎 还是老样子 两人一组职业 放心吧 木根 手里 有了武器 安全感暴增许多 似乎和五个赶马夫 都是一副坚毅之色 小臂七江采薇 已经拾来许多干草 铺了木棚顶 又在棚下的空地 铺了厚厚一层 徐 徐狼 睡觉 徐木正了正 转过头往外看了看 发现除了这个木棚之外 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世界了 似乎几个人 已经慢慢披上了缩衣 小心地围在一个破马棚下 你睡吧 即便是夫妻 但徐木也感觉怪怪的 先前在破院那里 他也一直睡着牛棚 他总觉得 和面前的小臂七之间 总有哪一层窗户只没捅开 徐狼 奴家不怕淋雨的 奴家前些时候 经常冒雨打柴火 江采薇红着脸 急忙抱了把干草 便往外面跑去 跑到一个甚至雨水的角落 便脆生生地半蹲在地 拼命用干草 堵住了甚雨的木系 徐木脸色发苦 真要把江采薇晾在外面淋雨 他自个良心都会不安 你回来睡 我等会要职业了 徐狼 这里能遮雨了 江采薇抬起头 满是湿漉漉的发烧 又穿得有些单薄 连身子都微微发抖了 徐木叹了口气 索性走出几步 拉着江采薇的胳膊 拉到了木棚里 你是这里 我刚才看过了 那边还有除好棚子 职业晚我去那里变成 哪里还有什么好棚子 老马场边上 都被那些村人把木板 偷得七七八八了 那 那徐狼小心 别失了身子 垂下头 江采薇红了眼睛 他原本真打算把木棚 让给徐木 但多说几次 又怕徐木会生气 不过 这种感觉 似乎是很好的 就好像在又沉又寂的黑暗中 突然有人长起了灯 让整个世界 一下子光明温暖起来 披上缩衣 一边提着油脂灯笼 一边绕着老马场 即便是走了好几次 徐木都没有发现什么好棚子 看来 明日的翻新休憩 是务必不能耽搁了 木根 来看 正在职业的思虎 突然小喊了一声 徐木顿了顿 不敢耽误 踩着粘角的湿泥 急忙往前走去 东家 有人影的 第一批职业的人 刚好是思虎和陈胜 此刻 这两人各抱着一把坡刀 跨着一张铁台弓 声音隐隐发沉 会不会是村人 徐木走近 眉头微微皱起 东家 都快半夜三更天了 村人早闭门睡觉了 大忌国体崩坏 滋生越来越多的匪盗 一般来说 即便是最懒的村汉 也会早早闭门歇息 免得招惹贼人 东家 脸上遮着麻面 是彩盘子的山匪 突然 陈胜语气又是一惊 彩盘子 即是彩点 想想也是 都这等光景了 还鬼鬼祟祟的 铁定不是什么良民 丝虎 社工 徐木咬着牙 若让山匪把老马场的情况摸清 必然会变得被动 左右有武器在手 倒不如先发制人 原本在后边眯眼的四个赶马夫 也匆忙围了过来 积极抄起武器 各自的神色上 都写满了紧张 听了徐木的话 似乎急忙摘下铁台弓 从剑弧撵了一根铁足剑 朝着雨幕中的两个人影 便呼的一声射将出去 准头是可耻的 铁足剑至少射偏了十余步 没入半截老树干上 惊得避雨酣睡的几只夜鸟 纷纷拍着翅膀 绕到半空惨声丝提 但即便如此 那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也无端吓了一大跳 火急火燎地回了身 匆匆往北面的老山上顿逃而去 木哥 要不要追 似乎放下铁台弓 脸上意犹未尽 如他这样的身形 再加上有了武器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不追 徐木皱了皱眉 似乎你记住了 衙门发的武器 是用来护装的 以武犯境的人 放在哪个年代 下场都很难看 木哥 我就一说 似乎样样挪着嘴 得了 今晚哥几个辛苦一些 分为三人一组职业 若是还有彩盘子的山匪过来 立即把人都喊醒 徐木没有想到 这才刚来 便已经有山匪彩盘子了 远离旺州 机会会更大 但伴随着的 亦有一番风险 东家放心 徐木点点头 寻着马场又检查了一遍 才喘了口气 抱了把稻草 准备寻个地方 对付一夜 等走回木棚附近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角落里 搭起了一个简易小棚子 湿漉漉的地面上 铺了一层又一层的厚厚稻草 甚至在渗雨的地方 也固定了一把 撑开的油纸伞 不用说 这自然是小碧器做的 徐木抬起头 看向木棚 假装背身睡着的江彩薇 此时还抱着 微微发抖的身子 沉默了下 徐木往木棚边的 篝火堆上 添了两根新柴 一日清晨 恼人的春雨 终于慢慢停歇下来 走出马场 徐木难得露出笑容 搁几个 等会吃了东西 便辛苦一些 先把庄子围起来 其他的都好说 但只要围了庄子 逢管是村人还是山匪 都会被挡在外面 不过 围装的工作量可不小 徐木已经打定主意 等会便去附近的村子看看 有无人手愿意帮忙 吃 吃饭了 早起的江采薇 已经把玉庚 糊糊煮好 立在老马场中间 脆声声地喊了起来 哈哈 夫人可真是贤惠 比我家那口子勤快多了 你懂个啥 东家厉害 夫人也勤快 这叫嫌那种 几个胆马夫 嘻嘻笑笑地走近 惹得江采薇 又闹了个红脸 不时仓皇抬头 看着徐木的脸色 先吃饭吧 徐木也坐下来 接过粗碗 便吸了一大口 他巴不得马上做个炒锅 炒个蛋包 回锅肉啥的 这大忌朝的糊糊 味道太难下咽了 陈胜 这里便交给你 记着锤树的时候 不要走得太远 待吃过饭 徐木匆忙起了身 以老马场现在的木板 铁钉是不够的 若需要把桩子围起来 天知道还要多少木头 而且 寻常百姓没有铁斧长距 要伐木的话 只能用石锤 去打一些小些的树 放心吧 东家 我们而亲 徐木点点头 陈胜几人办事 他还是放心的 都是一口唾沫 一个定的好汉徐郎 小 小心鲜 立在木棚旁 江彩薇声音如纹 晓得 徐木脸色微微古怪 但也没说什么 带着丝虎 往前方一里路外的村子走去 若是放在后世 这种靠路吃路的便利村子 早该富起来了 可不曾想 徐木刚走入村口 眼前的景象 几乎让他 惊得合不拢嘴 全是妇孺老弱 并无轻壮男丁 偶尔有一两个年轻些的 要么瘸着腿 要么风风傻傻式的汤 都是破烂不堪的茅房 连这破瓦顶的 都不见几户 大多是用木桩压了草泥 便草草了事 原本还想找些人帮忙干活 可这光景 哪里还有什么轻壮 犹豫了下 徐木带着丝虎 准备要往村外走 却不曾想 这时候 一个涂了满脸胭脂的小村妇 猛然间急背来 抱住了徐木的手 你坐肾 丝虎见状大怒 老规矩 又要寄出坡刀 打 打砖 官人 来打砖 小村妇羞红了脸 却死死昂着头 把话整个说完 打砖是黑话 意思是 接济风尘姑娘 徐木只是没想到 即便是为了银子 面前的这个小村妇 也过于露骨大胆了 要知道 古人对于男女间的事情 在公开场合 向来是忌讳的 徐木并无兴致 挣脱了小村妇的手 便要往回走 官 官人 石文钱 就石文 我玩要饿死了 官人 我久闻 我也久闻 久闻便和官人打砖 不多时 至少有三四个 涂满了胭脂的村妇 慌不迭地跑出来 琪琪 把徐木两人围住 徐木皱了皱眉 实在懒得理会 即便他不是个证人君子 但这种光景之下 哪里有什么 寻花问柳的兴趣 娘 阿弟昏了 一个浑身蓝褴的女娃 从旁边的一间茅屋探出头 眼睛里满是浑浊的泪水 木根 那女娃都受坏了 似乎声音微颤 徐木抬起头 看着女娃全身上下 只与皮包骨头的模样 没有来得心底一酸 这事的 当真是要吃人的 带我进屋吧 先前的小村妇 闻声大喜 急忙捡起一根柴枝 拼命往前挥打 将几个铜墙驱散 入了屋 小村妇急忙堆起尴尬的笑容 将微弱至极的铜油灯灵亮 又急忙跑到一个 昏昏沉沉的男娃边上 咬了一勺黑乎乎的热水 慢慢灌进去 不多时 男娃嗨嗨出了声 喜妹 带阿弟去院里做 阿娘煮好饭 就喊你们进屋 瘦得皮包骨的女娃 懂事地将弟弟抱起来 往屋外走去 官 官人 我有新衣的 你稍等 我便去换 家里床板 也 也是心打的 官人戾气大也无妨 先不急 徐木声音梗塞 我且问你 家里男人呢 去年有老匪进村 说杀便杀了 我还在河边洗衣 衣服还没洗完 男人就死了 官人 这生意 你要了吧 久闻 久闻便打砖 衙门那头没说 徐木冷着脸 手在哆嗦 来了几个人 不敢上山 要了我 两头蛋鸡就走了 村子那么多男人 都是老匪杀的 去坐修强民府死了一大半 去坐山匪也走了一些 剩下的便都糊糊涂涂地死了 官人 官人 你别问了 你打砖吧 你也见着了 我玩要饿死了的 小村妇顾不得思虎还在一边 焦急地要解开衣扣 却不料 那只解着衣扣的手 被徐木缓缓拦住 得空带孩子去四通路边 帮着我做些活计 我每月给你二千银子 官人 官人是老马厂新来的东家 正是 二 二千银子 小村妇张红了脸 曾经村里力气最大的轻壮 每日去拼命干活 也刚好是二千之数 他以为徐木在骗他 这年头 天下掉馅饼的好事 哪里还会有 官 官人 我让你打砖 你带娃去吃顿饭 我不收你银子 徐木沉默地立着 面前村妇可怜兮兮的神态 让他越发胸口发色 不是圣母心作祟 而是良善之心受到践踏 践踏的血肉模糊 我不骗你 去了老马厂 不会让孩子饿肚子 小村妇哆嗦着身子 一时不知该如何 阿娘 弟又饿了 外头 女娃带着哭腔的声音 又传了过来 徐木转身开了门 沉默走出去 也不顾小村妇的犹豫 和四虎一人抱着一个孩子 便往村口走 你即便愿意做乡村野技 也要给孩子争一口吃的 所以 这等时候 你还在怕什么 小村妇抬起头 咬了咬牙 打了的小包裹 便跟在徐木后面往前走 村中有人愿意 去老马厂做活的 可一同随行 徐木回过头 掷地有声 可惜的是 除了先前的小村妇外 其余的人 脸色尽是带着金帕 纷纷往屋头躲去 五六个懒汉 从地上捡起石子 愤怒地往小村妇 狠狠扔去 你自个在村里卖便成 现在倒好 还要出村卖 你整个都脏了 还想着有官人老爷 讨你为欠 四虎放下孩子 老规矩抽出泼刀 吓得几个懒汉 慌不迭地往后跑 四虎收刀 徐木转过身 发现跟着的小村妇 已经满身是你够了 你叫什么 官人 我 我叫喜娘 官人我等会 便去洗干净身子 我还带了新衣 徐木顿饿 感情到了现在 喜娘还把她当成 寻花问柳的恩客 喜娘 我问你 为何那些懒汉 不想让你出村 有人路过村子 打了砖的话 这些人要 要抽银子 与他们合肝 还要抽银子 抽多少 半数 怪不得活不下去 即便是做个剑营盛 还要被二道贩子刮一刀 也由此可见 四通路附近 已经是不能指望收粮了 到时候 还需驾着马车 去远一些的村子 官人 你可得小心点 这些个人 和山匪有交情的 连村长都被他们害死了 徐木有些无语 不知不觉的 似乎又把梁子结下了 一路问着 约两炷香的功夫 一行人已经走到了老马场 徐 徐郎 刚停下脚步 江采薇已经端着一碗茶水 脆生生走了过来 采薇 先带孩子吃点东西 然后这位叫 喜娘 你带着她一起干活 小村妇喜娘 原本害怕的眼神 待看见了江采薇后 才难得松了口气 那两个只剩皮包骨的孩子 看着也可怜 江采薇红着眼睛 急忙把瓦罐搬来 刚要转身拿碗 却发现两个孩子已经蹲在地上 用手摇起瓦罐里的糊糊 大口地塞入嘴巴里 娘 娘也吃 小村妇尴尬笑了声 也如同孩子一样 半蹲在地 一家三口围着瓦罐 不停地刨着糊糊 几下功夫吃了个干净 在场的人 即便是远些的五个赶马夫 竟皆是探出一口长气 这个世道 能好好活下去 已经是莫大的本事了 东家 人手少了些 陈胜抹了抹额头的汗 几步走来 即便是现在 加上了喜娘 也不到十人之术 要翻新修起整个老马场 可是一件小工程 忙活了大半天 陈胜几人劳心劳力的 也只为了小半圈 而且 到时候还要收粮食 酿酒蒸馏 人手铁定是不够的 村子里没男人了 都被山匪霍霍了 徐木语气担忧 最初的想法 他是想就近招揽些人手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东家 要不然 今晚把那些婆娘都接过来 明儿他们也能帮忙干活了 五个赶马夫的家人 到时候都会住在庄子里 但现在这种状况 老马场还没翻新好 来了也是多有不便 等庄子修好再说 陈胜 先告诉哥几个 先搭几间木屋 夜里方便避寒 春夜微寒 这要是再冻一夜 只不定要生病 东 东家 已经换了一身新衣的喜娘 小心翼翼地走过来 徐木正担心 他又要说些打砖的话 却不料 喜娘只是小声小气地开口 谢谢东家 东家 离这村子不到四五里 有几个搬出去的散户 东家若是不嫌弃 我 我把他们喊来 徐木神情威智 九方庄子 也只是刚起步 若是来的全是些女子 无法干的重活 便有点得不偿失了 喜娘四世看出了徐木的担忧 急忙又开口 东家放心 有男人的 怕村子又遭山匪 才搬出去做了散户 徐木松了口气 这样吧 我让人起码带你过去 不过我先说好 若是懒散之人 别怪我不讲情面 明白 明白 四虎 你带着去一趟 四虎急忙驾来马车 不忘跨上一张铁胎弓 待喜娘战战兢兢地上了车后 勒起缰绳扬长而去 待天色昏黄 四虎 方才驾着马车赶回 此时的马车上 已经有六七个人影 随着喜娘一到 有些急促递下了车 徐木看了一下 发现大多是村妇 只有两个有些瘦弱的男子 歇 喜娘说 二钱银子 还没等站稳 几个散户便匆匆忙忙问开了 二钱银子 每日二顿饭 等酒方庄子休起来 可搬入庄里居住 徐木笑了笑 老麻厂整个范围 快有两个足球场大小 即便多住些人也无妨 这样一来 或许还能拢住人心 有无公正 一个男子想了许久 谨慎地开口 自然有的 那 那我等愿意 陈胜 你来安排一下人手 徐木松了口气 吩咐一句后 便往麻厂里走 小臂七江采薇 正气喘吁吁地蹲在地上 待看到徐木走来 脸色惊了惊 又把旁边的半截断树扛起来 你先放下 徐郎 奴家有力气 以前都是 扛二淡柴 先放下吧 江采薇急忙放下断树 脆生生地站在一边 你识字的 识 识得一些 以后 你便不做这些活了 来帮我记掌 江采薇顿了顿 一时不敢答话 垂着头搓衣脚 那会入了望州城 他便已经认命了 一辈子辛劳也无妨 只求过得清清白白 不要被卖到清管 徐郎 奴家怕做不好 为父相信你 这一句 让江采薇恶然抬头 连着徐木自个 都突然觉得有些不对 他是顺着江采薇的话 不知绝间就脱口而出了 为父为父 多起你的词 徐郎放心 奴家一定做好 江采薇红着脸 急忙阴生 那 先如此 起了身 徐木也不知为何 心里头有了些小欢喜 天色惶惶暗暗下 有了七八个散户的帮忙 老麻厂里 很快搭起了几间木棚子 徐木原本还打算 用加班费的噱头 来个挑灯夜战 但想想还是算了 真累坏了身子 这帮人明日也干不了活 东家 那我等先回去 明日再来 七八个散户 分配的玉根糊糊 也舍不得吃 用叶子裹着 急急往家走去 原本停了一日的春雨 这时候 便又翘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不多时 便将整个老麻厂 变成一片湿漉漉的世界 割几个 还是老规矩 三人职业 徐木的话还没说完 漠然间顿主 在旁的四虎几人 也皆是纷纷面色大变 各自从旁取了武器 便重新聚过来 近些的小木棚里 喜娘探头看了两眼 吓得立即缩回木棚 抱着两个孩子 瑟瑟发抖 江彩薇从包袱下 取出老柴刀 紧张地小跑几步 跑到徐木身边 回去 徐木咬着牙 天知道自家的小臂漆 是什么时候学会带刀了 江彩薇红了红眼睛 又匆忙往棚子里跑 却不时探着头 注目着徐木的方向 东家 他们要喊话 陈胜握着铁台弓 手臂微微打抖 让他走近 隔着荆棘篱笆 徐木往前看去 发现此时在老马场外 约莫有六七个晃动的人影 不时鬼鬼祟祟地探着头 昨日思虎的社工 估计是让这些人 投鼠忌器了 毕竟普通百姓 可没有铁台弓这等武器 一无信来二无家 走着吃打着花 敢问 江湖路上是哪家 一道嘶哑的声音 冷冷响了起来 天王盖地虎 徐木差点忍不住要喊出来 这要是个小家小户的 估摸着这些山匪也懒得喊 直接就杀人放火了 东家 怎么回 造王爷姓东 骑白马跨长弓 东家 这是个啥话 陈胜脸色恶然 回就是了 徐木心底也有些打鼓 他哪里懂这个 左右都是些黑话 随便蒙就是了 果然 在陈胜喊出之后 雨中的六七个土匪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估摸着是 摸不着徐木的露数 这年头 带着武器还敢打山匪的 除了官差 几乎是没有人了 即便是官差 也大多走个过场 不了了之 临身夜寒 逃碗水喝 不多时 一个遮着麻面的山匪 抱着一个大碗 急步走到庄子前 木根 他们要喝水 喝个鬼 徐木皱起眉头 自古今来 便有贼不走空的道理 这六七个山匪 摸不到徐木的底 又不想狼狈回山 才想着讨一些东西 你要是积水 问题就大了 似乎 扔一把碎银 九方庄子再见之初 徐木可不想招惹太多的问题 似乎懵懵懂懂地硬了声 从裤装里摸出一把碎银 照着山匪举着的大碗 扔了下去 准头不好 许多碎银蹦见出来 不够 碗还空着 捧碗的山匪 又是一声怒喊 徐木冷笑 这要是来多讨几次 干脆喝西北风 算了 再者 这群山匪连村子 都能搞得家破人亡 又岂是好相语之辈 似乎 射弓 听见徐木的话 早就迫不及待的似乎 急忙摘下铁胎弓 碾上了铁足剑 这 这一轮 似乎总算不负众望 一箭射碎了山匪抱着的大碗 惊得几声怒叫 响彻了山头 早在离开望州城 要建立自己九方庄子的时候 徐木便想过 会有这等事情 却不料会来得这么快 似是为了报复一样 零零散散的几支十足剑 不时落在庄子下的泥地上 都是些简单的木工 自然无法造成太大伤害 四虎 陈胜 射几箭出去 待四虎两人搭弓 匆匆射出几箭 那帮子山匪 已经吓得退到远处 在雨中又骂了一会 才匆匆转回身 往山里跑去 东家 山匪退了 陈胜举着弓欢呼 跑得慢些 我射死他们 四虎也豪气地开口 徐木并没有这么乐观 加上村子的事情 这两子基本上结下了 三人一组职业 明日务必赶工 把庄子围起来 徐木脸色微沉 归根结底 他只想做好撕酒生意 好让自己在这个乱世 多一些傍身的筹码 却不料 总是事与愿违 木棚里 将采微沉默地收回老柴刀 重新压在包袱下 在没入望州城的时候 为了自保 他自个做了把柴棍 提防那些要占他身子的难民 可惜后来丢了 入了城 发现破院有把老柴刀 不知绝间也成了依靠 即便在最开始的几日 躲在屋子里 他有时也不敢睡过去 将老柴刀压在身下傍身 他怕徐木突然醉醺醺地 撞门而入 撕他的衣服 但现在 自己嫁的这个棍夫 好像不是什么坏人 徐郎 奴家也有把柴刀 磨 磨一下 尚可大用 你先留着吧 徐木顿住脚步 转头露出笑容 他何尝不知道 小臂七的心思 过于缺乏安全感 但并非是说 小臂七江采薇的性子 过于谨慎 徐木能想象得到 当初敌人破关 几十万难民恶嫖千里 一路南下 江采薇意在其中 扶着禅病老妇 带着娇弱丫鬟 不仅要护住口粮 还要提防难民的侵扰 大户人家 琴棋书画的优雅小姐 转瞬间 成了带刀傍身 披荆斩棘的好姑娘 两日后 老马场周围 总算是围起了木桩 这样一来 即便是有山匪要抢桩子 也得好好考量一番 作为上一世的装修设计师 徐木有的是办法 让整个九方桩子 变得更加有建筑性 陈胜 这几日多取些高木 左右 老马场北面 有的是林木 不过要费些气力垂树罢了 东家要做啥 造剑楼 徐木淡淡一笑 若是平和时期 自然没必要如此 但现在乃是乱世 不说其他的 单单北面老山上的那帮山匪 都足以构成威胁 有了剑楼 不仅能登高瞭望 而且以俯视姿态 社工驱敌 往往会事半功倍 东家 咱们这是造庄子 还是造营债了 陈胜胡一道 自然是九方庄子 但有备无患 总是没错的 那 听东家的 陈胜 我等会还要去望州城一趟 庄子里的事情 便先交给你 记得了 若是有山匪来 便立即闭上庄门 放出粪烟 东家 我晓得 徐木点点头 只让思虎取了一把坡刀 余下的 都留给陈胜这些人 加上那七八个散户 整个庄子里 也有十几人了 除非是大规模的山匪 否则的话 老马场还是安全的 思虎 上车 思虎豪气地倒提泼刀 扯了扯几下裤带 才咧着嘴欠了进去 你特么快点 思虎甘笑两声 才翻身上了马车 马车驶离了一段距离 徐木才转过头 看着庄子前 那个渐渐模糊了的瘦弱人影 越来越小 直至消失在地平线上 一路上 马车驶得飞快 四十里路一马平穿 便到了望州城门 木哥 进城干啥 问些事情 说着 徐木皱起眉头 城门不远 一个棍夫原本百无聊赖站着 再见着他后 便立即脸色一顿 匆匆往后跑去 似乎 沿着衙门的路走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马拐子这帮人 估摸着 都把他当成眼中钉了 如徐木所想 那名在城门钉梢的棍夫 几乎跑断了腿 终于喘着粗气 跑回了老巷子 怎爹 你真见到那木崽子了 马拐子咬牙切齿 莫得从酒桌上起身 认了许久 真是木根 马拐子宁笑着回过头 看着酒桌上的两人 一个是正捧着酒杯的沙婆 另一个 则是满面怒容的附身 卢方主刚说要拿配方 这倒巧了 木崽子这回入了城 那便留在这里吧 被称为卢方主的附身 亦是憎恨至极的神色 归而先前 就讲了的 某家得了最天仙的方子 美卖一谈 二位便得一两银子 有人摸了不该碰的东西 便打断手吧 沙婆子也站起来 满脸褶子的老脸上 露出凶利的笑容 马 派几个人捅了他的马 只要他今夜留在旺州城 便是一个死字 马拐子宁笑不止 亲自点了几个壮士的棍夫 又下了二两银子的彩头 木崽子 执娘贼 今日等着三刀六洞 此刻 还在富贵酒楼里的徐木 还在和周福商量着定金的事情 五十两 周福脸色微微不悦 徐方主 这有些大了 你如今又不在城里住 四通路老马场 我有官方公证 再收了周掌柜 你也见着了 如今望周城周围 哪里还能收粮食 徐方主的意思 去河周 一轮收的多些 至少一两月内 给富贵酒楼的供应不会断 周福沉默了下 又不时回头 望着酒客爆满的光景 最终眼珠不悦 数了一袋银子 缓缓放在桌子上 这银子 当某家压了宝 若是你死了 便算寄钱 若是我没死 周掌柜便要走大财 周福难得露出笑容 若非是知道徐方主的本事 某家也不敢相信 半月前 徐方主还是老巷子里的一个棍夫 好说 来人 给徐方主上桌酒菜 徐木平静地坐着 一脸云淡风轻 他猜得出来 周福肯定是听见了什么风声 左右这望周城 天色一暗 便是除狗棍夫的天下 木根 老马被捅了 丝虎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路 两手都是血 那把坡刀明显是入敲太极 还有小半截卡在裤带上 丝虎 先坐下吃酒 木根 天暗了 坐下吃酒 徐木微微笑着 还不忘给丝虎针上一杯 旁边挤桌的时刻 突然间躁动起来 顾不得多饮两杯 便匆匆结了账 仓皇跑出去 周福皱着眉头 让几个小丝提着柴棍 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 算是卖了徐木最后一个面子 将酒杯放下 徐木饶有兴致地抬起头 看着富贵酒楼前 黑压压的一片人影 城南的 城北的 城东的 许多棍夫几成一团 还有穿着挂子的酒铺伙计 背着长棍的老打手 周掌柜 这是为何 徐木明知顾问般 又抬起头 饮了杯酒 你赚银子的手段 有些太快 让很多人眼红了 周福叹着气 比起和二月春老酒铺合作 他更喜欢徐木这种兴起之秀 周掌柜 且上楼 若有打坏的物件 我徐木一律照陪 周福皱了皱眉 沉思一翻后 终究是不想趟这道浑水 某家卖了个脸 徐方主 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多谢 徐木拱手 神色依旧波澜不惊 这副模样 让踏着脚步的周福 没由来的心头一震 没染上一身铜锈之前 他上还喜欢读书 山崩于前 而色不变 路奔于边 而目不顺 若非是生活苟且 谁不想 做个仙音怒马的少年 横刀立马 威然面对万千敌 不知觉 周福沉默地拱起双手 行了一个抱拳礼 而后心事重重地踏楼而上 木哥 你是掉卵的人 赶出来走两步 富贵酒楼外 马拐子嘶哑的声音 平地起 富贵酒楼前 几个提着柴棍的走堂小丝 已经有了退意 不时扭着头 看向酒楼里最后一座客人 那位平静坐着的徐方主 跟无视人一般 还在夹着花生米送酒 木哥怕了的 不如把欠我五百两银子 今日便还了 随着沙婆子的声音 几个人高马大的老打手 冷冷挤过人群 惊得那些走堂小丝 又往后直退 退到了门庄后 似乎怒骂两句 抽了泼刀 一声执娘贼 便要拍案而起 似乎 先坐下 徐木淡淡抬头 扫了一眼酒楼外密密麻麻的人影 便再无兴致 早在造丝酒的那一天起 他已经想到了今天 人未才死 鸟未食亡 弱肉强食的年头 全都不够硬 你连站稳的资格都没有 徐木 木崽子 赶出来否 脱离堂口三刀六洞 按着规矩 你的银子桩子 都要没收 嘿嘿 还有你的那个小臂七 听说长得不错 到时候轮着打了桩子 再迈到北边的窑子 一个馒头一轮 汤 一个酒杯 毫无预兆地 砸在马拐子的脸面上 痛得他呲牙咧嘴 周掌柜 爷今日给够脸啊 周福利在二楼的栏杆 沉默地探出一口气 随即背过了身 有些失落地往后走去 风秀于灵 必备催之 终究是太年轻 没看透这个理 哈哈 木崽子 你死气到了 马拐子神色狂喜 不断招呼着身边的棍夫 准备冲进去 把徐木揪出来 徐木背着手 起了身力在门口 突然抬起头 冲着马拐子笑了一下 这笑容 让马拐子心底一惊 死到临头了 这还笑得出来 敢问诸位 胁迫良明 聚众闹事 当属何罪 徐木笑着发问 你在说什么狗屁 不仅是马拐子 连着沙婆子 躲在暗处的卢方主 听到这一句 都没由来地发慌起来 大击励志极言 连铁制武器都不许私有 更别说这类剧众斗殴的事情了 马儿 他先前说过 有官儿傍身 枪枪 没等沙婆子说完 猛然间 后头突然响起了刀剑出鞘的声音 惊得沙婆子脸色发白 他紧张地转过头 仅看了两眼 整个人不由地哆嗦起来 马儿 让人散了 婆儿 粉爹 我还打算猜死木崽子呢 莫问了 晚 晚了 马拐子疑惑地抬起头 往后看了看 慌得要从旁边老墙爬上去 却不料只爬了两步 受那条瘸腿拖累 整个人又重重摔倒在地 在他们的后方 有三个官差 冷冷握着出鞘的坡刀 各自提着一盏油脂灯笼走来 怎地会有官差 这都夜了 沙婆子跳着脚 再细想一番 立即就明白了 怪不得徐木一直微然不动 原来早就通告了官差 该死的 几十余人 若是全力冲出去 铁定是没问题的 但他不敢 左右还要在望州城里讨生活 真惹了官儿 这日子就到头了 城南马拐子 还有沙婆 这挺齐全啊 为首的官差 赫然是那位落腮狐的田松 脸色也有点茫然 事先他也不知道 会有人聚重闹事 只是应了徐木的宴请 来富贵酒楼吃酒罢了 碰 路过马拐子之时 似是为了沙威 田松转过刀背 冷不丁抽了下去 打得马拐子额头甚血 动都不敢动 惊得旁边的沙婆子 匆匆忙忙掏出一袋碎银 塞到田松手里 徐方主 他们 框你银子没 田松回头 语气微微不悦 对于徐木扯虎皮的事情 他终究是有些不开心的 童死偶的好马 几日前花二十两买的 徐木淡笑 你放屁 那是老马 沙婆子颤着手 急忙捂住马拐子的嘴 脸色肉痛至极 又颤微微地摸出一袋银子 递到田松手里 早知道就把这二十两用作收买了 但先前又哪里舍得 田松数了数银子 满意地掉在腰下 滚 都他娘的滚 晚了半步 全拖到天牢 煞时间 原本还不可一世的几十余人 各自践踏奔逃 哭嚎声传遍了几条巷子 有个悲惨棍的老打手 似是很不服气 嘴碎了两句 被后头的一个官差 直接举刀砍下 半条手臂都红了 沙婆子老迈腿短 跑得连发际散开 又喘又叫 最后还是被两个老打手扶着 扛上了马车 徐方主 这是赔的银子 田松缓缓走近 没有将腰下吊着的银子拿起 而是垂下手 微微一指 今日劳烦田兄 这银子 便当我给田兄赔罪了 徐木眯起眼睛 若是有其他选择 徐木都不想与这些官差打交道 可眼下这望州城里 他要避开马拐子这些人的祸 只能屈虎吞狼 哈哈 徐兄果然够意思 田松满意至极 无端端得了这么多银子 即便分一些出去 也够许多回清管业费了 来 三位入座 周掌柜 劳烦添几个好菜 周福重新恢复生意人的产色 只是偷偷看去徐木的目光 隐隐多了一分佩服 这样的人 还是结交得好 带韭菜上拳 徐木不动声色地 又摸出一袋银子 缓缓推到田松面前 这 徐方主 你这也太客气了 迅速抛了两下 发现约莫有十两只树的时候 田松脸色笑得更欢了 徐方主 不 徐兄 有事但说无妨 那两位敬陪莫作的官差 也急忙表了态 就差没跟徐木勾着膀子了 田兄 那我就直说了 我想要一份官方的公证 公证 什么公证 允许自造弓箭的公证 田松放下筷子 脸色漠然一惊 徐兄 你要这个作甚 你也知 我朝对于铁式武器 管理严苛 这 这我可帮不了 一般来说 只有那些富贵大户 才有自造弓箭的公证 将银子重新推过去 田松脸上一阵肉疼 田兄 你误会了 我想造木工 也不过百余把之术 木工 田松神情狂喜 急忙又把银子抢到手里 若是木工 自然无太大问题 用以护装之用 近日四通路那边的山匪 越来越猖狂了 哈哈 好说 我明日便去请示官方 帮徐兄把公证披下来 徐木脸色微喜 使得心里更恶开了花 田松以为他造的是 普通竹片工 但并不是 而是一种大计没有的长工 四通路陵木极多 根本不用担心材料的问题 有了造木工的工证 再造出长工 到时候护装杀匪 必能无往不利 一日上午 收了银子的田松 办事果然利索 早早便把造件 工证披了下来 交到徐木手里 甚至 还重新送了一辆老马车过来 田兄 多谢了 哈哈 好说 以后还有事情 仅可入旺州城寻我 言下之意 只要给钱 便没有办不成的事 就连这辆马车 徐木估摸着 都是衙门收缴的物件 无人认领罢了 木根 往哪走 徐木并无任何犹豫 驾车 离开旺州 经过昨晚的事情 徐木猜得出来 马拐子这些人 必然不会放弃 肯定想着其他的阴毒法子 这等是非之地 还是早些离开为妙 大不了日后 送丝九入城 多小心一些 思虎 停 停一下 马车离着城门 还有小段距离 徐木突然开口 惊得思虎一个急杀 险些撞到路人 徐木沉着脸 跑前几步 将几个解裤子 滋尿的孩童喝开 随后 便急忙弯下腰 将地上一个 昏昏沉沉的老人 扶了起来 这是他第二次 见到风秀才了 比起上一次 更要消瘦了几分 身上呛人的嗖臭 几乎掩过了尿味 你 我认得你 你是我儿 大忌百年难遇的凉将 腹老了 眼睛灼了 等不及你消瘦破敌的喜报了 徐木心头发色 让思虎取来了毛巾 帮风秀才将身子上尿字抹干 前辈 我带你去吃酒 可好 甚好甚好 饮一中破卤酒 杀敌破卤公千秋 木根 何须里 这老疯子 思虎站在一边 神情样样 别胡说 徐木瞪了一眼 也不顾风秀才身上的嗖臭 扶着走进马车 抱了上去 思虎 驾车 天空上 恼人的春雨又突然落了下来 将望周内外古朴的城墙 逐渐染成发鹤的颜色 城门口 榆木中的马拐子 裹着麻带头 神色越发的恶毒 在几个棍夫的簇拥下 眼睛里透出凶利的光 徐木仿若未闻 催促着思虎 马车使得飞快 不多时 便一路出了望周城 带远去一些 一个附身模样的人 才冷冷地抱着袍袖 从后边走出来 卢方主 你该想法子了 附身点点头 寻着马车离开的方向 慢慢眯起了一双火眼 春雨进过的泥道 越发泥泞 甜松心松的老马 似是染了病急 好几次吐着白沫摇摇欲坠 没办法 徐木只能赶一阵 谢一阵 等回到四通路老马场 已经是灯火出上了 是东家 陈胜高声欢呼 急忙让人打开了庄门 等徐木走入庄子 才发现不知何时 已经多了几张新面孔 有男有女 皆是一副面黄肌瘦的模样 是喜娘介绍的散户 人手不够 我便让他们先留在庄子帮忙 等东家回来再说 徐木点点头 走过去认了一番 免得以后过于面声 徐 徐郎 文迅感到的江采薇 语气自责 抬起的头 眼眶还微微沾着血丝 东家 昨夜人手不够 夫人帮忙值夜 值了两少 两少 即是两轮 这对于一个娇弱女子而言 已经是很吃力的事情了 陈胜 昨夜山匪又闹了 闹了的 陈胜脸色生气 我按着东家的意思 早早闭了庄门 这些山匪没法子 便只会装神弄鬼 一会又说有狼 一会又说 要打进来 都没事吧 徐木皱起眉头 北面老山上的那帮山匪 确实是个麻烦 东家放心 大家伙都好好的 我和周尊都带着好工 那些山匪也怕得要死 但我不敢把头冒出去 一时也看不清有多少人 徐木沉思一番 建楼的事情 要必须马上建造了 庄子里 现在有多少人了 徐郎 奴家算过 有十七人 四个娃娃 十七人 即便加上五个赶马夫的家人 终究也是少了些 以后九方庄子运作起来 单单需要的酿酒工 都不止二十人了 但现在 也没有更好的法子 附近的三两村落 在那些懒汉的游说下 几乎把老马场 当成了杀人埋尸的地方 东家 这位是 待陈胜将马车拉入棚子 这才发现 马车之上 居然还有一位 昏昏睡睡的老人 事情一多 徐木也显些忘了 陈胜 搭个新棚子 让他住在庄里吧 毕竟是个秀才 说不定还能有一番用处 说到底了 也是思而心切 才想着戒酒交仇 思虎 将长木搬过来 怕入夜山匪又来 趁着还有时间 徐木打算赶造一个箭楼 用以防御桩子 这世道 就别指望什么官差了 看田松就知道 若想办事情 用银子来敲门 尤其像喜娘这样的穷苦人 男人被杀 官差连查都不敢查 还顺手 拿走了两只弹机 整个大忌 已经被腐蚀到了骨子里 黄昏时分 思虎等人 终于按着徐木的意思 好不容易在庄门侧边 建好了一个箭楼 箭楼虽然不高 但用了厚实的木板 作为挡折 即便敌人有神剑手 只需俯下身子 便能化险为夷 开好的箭窗 虽然不大 但把箭矢瞄准射出去 还是没有问题的 思虎 陈胜 你们都上去看看 闻声 思虎两人急忙跨着铁台宫 几下攀了上去 东家 好高啊 我都瞧见那边村子的人家了 徐木微微一笑 箭楼最主要的任务 便是瞭望之用 若是日后 造出百余把长弓 配合箭楼的瞭望 就算只立在庄子边上 齐齐抛射 则则 这杀敌能力 定然不容小觑 两三日后 九方庄子 已经有了初步的规模 不仅新建了几座箭楼 连着酿酒的大屋 居住的连排牧房 都已经建好 陈胜的家人 昨日也被接送了过来 算一算 如今的整个九方庄子 加上那些散户 也有差不多二十几人了 徐木 只觉得肩膀上 开始有了些发沉 这庄子里的二十几口人 以后可都指望着 他这位东家了 丝虎 去取车 该去河州那边了 丝虎问声问气地 应了句 抓起坡刀 便往前走 我儿 我儿 李破山 老秀才穿着 刚新换的文士袍 不曾想跑极了些 一下子又摔倒在泥地 偏又滚了几下 不多时 又变成了脏兮兮的模样 惹得几个在旁的散户 发出欢快的笑声 前辈 又缺酒了 酒不缺 陈头领昨日 还给我拿了两葫芦 陈头领 即是陈胜 徐木不在的时候 都是安排陈胜来管理庄子 我儿离庄 可又是去打仗了 不打 天下太平了 我正要入宫领赏 徐木艰难应了句 老秀才真正的儿子李破山 早些时候镇守拥关 七百里无援军 在被北敌人破关之后 应当是凶多吉少了 哈哈 我儿定然军功卓忧 好 且去且去 记得戴上麻袋 皇帝老儿不知要赏你多少 沉默地走去马车 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江采薇已经等在马车边 徐 徐郎 奴家也想去一趟 第一次去河州收粮 徐木并不想带着江采薇 天知道这沿途中 会碰上什么事情 听说离河州三十里的地方 前些时候 还有老虎下山 跳出草丛铺人 徐郎 奴家就是有两个丫鬟 便 便是被卖到河州附近的村子 徐木都明白了 感情自己的小婢妻 是想去走个亲 再穿越来那会 他也知道 江采薇带着的两个丫鬟 也算有情有义 为了让江采薇 尽成入苦疾 自告奋勇地卖了身 看着江采薇有些焦急的模样 徐木中就是松了口 那便去吧 若是过得苦 便让他们来庄子里 谢谢徐郎 江采薇大喜过望 慌不迭地鞠躬 徐木心头有些不是滋味 这种身份的感觉 别扭得很 陈盛 开庄门 早等在一边的陈盛 赤着膀子 和两个大汉一起 轰隆隆推开了两扇巨大的墓门 由于陈盛要留在庄子 眼下跟着徐木一到的 除开丝虎外 只有其他两个赶马夫 一个周尊 一个叫周若 是一对本家兄弟 从四通路而去 离这河州有差不多八十里路 即便马不停蹄 也未必能一日到达 徐木已经做好了扎营一夜的打算 东家 前面便是月虎泊了 周尊一边挂上马灯 一边急忙提醒 先前徐木就知道 离这河州三十里左右的路程 便有一处地方 时常有老虎扶草扑人 不知有多少过路客 被扑死后 叼去了山上 此时 天色将近暗透 按着徐木的打算 至少要离这河州 十几二十里扎营 才是最稳妥的 周尊周落 再赶一阵 四虎 行车 三辆马车 迅速挂上了马车 在湿雨和昏暗的世界中 寻着关道 急急往前赶去 路过月虎泊的时候 徐木特地拿起了哨棍 旁边的四虎 也抽出了坡刀 就连着江彩薇 也脸色微微发白 把手伸入小包裹里 东家 过坡了 后头的周尊欢喜大喊 放下哨棍 徐木也松了口气 在上一世 他只在动物园里 见过老虎 即便是被驯化了 但裂口嘶吼的震撼感 还历历在目 木根 木桥崩了 驾着车的四虎 突然惊声开口 徐木抬头往前 气得差点骂娘 在一条不小的溪河前 横在中间的木桥 不知什么原因 已经从中折断 周尊 去看看水位 徐木下了马车 提着马灯 不时环顾四周 这关道两边 竟是成牌的密林 和半人高的吉草 也怪不得会有老虎潜藏 扶草扑人 东家 过不得 周尊垂头丧气地跑回来 身子上的水渍 慢到了肩膀 只能等明日往前看看 有没有浅摊子 过不了河 天色又暗 又怕有猛虎蛰伏 木根 会不会是被剪到了 这桥便是被人弄坏的 不会 剪到的山匪 没有那么傻 会挑一个 有老虎出没的地方 徐木估摸着 是这几天连日春雨 水位攀高 把老木桥尽坏了 隔几个 先把马车围一起 寻些干柴过来 别走太远了 左右也过不去 再这么干耗着 也不是办法 倒不如按着计划 先扎了营 升起篝火再说 徐郎 奴家也去拾柴 不 你跟着我 莫名其妙的 徐木脑海中 又浮现出 上一世在动物园 老虎咧嘴嘶吼的 凶利模样 昂 几只灵鸟 突然从树林深处飞出 在徐木几人头顶盘旋一阵之后 急急往前掠去 飞慢一些 我射死它 似乎恼怒地收好铁胎弓 叠叠不休 徐木眉头越发紧皱 不时抬起头 看向树林深处 但看了好几番 直到眼睛酸了 都没有什么发现 我也捶烂它 似乎大大咧咧 安慰着说了两句 别冲动 徐木正色道 若真遇着老虎 搁几个记住 先跑开距离 马车就不急的话 那便先不管 围了马车 拾了干柴 徐木稍稍松了口气 一般来说 有火光的话 野兽之类的 都不会太过靠近 东家 我去取些吹饼来 周尊拔了拔火 起了身 周尊 在拿壶酒热身子 春雨细细绵 恼人无比 不仅庆了寒意 还平添了几分锅躁 东家 晓得 徐木侧过头 看向旁边 有了困意的江采薇 犹豫了下 解了袍子 缓缓盖了上去 徐狼 奴家不动 江采薇红了红脸 又拿起袍子 劈回了徐木身上 徐木也懒得坚持了 索性起了身 往马车外看去 周尊 即便是最边上的马车 也不过是十几步的距离 周尊似乎是耽误了些 周尊 徐木又喊了一声 脸色迅速变得发白 数不清的林鸟拍着翅膀 从头顶缩缩飞过 目光可及的极草里 隐隐有小兽惊颤的低吼 三匹老马焦躁地扬着蹄子 晃得马车上的物件 咚咚作响 连月光都适时隐秘 被林木的夜梢黄黄遮住 东 东家 大虫跳出草了 周尊战利的声音 在附近暴声而起 周尊战利的声音 惊得在场的几人 皆是脸色巨变 徐木从旁抽出哨棍 恍然往前跑了几步 面前的景象 让他一时惊地咋舌 一头硕大的黄斑 吊金猛虎 威风凛凛 正往下刨着利刃般的巨爪 不断刮出阵阵蹦见的血珠 周尊无愧是条好汉 手里那柄坡刀 死死地护在脑袋前 但即便如此 胸前的位置 也已经被刮得血肉模糊 东家 救我 周尊吐出一句 薄薄的血水 从嘴里咳了出来 救人 徐木不敢再耽搁 喊了一声之后 和四虎周罗二人 齐齐冲了上去 小臂七江采薇 也拿着老柴刀 躺着豆大汗珠 紧张地跟在徐木后面 吼 徐木刚把哨棍打出 巨虎怒撕一声 瞬间将哨棍拍断 周罗红了眼睛 抬起铁太弓 便射了下去 铁足剑透露虎皮 惹得巨虎愈发狂暴 冲着四周又吼了几声之后 往下疯狂拱着虎手 周尊痛叫的声音 越发地吃力嘶哑 四虎 四虎恼怒地抬起坡刀 几步冲到巨虎之后 眨眼之间 便连剁三刀 似是剁到了虎骨 在昏暗中 见起粒粒火星 这一下 果真把那头巨虎惹怒了 气了奄奄一息的周尊 虎尾重重一扫 将四虎扫得裂起之后 便摆转身子 瞬间把四虎扑倒在地 徐木看得牙字欲裂 从地上捡起周尊的坡刀 便朝着巨虎捅去 坡刀才捅入小半截 虎尾又扫起 将徐木状飞到十步之外 徐狼 江采薇惊声一叫 颤手握着柴刀 踏着两条打斗的腿 死死挡在倒地的徐木面前 快 周洛 去把周尊扶走 徐木捂着胸口 咳出几声 那头巨虎 似是恨透了四虎 并未转移目标 此时 两只巨大的虎爪 眼看着就要寡烂四虎的胸膛 四虎 猴 地上的四虎 猴头滚动两下 居然发出近似虎吼的声音 脸色瞬间战红 抬起两条粗壮的手臂 死死固住巨虎的两个前掌 在以前 徐木并不知道 四虎有多大的力气 根据原主人的回忆 有一次收人命租时 为了防止欠债的赌徒骑牛逃走 居然双手倒脱牛尾 将半吨多重的黄牛 一下子脱崩 顾不得身上的酸痛 徐木惊喜地站起来 看着前方羽目中 一个缓缓挺直身子的人影 江采薇惊愕地眨着眼睛 连扶着周尊的周若 也一时惊地说不出话 安德猛是谢 守四方 徐木颤声怒喊 报虎 丝虎也仰起了头 脸上长得越发通红 铁壁般的双手 突然间迅速收缩 死死牵住巨虎的身子 吼吼吼 巨虎的嘶吼 一声接着一声 却挣扎不得 连着两只虎爪 也被紧紧箍住 将周尊放到一边 周若也吼声连天 拾起坡刀 几下冲劲 不断捅入巨虎的腹下 徐木也急忙起身 捡起半截哨棍 疯狂朝着虎头砸去 不知多久 直至泥地上的血水 渐渐被冲刷干净 似乎才抖着两条手臂 缓缓松开 周若艰难地瘫倒在地 抱着坡刀 依然忍不住地打战 地面上奄奄一息的周尊 也睁开眼睛 露出欢喜的神色 徐木扔了半截哨棍 艰难喘了口大气 侧头一看 发现江采薇 还死死握着柴刀 紧张地站在他旁边 死了的 徐木露出轻柔的笑容 他何尝不知道 江采薇是怕他出事情 才一直跟在他身边 但一个弱女子 拿着把破柴刀 又能做些什么 江采薇红着眼睛 急忙跑回马车 翻出了金疮药 挨个开始涂抹起来 似乎 一 他娘力气真大 徐木声音兴奋 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没有抛开似乎 这简直是压对了重宝 木 木根 我饿了 似乎大自行摊开 睡在泥地上 重新恢复了 嗡声嗡气的声音 哈哈 好 等会我亲自给你烤饼子 周洛 你堂兄没事的吧 东家放心 都检查过了 幸好虎根出手得早 都是些外伤 徐木松了口气 撑着起了身子 好奇地往地上的虎狮走去 虎狮倒是没什么太大不同 可不得是 这虎狮的上半身 都快被似乎估成了凹形 连着那双虎眼 也鼓得可怕 周洛 和我把虎狮扛上车 徐木寻思着 这么大一头老虎 虎狮怎么着 也能卖些银子 放了虎狮 周洛按着徐木的吩咐 提了一盏马灯 迅速往前寻找潜滩 约有一个多时辰 周洛才惊喜走回 东家 有摊 不过水还有些深的 哭不得了 徐木不敢再耽误 即便止住了血 周尊的伤刻不容缓 再说 又跳出一头钓金龙虎的话 恐怕真要等死了 催促一番后 三辆马车涉险蹚过西河 连夜往河州赶去 这是 这是大虫 几位当真是好汉 天明时分 徐木一行人 刚入得河州城门 马车上绑着的黄斑巨虎 便引起了阵阵惊呼 妙赞 不过是捡来的虎狮 徐木微微皱眉 这等年头 低调些总是没错的 而且 徐木还有点私心 若是被人发现 是丝虎孤死的 要拉拢走怎么办 虽然说和丝虎有一番情意在 但这些东西 还是能避 则避得好 将虎狮拉到肉铺 连徐木也没想到 卖了将近一百两银子 喜得丝虎 差点要嗷嗷大叫 周洛 去抓药吧 挤得多抓己妇 客栈里 看着转危为安的周尊 徐木常常松了口气 东家 我误了活计 这月便不要工钱了 周尊脸色黯然 实则 他是怕徐木会把他赶走 毕竟被老虎刨开的伤口 起码要休息半月 这年头都是如此 东家老爷们 都不会养废人 别胡说 徐木露出笑容 你好生休养 这月的工钱嘛 周尊脸色变得紧张 卖虎师分你十两 这月再加一两银子 笼共十三两 让你婆娘给你做些好吃的 周尊昂起的头 瞬间虎目蹦泪 周若 你留在客栈 看好你家堂兄 东家 晓得了 卖虎师 各分了十两银子 这样的东家去哪里找 周若已经巴不得 快点回到四通路 把这等好消息 告诉自家婆娘 木根 咱去哪 大街上 似乎舒服地嚼着两张油饼 吃得满嘴油光 采薇 你旧时的两位丫鬟 住在何处 来河州的目的 便是收梁 若是那两个丫鬟的村子进邪 这倒刚好顺路了 徐朗 他们来过信 住在何州吉里外的右坡村 江采薇 脆生生地开口 拿着油饼 也只敢小口小口地咬 怕被徐木嫌弃 即便是刚才挑礼物 也不敢多拿 只选了两匹普通的麻布 最后 还是徐木帮着 选了两条好肉 那便过去 徐木笑着硬道 周尊伤了 再加上原本人手也不够 若是能拉来几户人家 搬迁到九方庄子 不失为一趟好路程 似乎抹了抹手 匆匆驾来马车 未等徐木开口 便已经催促着老马 驶出了何州城 比起旺州 何州安定的模样 可要好太多了 至少没有难民围城 至少沿途走过的百姓 脸色也不见得都是辣黄 所以 对于这次的河州收粮 徐木充满了信心 沿途过去 询问了三两路人 才寻到了右坡村的方向 大忌并没有门牌的概念 若是想找人 只能说出对方的名字混好 当然 还不一定马上能找得到 至少花了半炷香的时间 笼共两千岁盈 徐木三人终于打听到 两个小丫鬟的下落 一个嫁给了徒子 一个嫁给了书生 这倒是稀奇 北方几十万难民惶惶南下 不仅给灰色产业注入了心血 另外 许多半生不娶的老罗夫 也难得娶上了B7 江采薇的两个丫头 算是运气不错 只是卖了生气嫁人 并未被拐到清管窑子里 先去哪家 徐木抬头瞅了瞅天色 细声发问 两个丫鬟 一个住村头 一个住村尾 徐郎 徒子那边 江采薇语气有些交集 大忌徒子的名声 和棍夫一样 是烂倒泥巴地里的银声 徒子 即是徒夫 但不同于城里的肉铺 湘野小村的徒子 大抵是收些猎人的小兽 包皮剁肉卖银子 再加上 徒子往往都是酒鬼 卖出去的 都不够资格下酒的 这样的银声 很多时候都是入不敷出 三人踏着脚步 踩在泥泞不堪的村道上 不多时 便走到了一家破烂不堪的屋头前 似乎扯了扯裤腰带 好让他把破刀显眼一些 这才抬起了手 扣向柴飞木门 筐 木门被重重推开 一个头发糟乱的中年汉子 骂骂咧咧地探出了头 左肾 春河可在家 江采薇走前两步 声音焦急 春河 哦 那奸人好似是叫这个 大汉灌了口酒 亮亮呛呛坐在地上 继而露出微微的争鸣 不过 你们要想打砖 可慢了些 昨日刚好埋了 那小奸人是个脏命 一个柳病挺不过去 便跪在床上哭 哭了几日便死了 二位也过两日再来 如何 我准备入城 再寻个闭气 徐木身子微微发颤 旁边的江采薇 已经有泪水滑到脸庞 似乎 早已经迫不及待的似乎 恼怒地要朝着大汉冲去 却不料 江采薇已经先前一步 拾起了一块石头 红着眼睛 朝醉醺醺醺的大汉砸下 大汉鼓着眼睛 神态僵了一会 一下子摔到地上 木 木根 我还打不打 打断两条腿 徐木心头发色 走过去将江采薇扶起 国之江王 明示哀苦 这吃人的势道 都快把人的骨头嚼烂了 徐郎 春河死了的 江采薇撑着身子 哭得无比凄凉 徐木能够想象 当初一主二仆 从北面逃那儿下 是何等的生死相照 先去村委那边看看吧 这一句 终于让江采薇默然惊醒 急忙往村委方向跑去 木根 书生 应当不会做那些事了吧 抹去拳头的血迹 似乎语气发沉 我也不知道 徐木叹了口气 招呼了一声 和似乎两人跟在江采薇后面 匆匆走向村委 根据江采薇所说 第二个丫鬟叫夏霜 架了个重电田的老书生 焦急地把柴门扣响 带屋里的人走出来 江采薇瞬间喜极而泣 激动地抱着出屋的人影 连身子都颤了 笑 小姐 你怎么来了 出屋的女子村妇打扮 裤腿上还沾着泥巴 似是伙食不好 脸面上已经有了淡淡的蜡黄 不用说 这小村妇 就是丫鬟夏霜了 我夫君还在读书 你们进屋 笑 小声一些 江采薇急忙拿出两匹麻布 递到夏霜手里 小姐 你留着自个做衣裳 奴婢有一遮身就成了 有一遮身吗 身上的那件衫裙 估摸着是男袍子改的 密密麻麻地打满了补丁 进屋 进屋 小声 小声一些 夏霜不忘又叮嘱了一番 不时还抬起头 看着站在后面的徐木 她也知道 自家小姐嫁了个棍夫 棍夫啊 是很坏的人 似乎走在最后 踢着两条好肉入屋 弥漫的肉香气 才终于让那位 久坐登下的老书生 慌不叠起了身子 夏霜 哪来的贵客 自家小姐来走亲的 夫君 一起去看书吧 不急的 已经看了一日 刚好有些累法 老书生几步走前 身上洗白了的文士袍 都明显有些不合身了 徐木犹豫了下 寻思着 要不要留下几两岁银 当投个资 若是日后 这位寒窗苦读的书生 漠然高中了 也好有条路子 可惜 他很快否定了这种想法 他看得很清楚 就书桌上 摊开的那本书籍 并非是什么四书五经 而是一本手抄的春宫黄本 江采薇也识字 刚巧也看见了 转过头来 脸色瞬间通红 老书生不动声色地 收起手抄本 嵌入了裤带里 我原本 想去城中酒楼 与诸多同窗欢聚的 但偏偏身子有些不适 以后再来 莫要带酒肉了 我时常吃的 前两日合周的几个大户 还请我赴宴 吃了顿全露鞋 老书生言语镇定 仿若真是一般 徐木顿住身子 一时不知怎么作答 这年头 寻常百姓里 能吃上肉的人家 可不多见了 提着肉条的下双 这是一个不慎脱手 肉条便滚到了泥尘里 惊得原本镇定自若的老书生 怪叫一声 心疼得急忙弯腰 捡起肉条又吹又拍 徐木脸皮一抽 这模样 该有三两年不知肉味了吧 两条好肉下了锅 只消一会 诱人的肉香气 便弥漫了整间屋子 老书生鼻子都熄红了 好不容易等上了桌 便急忙寻了碗筷 夹了几捧 大口吞咽起来 徐木懒得动 招懒得心死了 从刚才的对话中 他已经了解到 这书生就油文才 已经三十有七 考了十几年的香室 连秀菜也没考上 依旧是个童生 家里租种的电田 现在全推给了下双劳作 自个每日缩在屋头里 看着春宫黄板 小姐 这 真的吗 旁边的墙角里 夏双由于声音激动 不知觉提高了些 真的 徐郎开了九方桩子 夏双 你不如一起过来 江采薇声音温柔 对自己的两个丫鬟 她向来 是同姐妹一般 如今春河死了 愧疚如她 更想保护好夏双 我听说你是个棍夫 夏双还没回话 吃了两碗肉的油文才 已经开始了淡笑 并非是想笑歌 但我身为大忌的读书人 自知礼仪周法 恐怕与歌不是一路人 徐木笑了笑 几乎没有犹豫 我亦不敢高攀 不瞒歌 连老师都说 我今年相识是有机会的 油文才喋喋不休 我已经想过 今年中榜之后 便先去城里买个大宅 再添置几间偏房 请一伙舞鸡常住 徐木打着哈欠 昏昏欲睡 这油文才就 跟个吹牛饭一样 就差没把自己说成文屈心下凡了 正所谓燕雀不知红糊质 所以 我无法接受你的嗜好 希望歌能明白 我没有这个打算 徐木艰难地抬起头 透过木窗 看向屋子外的景色 时间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等会还要去询问收粮的地点 我每月去帮主家抄书 亦有二千银子 并非自夸 我油文才的书法自成一体 连衙门的县太爷也时常夸我 起了身 徐木瞟了一眼桌上的肉碗 发现油文才连肉汁都舔光了 祝油兄今年高中榜眼 叹了口气 徐木实在不想再待下去 怕忍不住抽油文才的耳瓜子 在一旁的江彩薇健壮 也急忙跟着起了身 脸色上带着微微失望 嫁夫随夫 按着大忌的风俗 若是油文才不同意 夏双是不敢跟着去酒坊庄子的 哥儿对不住 我虽然学父舞车 但良情责目而期 恐怕不能接受你的招揽 当然 我今年中了相识榜眼 你自可来吃喜喜 我既然饱读圣贤之书 便不会为五斗米折了腰 徐木脑壳发疼 已经懒得解释了 走吧 三步并坐两步 徐木走得匆忙无比 生怕屋子里的油文才又跑出来 追着啰嗦一番 徐郎 对 对不起 江彩薇也察觉到徐木的不愿 有些不安的开口 没事 徐木堆上笑容 竟然不愿意去 那便算了 左右我给的月份 应当是不少的 江彩薇脆声声地点头 这一轮的走轻 徐木已经很照顾着她了 似乎去取车 不多时 三人上了马车 车咕噜留下两道长长的硬痕之后 缓缓消失在了村口 以后有送肉的 切记要煮烂一些再出锅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家没吃过肉 屋子里 油文才抠着牙缝里的肉丝 攒了好几醋之后 才一起放到嘴里 嚼巴嚼巴 我要看书了的 从裤袋里 刚拿出春风黄板 油文才突然又想起什么 那个小棍夫 先前让我们去他的庄子 每月的月缝是几钱 夫君 小姐问过他了 好像给了一两银子 狂妄 油文才惊得脸色发白 匆忙间 连桌上的童子油灯都打翻了 你 你怎的不早说 哎呀 哎呀呀 夏双脸色委屈 是 是夫君说 不与棍夫交好的 追 追出去 一两银子 我要抄断鸡杆笔头 才赚得到一两 但油文才匆匆忙忙跑出小屋 跑到村道上 却发现 哪里还有徐木三人的踪影 急得他鼻子一酸 堂堂下凡的文曲星 差点忍不住哭出声来 比起旺州城那边的乡路 总体来说 河州的乡路 似要平坦得多 即便是被春雨进了泥道 老马一路踏过 蹄子也撂得极欢 木根 要去梁行 徐木直接摇头 直接去大谢的庄子收 大忌如今有个特色 约在百多年前 随着和北敌人的战争 南下的难民越来越多 其中亦有许多钱财后世的富人 会预先购买地气公正 建好庄子招揽店户 在南边重新落户安家 基本上 和徐木的九方庄子 同出一辙 久而久之 在野外之地 便时常会看见 大大小小的农庄 所以 若是时间宽裕 倒不如直接去这些庄子里收粮 免得还要被梁行的二刀贩子 多砍一刀 沿途过 一路问了三四个农庄 徐木有些庆幸 价钱的话 起码比梁行缩了小半倍 不过人手不足 只能留下四通路的地址 多给了些路费银子 让这些农庄过一两日 送上门来 木哥 这些人在做甚 正要调转码头往城里走 似乎突然恶声开口 徐木正了正 循着似乎指的方向看去 发现在一个农庄之前 至少有二十余人 正面容愁苦地敲着庄门 东家 我等真是电农 世道不公 先前的庄子被山匪打了 老东家活活气死 我等也活不下去了 东家 你收留我等 我等好好做活 徐木沉默地往前看 发现这批人 皆是一脸的蜡黄之色 明显属于那种缺一少时的苦名 可惜 即便这二十余人哭哭喊喊 农庄大门都没有敞开的意思 似乎 去把这些人喊来 徐木淡淡开口 似乎稍顿 急忙跳下了马车 不忘把坡刀嵌入裤带里 才急不往前跑去 不多时 二十余个苦名 便战战兢兢地走到了徐木面前 其中几个穿着单薄的孩童 以为要赏银子 没等父母催促 便马上跪倒在泥地上 嘴里唱着讨银子的吉利话 莫贵 掀起来 徐木叹着气 在他旁边的江采薇 也看着有些难受 打开小包袱 取出舍不得吃的两张油饼 分给了几个孩童 面前的人群里 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庞 响起阵阵咽口水的咕噜声 列位可是要找生见 下了马车 徐木走前几步 踢一个孩子抹掉脸上的泥巴 这幅光景 让二十余个苦民看到 不免一下子生出了好感 这位头家 自然是的 我等原是二十里外 一个小农庄的店户 农庄被山匪打破 老冬家活活气死 我等实在没活路了 敲了七八个庄子的门 都不愿意收留我等 二十余人中 一个年纪稍大的老农人 拄着一根柴棍 缓缓走出 我亦有一个庄子 徐木凝声开口 列位要是没去路 拜我为冬家如何 头家 你农庄在几里路 八十里外 望州城的一个酒方庄子 望州啊 前面的雍棺都破了 那里听说很快会打仗啊 还有难民吃人 徐木面色不变 眼下这帮苦民 都落魄成这样了 若还是挑三拣四 不要也罢 住口 你们都住口 庆幸的是 那位老农人 还是民事里的 立即喝住了后头的议论声 头家 每日分几顿饭 二顿 每月再分十斤粮 徐木的话刚落 二十余个苦民 已经脸色激动起来 这世道 能好好活下去 不被饿死 便是莫大的本事了 另外 每月有二千月份 这 还有月份 老农人腊黄的脸色上 涌起激动的潮红 快 快来 都拜冬家 我等陆山小胡庄 于二十三口 拜见冬家 声音齐整 即便还饿着肚子 却洪亮无比 好 甚好 徐木大喜 这一下 九方庄子里 便又有了一大批的生力军 而且都是老师本分的穷苦人 足以信任 我有言在先 列位拜我成了冬家 吃我的粮 拿我的月缝 以后行事 务必以我为先 自然的 冬家放心 老农人重重松了口气 若非是遇到徐木 他们继续在河州兜兜转转 估计会越来越惨 四虎 去敲农庄 多买几辆马车 再买些吃食来 一脸老马车 至少也要六七两银子 但没办法 没马车的话 让这帮人走路去四通路 也不现实 再者 徐木买马车 实则还有一个不小的计划 等这二十余的苦民吃饱肚子 再取来四辆马车 已经差不多天色昏黄了 回到河州 徐木索性雇了的大棚 先让这些苦民住下 等明日清晨 便一起赶回四通路 四虎 和我去城里走几步 安顿好苦民 徐木抬起头看了看天色 没有早睡的习惯 索性趁着酒楼还未打烊 再去推推销路 徐郎 奴家也去 将采薇脆生生地小跑出来 跟在后边 木根 他定然是怕那些苦民使坏 别胡说 那些苦民 以后是自家人 徐木瞪了一眼 继而才转过头 有些复杂地 看向面前的小臂七 南下千里 难民可比苦民要可怕多了 小臂七尚且获得一家周全 又何须害怕这些苦民 徐木脸色越发沉默 他是担心 自己会出事情 将采薇脉脉垂着脸 也不解释 定定地跟在后边 何州四纵八横的大街 比起旺州还要繁华许多 即便是入夜了 各种酒楼清馆 赌方食谱 依然还未打烊 应有尽有 连着问了七八家 送了几小坛子的醉天仙出去 也仅有两家 愿意小批量地订购一些 徐木也不急 只要醉天仙能打入何州城里 凭着蒸馏的技术 火爆全程是迟早的事情 到时候便不是上门推销了 反而是那些酒楼食谱 自个来酒方庄子逃酒 回去吧 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 没必要再继续待在何州城 只等歇息一夜 便立即赶回四通路 东家 东家回来了 陈胜赤着膀子 站在建楼上欢喜大呼 瞬间 庄门一下子大开 七辆马车缓缓驶入了酒方庄子 下了车 徐木也脸色兴奋 虽然途中遇到了猛虎浮草 周尊也受了伤 但还好 算是有惊无险 只等这一两天 何州城的梁车送来 便可以立即开工 陈胜 陈胜嘻笑着披上衣服 东家 这两日按着你的吩咐 大家伙把庄子围得更严实了 山匪又闹了 这两日倒是没见 不过有望州那边的人过来说 难民闹得越来越凶了 徐木皱了皱眉 几十万难民 食不果腹 长此以往 必然会生出问题 陈胜 让大家伙先休息一下 喜娘 你挑两个人 以后负责给大家做饭 原本在扛着木头的喜娘 听到徐木的声音 慌不迭地急忙点头 东家 这 这又有一大帮人入庄了呀 徐木笑了笑 抬头往庄门看去 二十余个苦民 还有些畏惧地站在门边 都进来吧 胡老 你让人都进来 胡老 便是那位说话好使的老农人 在听了徐木的话后 急忙催促着二十余个苦民 纷纷走入庄子 胡老 先前便对你说了 我这里是酒方庄子 比起农庄来说 还要清闲一些 这两天 我会让陈胜教你们做活计 谢谢东家 老虎头声音梗塞 他原本还担心徐木在骗他们 毕竟这待遇太好了 不仅分粮食 还有月缝 若放在以前 哪里敢想 后头还有空出的木屋 列位这两日先挤一些 左右附近多的是陵木 很快便会搭建起来 二十余个苦民 神色激动 就差没给徐木磕头了 徐木走前几步 踩上了一个木桩 我先前就说过 我等皆是想活下去的人 你们既然拜我为东家 我徐木便答应你们 这处徐家桩 日后便是列位的家 穿有衣 吃有食 有了闲银 还可以给妻子玩 买些糖糕一跑 徐木面前 一张张面容上 都露出憧憬的神情 若非是生活所迫 流离失所 谁愿意活得跟狗一样 敢问列位 若有人打庄 当如何 徐木并没有在说笑 这种事情 是真会发生的 即便在河州那边 都有不少庄子被土匪打了 更别说望州这种混乱之地 只靠官差无用 能只靠的 只有自己 捶他娘的 似乎抽出泼刀 骂骂咧咧 对 捶他娘的 陈胜也怒声大喊 先前的几个马车夫 包括受伤的周尊在内 皆是面无巨色 老胡头嘴巴翁动 遥遥想起 先前农庄被烧毁的一幕 锤 锤他娘的 瞬间 二十余个苦名 也被带动起来 蜡黄的脸色上 隐隐露出坚毅之色 好 徐木满意地走下木桩 他要做的 便是让这些人 凝成一股力量 江彩薇站得有些远 但即便如此 当抬起头 看着那个意气风发的人影之时 不知觉得 脸色微微红了起来 这哪里是什么大忌棍夫 分明是个了不得的天赐夫君 一出木棚上 抱着酒葫芦的老秀才 露出难得的平和笑容 抬起手来 又咕噜噜地灌了几大口 整个徐家庄 到了现在 约有四十多人 除了六七个孩童外 余下的 富人占了大半 偌大的庄子 只有十五个成年男子 这个数目在徐木看来 已经是很满意了 毕竟于大计而言 拉壮丁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 不知多少好汉 死在边关的城墙之下 有了生力军的加入 再加上上一世积攒的装修经验 很快 偌大的徐家庄 已经变得有模有样 除开居住的连排木屋 四座建楼 大木棚搭建的酒方 徐木 还特意在庄子的西侧 围了一个不小的马场 平时没事的时候 便将拉车的老马 放出来奔几圈 左右整个庄子 也有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小 用地是完全足够 按照徐木的意思 酿酒的活并不算太累 让富人轮着来做变形 至于男子 则要做一些重活 譬如垂树送酒 职业护装 徐郎 奴家和喜娘他们商量过了 在庄子边的空地 可以开荒 种些野菜 养些姜鱼 将采薇欢喜地走过来 语气带着兴奋 相比起以前瘦弱单薄的模样 这段时间 明显是健康了一些 娇好的面容上 也有了淡淡的红韵色 徐 徐郎 你怎么了 若是不想也无事 奴家去和他们说 不是这个意思 徐木露出笑容 以后这种事情 你自个做主就成 徐郎 不行的 奴家 奴家不能愉悦 果然 小碧妻还是过不了那道坎 徐木叹了口气 虽然说 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九方庄子 但她和江采薇的关系 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两人之间 好似隔着一层 看不见的隔阂 我答应了 记住 你记账就行 不用帮做杂活 奴家 听徐郎的 刚说完 江采薇也察觉到气氛不对 红着脸往后跑开 枪枪枪 徐木刚要往后走 猛然间 耳边如同被炸了一样 惊得她急忙捂住耳朵 带回过头 才发现 老秀才不知什么时候跑了来 手里 还提着一面锣鼓 玩 玩 宁金收兵了 敌人势大 且退且退 宁金收兵了 徐木有些无奈 又怕老秀才跑得太快 摔到身子 急忙要去扶住 却不料眨眼间 老秀才已经跑出了摆布 东家 那罗我想用来醒夜的 一时不慎 被他抢了去 匆忙追来的陈胜 同样一脸无语 若是深夜之时 有山匪来抢庄 有面铜锣来醒夜 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东家 不和你讲了 我去把罗拿回来 徐木抬头望去 见着在昏黑的天色下 老秀才领着几个孩子 一边提着罗 一边上蹿下跳 追得陈胜气喘吁吁 惹得不少妇人和男子 一时停下手里的活迹 轰然大笑 不知绝间 徐木心头涌起一股暖意 东家 东家快来 突然 陈胜停下了追逐的脚步 反而是脸色苍黄地转过头 高声大喊 如陈胜这样的好汉 能让他如此失态的原因 只有一个 山匪 东家 是山匪来了 剑楼上的周落 也同样大呼 似乎 带人上剑楼 吩咐了句 徐木冷冷往前 踏着木梯 走上了木墙的横板 东家 这得有四五十人 陈胜取来铁胎弓 急忙站在徐木身边 徐木咬了咬牙 面前的景象 对于普通人而言 确实有些惊骇了 昏黄的夜色下 几十个山匪 各自举着火把 手提武器 冷冷裂在桩子之外 为首的 是一个骑着黄镖马的大汉 披着一件铁锈斑驳的旧兵甲 似是瞎了右眼 一直绑着眼罩 但即便如此 那谨慎的左眼里 依旧透出圣人的目光 黄镖马上 有一把马朔模样的铁制兵器 在火光的映照下 闪着凌凌寒意 某家寻山狼彭春 路过贵庄 打声招呼 声音嘶哑无比 如破了的风骨 徐木冷冷立着 某家大威天龙徐木 见过招呼 庄子外 骑在黄镖马上的大汉 微微一震之后 爆发出极度的快火声 那群跟在他身后的山匪 也闹哄哄地举起火把 不断打着锅躁的响哨 木根 要不要射弓 似乎怒转头 先等等 徐木声音冷静 若是这什么寻山狼要抢庄 绝不会这样光明正大的 反而会摸黑靠近庄子 翻过木墙 哈哈 如徐木所料 那位寻山狼 像抽风一样笑了几声 夹着马腹的右腿 默然一抬 眨眼间 便将那柄马朔抓在了手中 这 近处的一株树木 随着马朔的挥砍 阴声倒下 几十个山匪 爆发出愈加放肆的喝彩声 彭春收回马朔 仰起头扇笑了几声 便打起缰绳 领着人马 呼啸着往北面老山跑去 这是怎的 来了又跑 再立威 徐木冷笑 九方庄子的银盛 赚的银子太多 这帮山匪 接下来要大开口了 不过徐木有些好奇 寻山狼没有直接谈话 莫非是还拉了中间人不成 果不其然 在山匪离开没多久之后 两个晃头晃脑的人影 悠哉悠哉地走到了庄前 东家 是村子里的两个懒汉 徐木微微皱眉 这些村里懒汉 与山匪暗通 霍霍了整个村子 现在倒好 又来做马前卒了 列位还不开庄 为首的一个懒汉 声音叫嚣 扯着山匪的虎皮 如同一位巡游钦钗 我奉老北山上 两位大王的话 速速开庄迎客 若晚了半分 明日便发兵打庄 整个垂烂了 发兵 一群乌合之众 也敢谈兵乏征战 东家 怎么办 陈胜紧张地发问 徐木回过头 看着庄子里缓缓俱来的人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惊骇 官不斗匪 而匪欺压于名 这已经是一个 彻底病态的朝代 望周来的小东家 你好大的胆 抢庄之日 有你哭的时候 徐木目光发冷 他觉得 是该给庄里的人 做出一番表率了 这个世界上 鱼虎谋皮 向来都是下场凄凉 陈胜 曲长弓 徐木语气发尘 时间太紧 现在整个庄子里 在徐木的尖造之下 也只打了五把硬木长弓 要知道 后世的这种长弓 并不同于大忌盛行的竹片弓 而是火烤硬木弓身 驱成一米八以上的鞠躬 另外 还需要收集麻草 晒干之后 搓成细小麻丝 上白条搅在一起 方能成弦 衙门的公正 是可以自造百余把 但依着徐木估计 起码要差不多两月 才能完全赶造出来 此刻 听着徐木的话 陈胜梅游来的脸色一惊 登登登跑去剑楼 摘下了一把长弓 另有一壶家常的十足剑 东家要射弓 会显 徐木语气平静 在上一世 有时闲暇 他会去射剑场玩个半天 虽然不至于百分百重 但准头还是不错的 当然 除了力量问题 原主人的身子 即便休养了一段时间 依旧还有些孱弱 莫的办法 徐木只能学着西方的开弓办法 用脚踏住弓弦 把弓弦拉张 而后再回了手 紧紧绷住 嘿 好胆 真是好打 老北山的大王说了 每月二十两人投钱 若是还不给 这一回便要生气 烧了你的狗庄子 庄门外 两个懒汉一唱一和 叫嚣的声音 让庄子里头的不少人 都变得有些束手无措 大忌土匪的恶名 早已经让人畏惧不已 徐木眯起一边眼睛 转过长弓 瞄了几息之后 漠然松手 崩弦 庄门下 一个静歇的懒汉 猛然间扑倒在地 嘴里发出死了爹娘般的惨嚎声 吓得另一个急忙抱头 匆匆往前跑去 旁边的陈盛呆了呆后 猴头里瞬间发出欢呼之声 开庄门 把人拉进来 将长弓放好 徐木冷冷开口 似乎得了命令 立即打开庄门 恼怒地冲出去 只消一会便将一个死狗般的懒汉 拖入了庄子中的空地上 而等 等好大的胆 老北山的大王 定然不会放过 围过来的人群 其中有不少 还带着七七之色 原本在一边的喜娘 在看了看后 抓起旁边的柴棍 朝着那位被拖入的懒汉 重重打了下去 家里男人被害死 很大的原因 是这帮懒汉 把山肥引入了村子里 而且 在男人死后 这帮懒汉还逼迫他去卖身子 拨幅垂水 连孩子都差点饿死 喜 喜娘 你别打了 地上的懒汉 痛得在地上打滚 再没有先前的嚣张之气 喜娘 等一下 徐木叹着气走来 握住那根染血的柴棍 喜娘红了眼睛 冲着徐木点点头后 听话地推到后边 我且问你 老北山上 有几个山肥 徐木声音骤冷 他估计 刚才那一批 应当不是全部 懒汉 呲牙咧嘴 还想吐几句狠话 却被思虎踩着被射伤的小腿 痛得直哈大气 东 东家 有 有六七十人 六七十人 徐木面色微变 六七十人 已经是不小的犯罪团伙了 还有呢 快讲 什么老北山二大王的 全讲出来 思虎冷不丁又要抬脚 吓得地上懒汉 急忙一股脑 都倒了出来 二大王你们见过了 是先前的寻山狼彭春 大王叫洪洞 十一把长刀 武功高强 闹了几年了 差不多二年 两人原先是北面大营的骑枪手 战士不利做了逃兵 一路逃到四通路 又拉了许多人手 做了山匪大王 逃兵 徐木正了正 先前因为庄子的事情 过于忙碌 并没有太多时间来理会那伙山匪 现在居然说 这所谓的老北山大王 原先是大计军营的骑枪手 即便军部不管 当衙门官差 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可见 大计的底子 腐蚀到了什么地步 小冬家 每月只需交二十两人投钱 二位大王便 便不会为难于你 徐木冷冷一笑 今天是二十两 过几天便是五十两了 还是那句话 与虎谋皮的人 向来死得最惨 四虎 扔出去 文生 四虎立即弯腰 拖着懒汉的伤腿 带拖到门口 恼怒地往前一甩 懒汉便惨叫着飞了出去 闭装门 两扇巨大的木门 在夜色中缓缓关闭 空地上 围着的人群 脸色已经平缓了许多 似是刚才徐木的举动 极为大快人心 有时候 比山匪更可恨的 便是这种为虎作娼的恶徒 且算 回去休息 走回边上 徐木的目光越发凝重 陈胜 你来安排人手 以三个师生为一轮 每轮职业的 至少要四人以上 若发现山匪抢装 立即敲锣醒夜 如今的局面 已经是彻底和老北山上的山匪闹掰了 当然 这也没有第二个选择 庄子里的十五个青壮男子 只要把胆气练出来 将是护庄的主要力量 东家放心 事关重大 陈胜急忙点头 小心一些 记着我说的 山匪围住庄子 便先把身子藏在剑楼 即便是简易剑楼 也能很好地挡住山匪的弓箭 东家 我们都晓得了 徐木面前 十五个青壮大汉 包括四虎在内 都脸色认真的点头 好 职业的留下 其余人先回木屋休息 揉了揉有些发沉的脑袋 徐木脸色依然有些不好 穿越而来 屋背景屋靠山 要在这种乱世生存 实在是太难了 走回最正中的木屋 徐木刚要走入 却发现不知何时 小碧妻江彩薇 已经在里头 弯着单薄的身子 替他铺好了床路 徐 徐郎 床铺好了 江彩薇脸色带着红韵 徐木敢打赌 这时候只要他开口 江彩薇肯定愿意留下来 一夜星号星号 但 这不是一场爱情 只是 一根无形绳子的束缚 徐郎 奴家走了 江彩薇紧张地搓着衣角 神色有些不自然 洛华 小心一些 晓得的 木屋里的灯光 映出两人的身影 一个久久站立 一个转过了身 踩着小碎步往后走去 夜色深阙 徐木睡在木板床上 一时思绪万千 脑海中 时常跳过江彩薇的单薄身影 沉默叹了口气 徐木将童游灯脸的微弱 打算休息一番 迷迷糊糊之时 徐木手臂一凉 回过头 才发现木板床上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窈窕的人影 未等开口 便被人影紧紧抱住 彩薇 不对 将彩薇那害羞的性子 断然不会如此 推开人影 徐木急忙碾亮了灯光 发现面前的 居然是喜娘 东 东家 喜娘脸色羞红 连着声音 都变得微微发颤起来 喜娘 你这是作甚 东家 东家 我洗尽了身子 我不脏了 东家 你打 打砖吧 徐木沉默地抬起目光 发现面前的喜娘 不仅换上了红兜兜 还披了剑薄纱 在灯光的映照下 显得风情万种 东家 我不喊出声 别人不知道 喜娘红着脸 似要躺下去 她一下子明白 喜娘这是在报恩 左右在古人的思想里 都有以身相许的说法 徐木已经有了臂妻 相许是不可能了 只能许身子 喜娘 你快起来 徐木咽了口唾液 最终还是忍住了心里的龌龊想法 家人在前 说无动于衷 那肯定是假的 东家 我不脏的 我洗了几遍身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徐木叹着气 揉了揉额头 才让脑海中的清明 慢慢充斥起来 喜娘 你不用如此 你能来帮我做活计 还带来不少散户 我已经很感激了 东家 莫不是嫌弃 我不说的 我谁都不说 我只想报答东家 没有东家 孩子都饿死了 你真要报答我 自然是的 喜娘脸色大喜 眼看着又要闭上眼睛躺下去 掀起来 徐木深感无奈 再这么下去 他迟早要把持不住 若想报答我 明日去帮我多摘些麻草 如何 摘麻草 便是为了做长工之嫌 虽然这几天都有摘 但终归数量太少了 我 我听东家的 喜娘也明白 面前的这位小东家 似乎真没有打砖的意思 再耗下去 估计还要惹生气了 回屋休息吧 下次可别这样了 徐木苦笑道 听 听东家的 穿着薄纱 喜娘红着脸 刚走到门口 突然 又是一道人影 恰好走来 徐木脸色大惊 起身走前一看 发现居然是江采薇这个妮子 捧着一床被褥 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 喜娘也一时正住 不知该怎么解释 徐 徐郎 今夜有些动了 奴家来送被褥 江采薇垂头站着 捧着被褥的手 似是不安地发抖 徐木心里骂了生娘 这婚外出轨 实锤了 喜娘 你先回去 站立不安的喜娘 带着愧疚无比的神色 慌不迭地往前跑去 我并没有做什么的 徐木咳了口嗓子 心想着 还是要解释一下 徐郎 奴家不生气 奴家只是逃难的臂妻 徐郎能收留 奴家已经很感激了 江采薇依然垂着头 不敢抬起来 我真什么都没做 徐郎纳妾也好 徐欢也好 奴家都不生气 奴家只是臂妻 以后 也会好好服侍徐郎 你先抬起头 江采薇颤了颤身子 破天荒的 没有听徐木的话 还是把头捶着 徐郎啊 天晚上要动了 奴家把被褥放好 就 就回去了 徐木心底发色 江采薇的声音里 分明是带着哭腔了 沉默了下 徐木让给了身子 江采薇捧着被褥 依旧紧紧捶头 待把被褥放下 转过头时 一双眼睛已经通红 没等徐木多看两眼 一下子又把头捶了下去 徐 徐郎 奴家先走了 我没做那些 算了 你好好休息 江采薇陶冶式的身影 仓皇往前跑开 春雨连绵不断 没等放晴两天 便要毫无顾忌地落了下来 将庄子周围的世界 染成了湿漉漉的一大片 东家 梁车来了 见楼上 传来周落呼喊的声音 似乎匆匆把庄门推开 不多时 十几辆马车 再满了粮食的马车 鱼贯而入 哪位是徐方主 一个背着铁棍的中年大汉 拿着文器走近 大汉后头 十余个背着长棍的青壮 也慢慢靠近 谨慎地看着四周 这些人大多是武行 实则和走标一个兴致 替雇主送货上门 赚些正规的刀口银子 徐木大方递付了尾款 不忘打赏了小袋碎银 递到中年大汉手中 徐方主最近小心鲜 收了银子 中年大汉的语气 也温和起来 怎么说 我等随车路过老北山南面之时 发现有山匪在晒刀了 晒刀? 徐木正了正 土匪晒刀 那便是说 近些时间会有吃大户的行动 让其他地方的瓢把头 莫要靠近抢食 老北山 二大王 徐木皱住眉头 晒刀的目标 无疑是他徐家方了 严禁于此 徐方主须注意 多谢好汉 中年大汉点点头 带卸完粮食 带着车队又使出了庄子 不多时便消失在 茫茫的林路之中 陈胜 先让人把粮食搬到古仓里 东家放心 徐木回头往前 眉头越发紧皱 老北山上的那伙山匪 已经成了压在他胸口的大山 现在尚且有庄子庇护 但以后呢 收粮送久的 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庄子里吧 似乎 撒着梯子跑得正欢 徐木看着 脸色有些可惜 可惜只是些老马 若是那种能上战场的猎马 才叫真正的良居 不过 按着大忌的市价 一匹好些的猎马 至少要上百两 以他现在的身家 最好是别想了 北敌人近百年 在与大忌的交锋中 能频频获得大胜 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便是北敌人的草原里 有着数百个上好马场 木哥 人齐了 徐木抬起头来 看着面前十余个形状 陈胜这些人自不用说了 原先就是赶马夫 在马背上讨活的 剩下的人 估计连马都没骑过 东家 我 我会一些 人群中 一个年纪小些的青年 急忙举手 我小时 和庄里的少爷交好 他借着小马 给我骑了几回 不错 虽然心里叹息 但表面上 徐木还是大方地夸了一句 那么都选一匹马 骑着看看吧 不多时 情况惨不忍睹 除了陈胜四人之外 即便是那位骑过小马的青年 也摔得满脸泥垢 东家 看我荆棘独立 陈胜嚣张地在马背上站起身子 果然玩了个荆棘独立 看个卵 徐木揉着额头 山匪说不得这两日就要抢装 人手劣势的情况下 只能出骑兵 而这十多匹老马 寄托着他的厚望 五个赶马夫 偏偏还有个周尊受伤了 你们这两日都不用做活 就留在小马场里 练好骑马 练得好了 每人赏一两银子 十余个青壮听了 又是一阵欢呼 陈胜 你脸草的 别荆棘独立了 赶紧的 把人给我交好 木根 我呢 四虎 你不行 为啥呀 木根 四虎脸色激动 那些个老马 都拖不动你跑几步的 我有其他事情要你来做 四虎连老虎都能报死 做个小骑兵 着实施浪费 那 我听木根的 徐木自己也不确定 那些山匪会什么时候杀过来 围巾能做的便是尽所有的力量 挡住这次抢庄 庄子难面 偌大的九方 梁氏已到 按着徐木的意思 不管是到如何变换 但活命的银盛 绝技是不能掉 除开要练骑马的十余个轻壮 近乎所有的人 此刻都在九方忙得热火朝天 徐木不厌其烦地来回走着 给那些一知半解的九方工 认真讲解着酿酒发酵的步骤 当然 最后关键的蒸馏法 安全起见 在庄子还没壮大之前 徐木打算 还是亲自上阵 东家 吃赏午饭了 喜娘立在九方门口 脸红得要滴出水来 昨夜里的事情 每想起一轮 她便会暗暗脆骂自个一轮 要是这位东家生气 把她赶出庄子 该怎么办 喜娘不敢再想 一边垂下头 一边又忍不住可怜巴巴地偷看着徐木 徐木点点头 笑着往前开口 列位 徐家方可不是恶人庄子 且吃了赏午饭 再来忙活 酒方里的诸多人 惊喜地停下活计 谢了东家 二三一群 纷纷往外走去 不多时 只留下徐木一个 孤零零地立在酒方边上 东家 东家 喜娘从拐角闪出身子 眼睛里满是泪花 徐木正了正 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生怕小臂七江彩薇 又从哪会恰好冒出来 东 东家 我脏 我贱 还请东家莫要生气 喜娘的声音 近乎苦苦哀求 你不脏 徐木沉默了会 认真开口 在本东家的心底 你是个好娘亲 真的不脏 比很多人都干净 喜娘愣了愣 捂着嘴巴 颤着身子 慌不迭地鞠躬 等发酵的酒香气 扑上鼻头 徐木算着日子 才发现不知绝间 已经过了三日 整整三日 山匪未陷 明明都晒刀了 明明都不死不休了 还在等什么 不过这样也好 能让小马场 练马的十余个青壮 有了更多熟悉的时间 寻了一遍酒方 发现没有问题之后 徐木迈开脚步 匆匆往小马场走去 未走出摆步 抬起头 便看见了一脸憔悴的江采薇 蹲在地上 帮着一个村妇洗野菜 没记错的话 小鼻七好似是躲着他几天了 即便偶尔碰上 也匆匆地打了招呼 捶着头快步走开 采薇 徐木犹豫了下 唤出一句 原来还想着和江采薇之间 只差一层窗户纸 现在倒好 闹了个乌龙的婚内出轨 窗户纸都换成铁窗条了 徐 徐东家 奴家去算账 陌生地像山河故人 徐木还在愁戳着一些关系回暖的话 没等回神 江采薇单薄的身子 已经消失在了面前 分两亿 左右包抄 凿川乃是骑枪手分割战场 最基本的战术 都给我多练几回 即便老马跑死了 本东家也会重新去买 小马场里 十余个轻壮 皆是汗如雨下 三日的时间 冒雨又曝晒 加之一次次的落马摔倒 不知绝间 让他们原本唯唯诺诺的性子 变得沉稳了许多 轻其为急 重其为坦 徐木声音发沉 若你们好好学了骑马的本事 日后有了银子 我便答应你们 会购几匹梁居跑甲 相赠列位 边莫听 深莫外 骑行之威 乃是骑枪所指 寸草不生 这时候的大忌还处在不骑混编的阶段 当然 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忌境内的马场 寥寥无几 一般的战术便是步兵行中阵 骑兵看时机包超两亿 成功率并不高 反而是纯骑军的北敌 以轻骑为主 配合小型马功 迂回奔舍 将大忌的几个定边营 打得抱头鼠窜 再练 抛雀思绪 徐木冷冷背手 紧盯着场中的情况 骑着一匹花色老马的陈胜 仗着骑术贤熟 迅速迂回之后 冷不丁伸长了脖子 周洛 东家是怎么了 今日四十很生气 周洛喘了口气 圣哥 估计是山匪要来抢装 东家心情不好 陈胜 你脸草的 给本东家认真些 陈胜缩了缩脖子 急忙正坐起来 双腿一加马腹 带着后面的十余人 继续在小麻场里绕圈奔袭 高高的柴垛 风秀才 把手伸入胸膛 搓出一个拟丸子后 才悠悠 灌入一口酒 北方敌人皆笑 我大忌无奇 却不知一个小小的酒方庄子 练起了骑行之术 我儿李破山 曾站在雍关城头 以酒是刀 以弓挡骑 六千蒸蒸城下谷 无意不是大丈夫 十几车的粮食 即便用了不到一半 发酵蒸流出的最天仙 也有百多坛 除开给旺州城富贵酒楼的 以及河州的一些 也剩下差不多三十坛 当然 酿酒蒸流并不困难 困难的是 要如何把酒送过去 老北山上 山匪晒刀 是要抢了徐家方 这才是最破在眉睫的问题 东家 我等准备好了 陈胜十余个青壮走来 一脸的怒意 党人钱财 无异于杀人父母 你们先不急 徐木皱住眉头 陈胜这些人要用作骑兵 不能轻易暴露 那怎么办 徐木揉着脑袋 深思了一番 思虎 让人把水装入酒坛子里 掀出一辆马车 记得用小麻厂里的那匹病马 病马是先前官差田松松的 眼看着没几天活头了 木哥这是 别问 按我说的做 很快 约有五十个水坛子 被搬上了马车 思虎 记得慢一些驾车 如有山匪捡到 便立即下车跑回来 马喝酒都不要了 不要了 先回来再讲 思虎样样地驾骑马车 不忘带上坡刀 带庄门一开 便立即驶了出去 徐木急忙走上剑楼 发沉的目光 紧紧盯着马车离开的方向 果然 约不到半里路 十几个模样嚣张的山匪 便立即从林路两边跳了出来 挥舞着手里的棍棒武器 思虎不忘徐木的吩咐 恼怒地骂了两句 立即跃下马车 往庄子跑了回来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解 老北山上的山匪 分明是要把九方庄子的生意 彻底搅黄 赌了货运 过不了多久 即便是老熟人周福 估计也不敢再下订单了 木哥 捶他娘的 跑回庄子的思虎 只觉得憋屈无比 若非是徐木盯住 他早就抽出坡刀砍过去了 砍了一批 又有一批 没有卵用 若是有足够的银子资源 徐木敢打赌 老北山上的两位大王 会拉起越来越多的人马 这世道 左右官都不会管 即便是说来剿匪 也只是走过过场 采薇 庄里还有多少粮食 原本江头埋下的江采薇 冷不丁听到徐木的话 急忙脆生生地开口 东 东家 还有五百多斤 江采薇的话 亦是让徐木越发地不喜 不仅是酒送不出去 还有他和江采薇之间 越来越陌生地隔阂 这两三日 便是交货的时间 着实不能再延误了 东家 怎么办 今日先不送 徐木沉下声音 陈胜 带着人继续练马 十余个走来的壮汉 神态有些疑惑 又不敢不听 急忙转了身 往小马场走去 似乎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木根放心 早削好了的 不多时 似乎便抱着二十余杆笔直的木枪 放在了小马场边上 木枪杆之上 由于不能用铁枪头 磨的办法 只能把枪头削尖一些 裹了一层石皮在旁 增加重量 每人十两杆木枪 这些木枪 皆是用笔直的硬木制成 长度有两米左右 这还是徐木算计了老马的冲锋力 若是真正的马上骑枪 至少有三米多长 借着裂马冲锋的速度 一枪便能戳碎敌人的铁甲 每人两杆 意思更为简单 毕竟没有铁矿做成枪翼 加之这帮轻壮严格来说 还算不上骑枪手 用力不均的情况下 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 木枪刺入敌人身子 便拔不出来 那么这时 只能放弃手上的木枪 换取另一把备用的 十余个轻壮 急忙各提起两杆木枪 方才一脸狐一递上了老马 恶马 以枪尾部分加于腋下 待临战之时 再把木枪推出去 练 小马场上 十余个轻壮 按着徐木的胶带 开始勒住老马 慢慢熟悉着刺枪的动作 别小看这套动作 据说是有一小胜多的经典战力 若非是上一世 喜欢浏览军事贴吧 徐木也不能完整地揣摩出来 这时候的大忌骑枪手 还停留在骑枪冲刺的阶段 冲杀威力过于弱小 不到两个时辰 连自诩骑马小能手的陈胜 也累得气喘吁吁了 腋下位置 被木枪磨得肾血发疼 好 以老马奔袭绕圈 再练三个时辰 骑枪手真正的杀伤力 只有在猎马奔袭的时候 方有最大威力 马场里 陈胜等人咬着牙关 按着徐木的叮嘱 骑着老马 越奔越快 继而把夹在腋下的木枪 狠狠刺了出去 一道道隐隐的破空声 让徐木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等很不幸 生逢乱世 天地不公 官府不仁 能让我等自救的 只有手中的武器 听东家的话 上至高堂 下至至己 我等已一无所有 现在 正是我等拼命之时 似乎 取草人 小马场上 不多时 便摆上了一个特制的草人 徐木特意在双肩 肚腹 以及脸旁的五官之上 用红烟纸涂了印记 这些人体位置 只需刺中其中一处 便能让敌人 很快丧失战斗力 十二匹老马 以绕圈为一轮 长枪锁止 戳碎敌人的胸膛 开始 直至天色暗下 十余个青壮 依旧骑着老马 不断在苍茫的夜色中 刺着手里的长枪 挑灯 有七八个妇人 急忙将马灯点起 悬在小马场的四周 练下去 而等的妻儿 皆在驻足观看 马场里 响起阵阵怒声高吼 徐木转过身 沉静地往回走去 要想再乱世活下去 他没有办法 只能把这些 投靠庄子的人 紧紧绑在一起 似乎 就让人准备好酒坛 明日一早 我便亲自带人 去往周城送私酒 时间耽误不得 误了酒楼的生意 即便蒸馏私酒再好 也终归要被淘汰 木根 山匪怎么办 不破 则不利 清晨 庄子外 还是灰蒙蒙的事件 徐家方里 早已经热闹成一片 装酒的装酒 套车的套车 唯有十余个轻壮 冷静地立在一边 等待徐木的吩咐 取枪 披上马挂 所谓的马挂 不过是 塞了干草的挂子 连保甲都算不上 仅有些许微弱的防护 两辆送酒车 十个骑枪手 这已经是徐家装目前 能拿出的最大力量 开装门 东家说了 开装门 擦擦擦 两扇巨大的木门 发出摩擦的刺耳声 出装 徐木踏上马车 和四虎共乘一辆 后头另一辆 则是另外两个轻壮 而石骑老马 有陈胜带着 小心地跟在后面 装子里 江采薇站在剑楼上 看着渐渐远去的人影 直至消失不见 才沉默地收回了目光 他突然很后悔 喊了徐木几天的东家 徐郎 小心啊 垂下头 江采薇自言自语 声音哽咽 日头未现 陵路两边吹来的山风 依旧动得人身子发寒 多远了 木根 二里低了 若是人手少些 估计一离开庄子 折服的山匪 便立即冲过来 寒打寒杀了 徐木有理由怀疑 山匪即可能在聚容人手 他回过头 看了一眼在荤色中 紧紧随后的十七老马 不知绝间 手微微握成了拳头 木根 别担心 似乎在旁 问声问气 徐木点点头 刚要说两句 呜 一声刺耳的嘴善 立即在林道两边 突兀地响了起来 山匪打哨了 徐木皱住眉头 旁边的思虎 也急忙抽出泼刀 前几日送甲酒并马 徐木已经能确定 这帮老北山上的山匪 分明是要把庄子周围的林道都捡了 将徐家方彻底封死 思虎 几人 约有三四十 徐木眉头越发紧皱 三四十 几乎是老北山一半地喽啰了 还真舍得下血本 借着荤色的光景 之前一个又一个山匪 宁笑着踏了出来 在围城挤排 嘴里发出叫嚣的呼喊 徐方主 哒哒哒 一起黄标马上 寻山狼 彭春扛着铁马朔 声音善然 你可舍得出来了 兄弟们一番好等 差点忍不住要把庄子烧了 每月头前涨到五十辆 另外 把最天仙的秘方一同交出 至此 我便不挡你的生意 让你平平安安地走大财 涨啊 马车上 徐木冷笑 涨啊 彭春脸旁一下变得猙獰 也是作匪的 既然你不听话 便该多吃些苦头 那你过来 我把银子给你 你放我过去 如何 徐木笑着往腰下掏 彭春顿了顿 继而微微一笑 骑着黄标马 缓缓往前夺去 他不怕徐木有花招 一个九方庄子的小东家 还能藏什么本事不成 银子且数一下 当 一旁的丝虎 漠然间急急抬刀 照着彭春的脑袋 便起身砍去 可惜 被彭春迅速抬起铁马朔 稳稳挡住 火花在昏色中蹦践 巨大的坠立 惊得彭春急忙抽马回身 不敢再迎接 银子还取不取 徐木起了身子 面色变得发沉 取了尔德狗命 再取银子不迟 彭春也没有料到 在普通不过的庄子里 居然还有力量奇大的好汉 他不敢再设想了 安抚了好几下黄标马 才越发猙獰地昂起头 把二指伸入嘴里 打了声响亮的马哨 煞世间 再后的几十个山匪 进阶怒声狂呼 各自提着武器 即便是毫无章法 也汗不畏死地冲来 徐木神色不变 将马灯高高提起 踩过盘子 你庄子除了些小村妇 不过十来之人 所以 你有什么底气 彭春眯起眼睛 若非是大哥 为了拿最天仙的方子 某家巴不得 一刀把你剁了 徐木不达 将马灯高高挂在车架上 几十个山匪 眼看着就要冲到面前 今日便断了徐家庄的生路 男者砍之 女者掳掠上山 无用孩童 可扔入火中焚尸 徐木额头上 默得清金爆起 他仰起手 冷冷指向前方 陵路后方 浑色的沉雾之中 拾起老马 慢慢显出身形 马上的十个好汉 木枪夹于夜下 冲杀 打头的陈胜 一声怒吼 昂 马边抽打 如同霹雳之音 眨眼间 拾起老马 并呈一字长阵 如卷起的浪头 汹涌撞来 几个反应慢些的山匪 未等开口怒喊 便被急赶木枪戳碎了肩骨 哀嚎着摔倒在地 骑枪手 彭春面色大惊 急忙架起黄标马 迅速掠到一旁 怎地会有骑枪手 作为曾经的定边营骑枪手 彭春自然明白 马在冲锋之时 爆发出的可怕力量 迂回 站在马车上 徐木冷冷吐出二字 冲锋示弱的十七老马 陈胜等人听到徐木的声音后 立即调转马头 轻抚了一阵马腹之后 第二次高扬起马鞭 东家有话 迂回 凿川敌人 东家有话 我等速速迂回 劳川敌人 十七彪悍的黑影 自东往西 又从西往东 来回冲杀了好几番 扫马腿 然儿等扫马腿 这些竟是老马 彭春期的脸色发白 放在以前 哪里会有这等事情 一个野庄子 以十七老马 十个村夫 便能大破几十人的 捡到山匪 二大王 扫不得 刚走进就被戳了 都是废物 彭春大怒 将回花的山匪 用马朔一下调死 在他的面前 几十个山匪 死的死 伤的伤 还有许多 都害怕地窜入了密林 当 彭春神色一惊 慌忙回了铁马朔 发现先前在马车上的巨汉 不知何时 已经冲到了他面前 再来 四虎昂起头 眼里透出战意 迅速回了坡刀 继续往前抡斩 莽夫 来日再战 铁马朔荡开坡刀 拍了黄镖马 彭春要急急往山上赶 赶出几步 却发现 周围如静止了一般 胯下的黄镖马 疯狂地扬起前蹄 嘶声高叫 彭春战惊转头 看见了一个 让他终生难忘的梦魇 那位使坡刀的大汉 此刻攻腰踏腿 单手攥住了马尾 你要做甚 好 四虎战红了脸 单臂鼓起青筋 随即往后奋力一脱 黄镖马身子一歪 重重栽倒在地 地上的黄镖马 吐着白沫 四条蹄腿 如同抽了风一般 慌乱地骂撒着 拾起铁马朔 未等力吻身子 刚抬起脸的彭春 眼睛吓得鼓起 当当当 巨汉跃身而来 手中的坡刀 连着滚了三刀 浑色的尘雾里 彭春额头渗出痘大汗珠 即便抵住了巨汉的舵斩 却还是落了一程 为了攒力气 不知觉屈膝跪入了泥土里 看着极其狼狈 他鼓着脸 搅着舌头 可惜 每等舌下的暗针吐出 便被一支十足剑 透入后肩 入肉三分 连着那枚即将吐出的暗针 也悄然坠地 徐木收起木工 冷冷踏出百余步 走到彭春面前 木根 他使诈 我剁了他 思虎气得大叫 不急 徐木语气平静 垂头看着彭春 老北山 二大王 不过如此 你别得意 彭春怒吼着抬头 想要起身 却不料被思虎抬腿一踏 整个人腰骨都四十断了 只得站立地收回动作 徐方主 你与我之间 算是不打不相识 然后呢 你且放了我 我回了山 自然会替你美颜 此后四通路一带 你生意会做得风生水起 没有你们 我会更加风生水起 徐木摇着头 只觉着好笑 他向来不喜欢鱼虎毛皮 老虎嘛 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你敢杀我 我老北山上 另有上千好汉 涂了你的庄子 你不过一个野庄子的东甲 莫要自悟了 徐木懒得废话 抬手示意了下 似乎重重 一巴掌裹下 裹得彭春脸面撞入泥土 彻底晕了过去 周围的光景 那些山匪喽啰 除了十几个死伤在地的 余下的 早已经逃得不见了踪影 陈胜 带人摸一下 把铁制的武器都拿上 可惜 陈胜带着人来来回回摸了两番 除了彭春的铁马朔外 只找到一把用竹杆绑着的断刀 其他的 便是再普通不过的木制武器了 连摸的碎银子 都凑不过一两 扫完战场 徐木分了分 紧让丝虎和另外两个好汉 跟着入城送酒 余下的人 绑着昏迷的彭春 匆匆回了庄子 木哥 我发现一件事情 丝虎兴奋地打着缰绳 转过头来 脸色激动无比 啥事情 木哥 你好似 是真换了个人 变得老厉害了 我那日脑袋被捶 估摸着是开窍了的 四虎 不让你让我捶几下 说不得也变聪明些 四虎急忙缩下脖子 不敢再接话 车咕噜滚得飞快 带起被春雨浸湿的泥土 不多时 两辆驮着百坛四九的马车 便驶入了望州城里 和上次一样 依然有丁梢的棍夫 仓皇地往后跑去 徐木也不在意 左右现在的光景下 马拐子也不敢闹出太大的事情 送完四九 和周福客套一番后 徐木才调转马车 往衙门的方向驶去 幸好 田松刚寻完街 见着徐木到来 以为又来了转银子的好事 连脚步也不知觉快了几分 老北山 二大王 田松想了一番 你提这么一嘴 我四十想起来了 朴把头是叫红洞吧 朴把头叫红洞 二把头叫彭春 听说是定边营的两个逃兵 徐方主 这个不能扯 一月不回营的营兵 便是死了的 定边八营 从未听说过 有什么逃兵 徐木微微皱眉 一时没听明白 徐方主也是自家人 不妨与你直说了 田松压低语气 按照大计兵部的制度 迎兵战死沙场 则会补一份抚恤金 所以 逃兵若是登记为战死 便会有一份抚恤金 送到兵营去 自然 抚恤送到定边大营 会有军餐核实之后 让一成带送给亲属 至于其他之事 我便不太清楚了 送给亲属 估计是早就中宝私囊了 怪不得两个逃兵 能堂而皇之地 拉起六七十人的人马 为祸一方 若真有抚恤金 老秀菜也不至于 这般穷苦潦倒 去捡酒糟来吃 徐木原本还想问着衙门 即便不上山剿匪 也可多送几把登记武器 现在想想 几乎是不可能了 真的 一切只能靠自己 莫问了 这事 你得自个解决 田松语气有些惋惜 生怕眼前的财神爷便稀里糊涂死了去 近些十日 你也莫要想着搬回城里 我听说 田松转头张望了好几番 我听说啊 北面的敌人又闹起来了 不满意咱家皇帝给的碎贡 想着多讨一些 便开始聚兵 雍冠都破了 徐木声音发沉 雍冠破 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直到现在 望州城北门外 还是一副人间炼狱的模样 雍冠往南 是大际的平原腹地 已无天险可守 七百里一马平穿 若是八个定边营挡不住 敌人便会打到望州城下 多买些驼马 把庄子迁到内城吧 当年老马场的东家 便是聪明得很 早早便迁了去 谢田兄如实相告 徐木不动声色地从怀里 摸了一袋银子递过去 田松难得犹豫了会 接过了银子袋 匆匆塞入怀里 嘿嘿 不瞒徐方主 我当年做官差之时 也四个好汉 见不得百姓被欺 后来 我发现身边的老官都想着办法讨银子 后来我也讨了 第一次那会 记得很清楚 是一个城外的老地主 我帮着 将一家赖租子的店户 全抓了回来 得了四两银子 第二日 店户一家五口 被关在柴房活活打死 我便在旁边看着 喝着地主供上的香茶 田松抖了抖身子 似是说着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 事到脏了 脏水溅了一身 洗不干净了 徐木久久站立 田松离去之前 将一把随身的小匕首 递到了徐木手中 我瞧着徐方主 不似个脏了的人 且去吧 记着我说的 多买些驼马 早点牵去内城 戏园子有说书的 时常说出些矫情的话 您做太平一只犬 不做乱世行路人 黄昏时分 日头坠向城西 一抹余晖的光景 让整个古朴的旺州 沐浴在最后的夕阳之中 马车上 徐木翻看着田松送的匕首 并无太多不同 不过是薄刃片连着木翘 但即便如此 这样一把小匕首 在黑市上 也能卖到四五两银子了 沉默了下 徐木将匕首收入了袖子中 木根 过半城了 搁几个 挂马灯 听东家的 两辆马车上 悬起高高的马灯 映照出林路两边 盘根错节的林木之鸭 约两个时辰之后 四通路标志性的四岔口 呈现在了眼前 东家 人都绑着呢 他刚才醒了的 又一直骂 我便捶了几下 陈胜走近 语气有些兴奋 没遇到徐木之前 他不过是望州城里的小马夫 哪里想到 还有捶山匪二大王的一天 没捶死吧 这倒没有 好多庄里人也捶了 我怕出事情 把他们都劝开了 做得不错 徐木点点头 留着彭春 他还有大用 徐方主 嗨嗨 被绑在木柱上的彭春 一脸的狠色 只是刚开口 便渴出了大口血水 你想说什么 徐木饶有兴致地半蹲在地 冷冷看着面前的彭春 且放了我 日后 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 你莫不是在做梦 再加你二十两银子 徐木很干脆地摇头 我想起你先前的话 便很生气 要涂我的妆子 男者砍枝 女者掳掠 还有孩童 要扔入火里焚尸 对吗 徐方主 不过是气话 不对 徐木眯起眼睛 类似的事情 你们应当做了许多了 我不怕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 以后四通路一带 由我徐家方说了算 彭春怒急返校 你不过一个也装自的小东家 你有家有业 我猜得出来 你不敢玩大的 啊 是 徐木目光发沉 小匕首已经扎入彭春的肩膀 鲜血蹦践出来 溅了满地 拉回木屋里 挤得上锁 抹去匕首上的血迹 徐木声音轻冷 在旁的陈胜等人 才如梦方形 拖着死狗一样的彭春 扔入了木屋里 东 东家 饭菜热好了的 喜娘从厨房走出来 依旧不敢直视徐木的眼睛 隔几个 先去吃饭吧 一日奔波 徐木已经累极 只想吃完东西 好生休息一番 木根 好香啊 刚走进厨房 似乎已经欢呼起来 徐木看过去 脸色也有些意外 此时 厨房的长木桌上 不仅有肉丝糊糊 还有瓦罐鱼汤 十余条用木枝串着的烤鱼 喜娘 你是女菩萨 木根 快赏银子 丝虎激动地语无伦次 撸了条烤鱼 便放到嘴里 大口嚼了起来 一同晚归的两个青壮 也欢呼着坐下 开始狼吞虎咽 喜娘 有劳了 徐木堆出笑容 东 东家 不是我做的 喜娘有些束手无措 是夫人做的 她今日去江边钓了大半日的鱼 又去山脚打了兔子 这些饭菜 也是夫人特地吩咐 等你回来再加热一番 夫人 即是小婢妻江采薇了 表面陌生 实则内心里 又担心 她会吃不饱 睡不暖 夫人呢 夫人说先睡了 东家没回来之前 她好似还去东家屋头 铺了被子 徐木心头 漠然涌上一股暖意 东家 你快些吃啊 喜娘有些焦急 徐木正了正 抬头一看 发现四虎这梨草的 已经快把烤鱼撸光了 四虎 你住手 木根 我饿了的 我也饿了 我媳妇给我做的 彭春被关了整整一日 老北山上 依旧没有任何异动 连传信的懒汉都没有 徐木都有些怀疑 这会不会是塑料兄弟 说不得彭春是被卖了 陈胜 人没死吧 东家 人还活着 就是饿坏了 听说都肯干草了 那就行 徐木压根不提送饭的事情 若是彭春饿死 也算遭了报应 左右也给了那位 轰动时间了 木工造得如何了 东家 硬木倒是不少 不过火烤工身 需要近两日的时间 到现在 也不过十余把 十余把长工 终究是太少 但也没法子 徐家庄的发展速度 已经尽可能地加快了 将陈胜之开 徐木踏着脚步 下意识地 往庄子中心的大木屋走去 他记得 江采薇总喜欢在这里记账 为此 他还特地让人多打了几张木桌 跟着我念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离得还远 便有朗朗上口的读书声 传了出来 徐木正了正 整个人恍如隔世 匆匆抬起了头 透过大木窗 他发现江采薇正拿着一本手抄 开口念着书 唇红齿白的模样 让他一时有些迟滞起来 又怕打脚 又舍不得转头离开 直到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娃娃 爬上木窗 乃声乃气喊了一声东家之后 木屋里如清零般的声音 才戛然而止 几个孩童撒着脚丫四下跑散 先前光着屁股的娃娃 跑得太急 不慎摔在泥地里 被徐木抱起来后 一个巴掌杨怒拍在屁股上 便抽着鼻子抹着泪 回家找老爹陈胜了 徐 徐郎 奴家这就记账 江采薇红了红脸 急忙又把头捶下去 徐郎 徐木脸上露出微微的欢喜 他猜着 估计是喜娘自愧 早把事情说清楚了 抬头走路 你撞着了 下次谁给本东家考约 江采薇正了正 捂着脸匆匆往外跑去 这日清晨 天色才蒙亮 停了三两日的春雨 又落了起来 庄子外 长长的临路中 两个人影 焦急地往前走着 带走到了庄子前 才顿出脚步 传出几口老气 东家 是一个老书生 还有个小妇人 陈胜在剑楼上传出声音 老书生 这天下间 老书生可不少 不过能和徐家庄 扯上瓜葛的 似乎只有那一位了 面色古怪地走上木墙横板 果不其然 徐木便看见了 尤文才这老家伙 正拢着双手 在雨幕中喊着什么 尤文才旁边 正是那位丫鬟下双 开庄门吧 徐木颇为无奈 现在和江采薇的关系 刚有好转 他可不想 又因为尤文才 又变得岌岌可危了 徐兄 徐兄 刚入庄 尤文才便大声喊开 一想着要与徐兄见面 一路上 我便激动难耐 不是说 羞与为伍的吗 哎呀 徐兄 徐兄之我有大才 我自然也要考验徐兄一番 我答应徐兄 愿意接受徐兄的招揽了 徐木嘴巴抽了抽 压根 他真不想留下尤文才 至于记账什么的 左右江采薇也十字 足够了的 可惜 徐木抬起头 看着还站在羽木里的下双石 便默默改了主意 去把夫人喊来 另外 陈胜你去 安排一间木屋 徐兄 那个岳凤 嘿嘿 尤文才杖红着脸 资格也知道 资格也知道有些丢人了 四千 先前的活 已经有人来做了 徐木没好气地开口 徐兄 我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连河州书院里的先生都说 我今年是有机会的 五千 若是再多说 你就此离庄吧 尤文才干笑两声 见着徐木神情不喜 拾去地闭上了嘴巴 来之时 可碰到山匪 并无 即便遇到 我也不怕的 河州旺州一带 我尤文材略有财名 即便是剪刀打劫的 也多少给我些脸面 徐木转过身 懒得再听 不多久 江采薇急急赶来 感激地冲着徐木 难得露出了微笑 屋子破了些 吃过赏午饭 尤文才闷闷地躺在床上 那个棍夫也是 明知道我来了 也不通告厨房 做些肉菜 夫君 莫乱讲了 徐方主能收留我们 我们这样不好 夏双犹豫着 小声劝了一句 又破村那边 因为要投靠徐家庄 先前的两母电田 已经被地主收了回去 你胳膊往外了是吧 他不过是个棍夫 即便是发了财 也定然不如我这样的读书人 夏双一时静默 不知该如何反驳 不与你讲了 若非是我的名妾 你以为那棍夫 还真看在你那 鄙气小姐的面子上 尤文才喋喋不休 索性倒头 便要睡去 突然间 又似是想起了什么 急忙让夏双打开包袱 取了一个精致的小木龙出来 小木龙是路上捡的 似是过路人不慎一下的包袱 夫君 有些发臭 夏双捂着了鼻子 走得匆忙 只粗粗看了几眼 若发现是一坨干肉 当时就该扔了的 若是寻常物件 又如何装在这等好墓里 尤文才喋喋不休 宁外往外说 得了空闲 我便去当铺问一遭 将木龙压在包袱下 尤文才伸了个懒腰 倒头便睡 十至三更 庄子里 除了几个职业的轻壮 鱼下的便是瓢泼的落雨声 以及连排木屋里 传出的微微憨声 圣哥来看 剑楼上 一个轻壮颤声开口 陈圣跑上剑楼 抬起头 整个人的身子 也不知觉站立起来 并非是山匪 而是狼 目光所及之处 林木间 吉草里 还有河滩上 都是一只只如大狗的野兽 眨着一双双狠毒的绿眼 怎地 会有这么多狼 四通路一带 狼并不多见 即便是有 也不过三两只 轻易不敢下山 快 快醒夜 蒸蒸的铜锣声 在黑夜中 一下子震了起来 惊得不少人 匆匆披了衣服 拿上武器 急急赶了过来 东家 是狼 陈圣咬着牙 连声音都变了 若是山匪 倚靠着木墙 还能守得住 但若是狼 这么多的狼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徐木沉着脸 拨开人群 急忙跑上了剑楼 如陈圣所言 整个徐家庄 似乎都被狼群包围了 苍苍的月光之下 一声声冲天的狼嚎音 让人听了 脑子发麻 听说 离着四通路 十几里的一个野庄子 便是被狼群 刨碎木墙冲入 整个庄子上下几十口 无疑幸存 东家 扑过来了 有人尖叫 快 射弓 十几个青壮 纷纷取了长弓 搭上十足剑 往窜过来的山狼射去 奈何十足剑威力太小 再加上准头不好 并无太大的作用 即便是四虎和陈圣的铁胎弓 也不过侥幸射死了一头 动作稍缓的老狼 把童子油都拿来 徐牧咬着牙 若是牧墙有了缺口 那么庄子外成群的山狼 都会鱼贯而入 打着木头 扔远一些 按着徐牧的吩咐 不少青壮将童子油浇在木头上 烧着了火 用尽力气往外头扔去 只可惜 天宫不作美 烧了不到一会 便又被雨水淋湿 东 东家 或是庄子里有了会晤 颤巍巍的老胡头 拄着拐杖走来 先前我带着二十余苦名 经过河州时 便听人讲过一件事情 有山匪用会晤 引了狼群进村 祸害了不少人 山匪 老胡头的话 让徐牧没有来的心头一阵 彭春被抓 老北山上的那位大王 几日不见现身 然后又有了狼灾 这其中的厉害 值得好好揣测一番 不过 即便是引狼灾 也得有人把会晤东西 带入庄子里吧 但这两日 哪里见什么山匪 漠然间 徐牧神色一惊 急急转过头 看向连排木屋的方向 似乎 带人守住庄子 留了一句 徐牧从剑楼冲下 往木屋的方向 急步奔跑过去 框 将木屋一脚踢开 徐牧脸色发冷 这两日都未曾见到山匪 而入庄的人 只有面前的油纹彩和夏双 可怜夏双 已经抱着柴棍 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而油纹彩还像得死人一般 趴在床上 酣睡如丝 徐牧也不客气 直接抬腿踹了下去 惊得油纹彩 一个鲤鱼打滚 慌慌张张 爬起了身子 徐 徐兄 我且在问你一次 来之时 可曾碰到山匪 徐牧声音发沉 以油纹彩的性子 或许不会做内应 但极有可能 被山匪不知绝间 摆了一刀 并无啊 不信你问桌妾 徐牧回过头 看向夏双 夏双急忙慌不迭地点头 你瞧吧 你误会我了 东 东家 我们没遇到山匪 但试得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时 夏双又再度开口 奇怪的东西 且拿出来 油纹彩瞪了自个妻子一眼 又怕徐牧动目 颤颤巍巍地翻出 那个精致小木龙 递到徐牧面前 未等多看几眼 徐牧拿住木龙 便发现一股腐臭的呛味 扑入鼻子 有些像刚腐烂的死鼠 冷着脸 徐牧用手掰断木龙 不多时 一头小狗模样的寿师 便呈现在眼前 徐 徐秀 你不能拿走 这是我的呀 油纹才喋喋不休 认定了这是值钱的好东西 怕被徐牧抢了 闭嘴 再多说一句 把你扔到外面喂狼 庄子危急存亡 徐牧懒得在打太极 怒喝之下 惊得油纹才慌忙往屋里跑去 东家 这是狼胎啊 老虎头走来 声音发颤 怪不得那些山狼会被引来 这必然是头狼的狼胎 那些狡猾的山匪 剖开母狼的肚腹 这狼胎才刚成形 老虎头 怎么办 徐牧咬着牙 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 那位瓢把头红洞 先引来山狼围装 然后再伺机而动 东家 你要是信我 现在就去杀两匹老马 把狼胎好生装起来 一起放到庄子外面 陈胜 去杀两头马 原本在搭工的陈胜 听到徐牧的话 整个人身子一颤 前些日子 还借着这些老马 杀退了山匪 现在又要杀马 驴草的 你快去 你的老夫妻儿 还要不要活命了 这一句 终于让陈胜脸色大变 吼了一声 急匆匆往小马场冲去 此时 外头的狼裙 已经冲到了庄子下 爪子刨着木头的声音 听在人的耳朵里 如同催命符一般 用马枪来捅 近三米的马枪 难得在这等时候 又爆发出了威力 将一只只在刨着木墙的山狼 捅翻在地 不断发出声声力叫 东家 马来了 浑身燃血的陈胜 和另外几个妇人 艰难地扛着两头马尸 摇摇晃晃地走来 左右个扔一头下去 将狼胎收拢好 徐牧喘了口气 小心地拾了麻绳绑好 再走到剑楼之上 一头头的山狼 寻到狼胎的气味 疯了一般 不断追着徐牧的脚步 急急奔跑过来 徐牧 小心 将采薇手里握着老柴刀 想跟着徐牧一起上去 却被喜娘在后 紧紧抱住身子 此时 两头马尸不到一会 便被吃了个干净 越来越多的山狼 疯狂地聚到剑楼下的木墙 整个木墙 随着阵阵摇晃 似要崩塌了一般 徐牧呼出一口气 将吊着狼胎的麻绳 缓缓放下去 一头硕大的老狼 从狼群里奔越而起 绕住了狼胎 再狼手一摆 徐牧 惊得刚要松开麻绳 崩 剑楼边上的挡木 随即被徐牧的身子撞碎 而徐牧整个人 也往牧墙下摔落 牧根 东家 徐狼啊 江采薇红着眼睛 整个人无力摊下去 我还没死 夜色之下 徐牧的整个身子 仿若掉在半空之中一般 此时 一只枯瘦的手 紧紧攥着他的跑脚 再离着他脚板不到两步的距离 不断有山狼跃跃欲试 这要是摔下去 估计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前辈 徐牧眼神不可思议 救他的人 居然是老秀才 嘿 我儿李破山要征伐北迪的 岂能死在这等荒郊野外 咦 我抓不住了 徐牧脸色发白 幸好 似乎急急跑来 有力的臂弯 一下子 把徐牧拉回了剑楼里 前辈 多谢 徐牧抬头 却发现 老秀才已经跑回柴垛上 又悠哉悠哉地喝起酒来 群狼尝嚎 他却跟个没事人一般 东家 狼退了 狼退了 整个庄子爆发出阵阵狂呼 徐牧喘了口气 抬起头往前 果然 在羽目之中 一头又一头的山狼 迅速往附近的密铃 急急窜了进去 这是什么道理 陈胜古怪问道 这群山狼围装 最大的目的 应当是为了狼胎 得了狼胎 便离开了 老胡头艰难解释了一番 不管怎么样 狼群退去 总算是有惊无险 东家 无事了 徐牧依然紧皱眉头 不敢掉以轻心 他可以想象得到 若是刚才处理得不够及时 狼群入了庄子 该是怎样的惨状 幸好是守住了 东家 有人 果然 约在半炷香之后 庄子外的密铃 出现几十个缩衣人 隐隐听得见 抽刀出鞘的枪声 是山匪 没猜错的话 这一批 才是老北山上的山匪精锐 连这武器 都有不少铁质了 东家 他们想捡庄子 在狼群祸害完庄子之后 这些山匪 再来抢走贵重物品 便称为捡庄子 但人算不如天算 即便是引了山狼过来 徐家庄依旧是守住了 拿起武器 徐牧冷声怒吓 轻壮重新摘下长弓 破了 每个人都会死 你也下去 徐牧转过头 发现在旁边 小碧七江采薇 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 一脸的紧张兮兮 徐 徐狼 奴家保护你 下去 徐牧脸色漠然发沉 见势无眼 再者 一个姑娘家家的 站在剑楼上算怎么回事 江采薇红了红眼睛 抱着老柴刀 不舍地走了下去 东家 他们怎的不动 庄子剪不成了 在想招法 徐牧头也不抬 他突然觉得 那位瓢把头红洞 并非是个蟒汉 相反 即可能是一个 功于心计的人 雨还在下 吓得越发焦躁起来 暗沉沉的夜色中 几十个缩衣人 推了推头上的茂利后 开始踏步往前 庄子外 听得青脚步 碾过积水的泼声 一起厚重的人影 裹着层层的黑色跑甲 飞马从临间跃出 抬手一个射弓 便有一只剑矢 急急透射而来 浮身 徐牧迅速喝了一句 剑矢炸到剑楼的挡板上 入木三分 连剑楼都被震得微微摇晃 东家 怎么办 陈胜身子抖动 这是个高手 吴氏 以剑楼为遮挡 山匪若靠近 便从宫窗里 把剑矢射下去 似乎 却把彭春抓来 掉在木墙上 这就是徐牧 留着彭春的原因 如果没猜错 那位裹着跑甲的 骑马人影 应当便是老北山的 瓢把头红洞了 一个迎出来的逃兵 好歹是一起扛过枪 一起做过匪的 总不会过于绝情 似乎得了吩咐 一下功夫 便把奄奄一息的彭春 附了麻绳 高高掉在木墙上 徐牧冷着脸 刚要说些话 这几十个山匪的强悍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却不料 还没开口 又是一只箭矢射来 射爆了彭春的头颅 湿血溅满了木墙 该死 想想也是 若是真投鼠忌气 也不会引狼为装了 这是个狠人 射死他们 徐牧咬着牙 四座剑楼上 十余个轻壮手执长弓 纷纷把将十足剑 往下方射去 三两个跑到最前的山匪 来不及避身 便被扎满了剑 惨声喊了几句 握着身子往后爬 切莫乱射 只射那些跑到木墙下的 只要俯身在剑楼 以那些山匪的竹片弓 便没办法够得着 大多射上来的剑矢 离着还有小段距离 很快又落了下去 一时之间 即便几十个山匪气势汹汹 也没法子打破木墙 反而仓皇丢了几具尸体 四虎 射那个头领 夜色中 那骑马的厚重人影 依然冷冷在后掠阵 四虎急忙抬起铁胎弓 可惜连着射了半壶剑 准头都耻辱无比 当然 这也不能怪四虎 毕竟在不久之前 还只是个打魂架的小棍夫 把铁胎弓给我 徐牧沉着脸色 四虎脸色愕然 又不敢不听 急忙将铁胎弓递了过去 握着铁胎弓 感受到冰凉的寒意 徐牧深吸了一口气 搭上铁剑时 将弓弦艰难地张开 上一世 他去射箭场消遣 用的是复合弓 无法理解古人 开二弹弓的豪气 现在他懂了 非常懂了 几乎把两条腿开了八字 才勉强张开了铁胎弓 木根 你莫要张得太开 徐牧脸色胀得发红 原主人狗屎一样的身子 终究是不堪大用 又无止套 弓弦割破了指头 鲜血顺着长弦 垂落到弓身上 喘出口大气 近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徐牧才稳住了晃动的铁胎弓 林岸草金飘雨夜 朝朝一箭破万仙 我儿里破山 万夫不当 老秀才从柴垛上站起 饮了一口烈酒 怒声高喊 东家 徐牧沉下脸色 冷冷松手绷弦 黑色的铁剑使 带出一串血珠之后 从羽木中往前穿透而去 不远处 羽木中裹着跑甲的厚重人影 漠然回头 将手中长刀的刃面铺开 迅速往前推去 昂 厚重人影胯下 那匹猎马 漠然脑袋一摆 颤声撕了两下 整个栽倒在地 马手上 一只铁剑使灌入 入肉三分 厚重人影狼狈地咳了几声 从泥地上爬起来 连黑色跑甲都变成了泥色 整个庄子里 瞬间爆发出声声高喉 惊得那些还在冲杀的山匪 冷不丁地开始退却脚步 徐郎 你的手 听见江采薇的话 徐木这才惊觉 刚才崩弦的右手 隐隐地发疼 垂头一看 早已经血流如注 特别是崩弦的二指 早已经被刮去了一层皮 没事 接过麻精 徐木抹了几下 才重新抬起头 看着庄子外的情形 无了马 那位瓢把头 似是落了威风 只能把身子引在岩石后 目喊着什么 东家 山匪退了 山匪退了 几十个山匪 在丢下几具尸体之后 如潮水退去一般 趁着雨木和夜色 仓皇地 引入密林之中 东家 要不要出庄子摸尸铁 不急 等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确认山匪不是炸退 徐木才让陈胜带着几个轻壮 收拾了一番战场 一把生铁弓 两杆铁头枪 还有一副烂跑甲 生铁弓 即使那些山匪用了铁矿 自行打造的铁弓 威力和射程 肯定不如官家的铁胎弓 估计铁枪和跑甲也差不多 不过也算极好了 这年头 寻常百姓家 连一柄生锈菜刀 都是几户人共用 陈胜 有没有人受伤 伤了两个 一个被剑射到了腰 一个为了打狼 从剑楼摔下去 把头摔烂了 采薇 你先记着 到时候多发一份抚恤 其余的人 凡是帮着守了庄子 都有赏赢 整个庄子里 又是一声声的高呼 放在以前 要是山匪抢庄 他们都是 想招法迅速逃出去 哪里想到 还有把山匪打跑的一天 徐兄 我也先了宝的 有无赏钱 山匪退去 尤文才急忙慌慌张张地跑来 堆上谄媚的神色 没有 徐木神情发冷 你且记住 留在庄里也行 但务必与其他人一样 扛木修墙 骑马护装 若是做不到 明日请自便离开 徐兄 我学府舞车 乃是谋事幕僚 徐木懒的废话 若非看在江采薇的面子上 他巴不得立即将尤文才 踢出桩子 童子游灯下 江采薇一边红着眼睛 一边用热水 替徐木擦拭着手掌 而后 才从袖子里取了金疮药 细心地涂抹起来 我有些好奇 你怎么一直 随身带着这些 徐木脸色疑惑 没记错的话 先前便给过他一瓶了 只可惜 出城遇到难民追车 不慎丢了去 奴家嫁入望州城 便 便听说 徐狼是个棍夫 时常与人打架 所以 你是给我准备的 江采薇红着脸 点了几下头 以后若遇到危险 你便护着自个 先不用管我 江采薇沉默了会 摇着头 为何 你又不是女侠 江采薇抬起头 语气渐渐趋于平静 因为 徐狼死了 我也会死 偌大的望州城 每天都有人饿死 我所能依靠的 只有夫家 你突然说了实话 让我有些不习惯了 徐狐心敌 涌上一股酸涩 两个人绑在一起 终究是与爱情无关 如果北敌人没有破关 奴家便不会南下逃难 也不会认识徐狼 飞鸟与鱿鱼 隔了高山大海 尚且是一场相见欢 我想说的是 江采薇突然变得 有些语无伦次 是什么 江采薇张红着脸 咬着嘴唇 坚定地抬起头 我 木根啊 没等江采薇脱口出 似乎高八度的声音 随着推门而入 响彻了整个屋子 徐牧咬牙切齿 往突然闯入的丝虎瞪去 这时候的江采薇 已经急急把头捶下 抱着木盆 三步并坐两步 陶也似地出了屋子 木根 怎爹 我还想和你吃酒呢 狗犊子 你怎爹不敲门 徐牧无奈骂了一句 只差一些 只差一些 他和小碧七的隔阂 就要解开了 天知道下次 江采薇还有没有这份胆子 再一速中长了 将山匪打退 连着几日 整个庄子都平安无事 那些退去的山匪 仿佛湿了胆气一般 不敢在下山侵扰庄子 徐牧知道 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那位瓢靶头红洞 定然不会死心 于公于私来说 徐家庄已经是四通路一带 最大的死敌 东家 木墙都重新翻修了 按着东家的吩咐 沿着庄子周围 挖了一条壕沟 壕沟 相当于小型的护城河 徐牧并不打算饮水 而是要埋一些火油下去 到时候再用火油键 射爆装火油的瓦罐 如此 必能引起火势 隔绝敌人的进攻 当然 为防止火势撩到木墙 至少隔得近十步远 东家 我等去了 陈胜驾着马车 带着三四个骑马人影 匆匆出了庄子 往河州的思九不能断 再者 先前便已经探查过 老北山上 这几日也没有捡到的山匪 小心些 若遇危险 便先骑马绕走 东家 晓得了 陈胜也算厮杀了几场的好汉 将坡刀扬了扬后 带着人往河州方向而去 咦 东家 这又有人过来 带陈胜的思九车走远 在建楼上寻哨的周若 突然间又开了口 周若说的 并非是普通行路人 而是望州城里 那些连连出逃的富户 这几日时间 粗粗一算 已经有上百架马车 打包了金银细软 各式古董自画 带着护院匆忙迁去内城 北面又起战士 雍冠一破 七百里一马平川之后 便轮到望州城 硝烟四起了 也难怪这些富户 会慌不迭地逃离望州 徐木一颗星沉了下去 田松告诉过他 务必多收几匹驼马 尽快迁去内城 但现在的光景 整个陈家方才刚刚有了起色 若是离去 意味着一切要从头再来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庄子里的这帮人呢 这帮跟着他在乱世中讨食的人 该如何 长路迢迢总不能把所有人都牵过去 都是些普通不过的百姓 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徐家庄 反之 没有了徐家庄 很多的人 大概率会死去 采薇 现在柜头上 庄里还有多少银子 走到中间木屋 徐木凝声发问 正在记账的江采薇 抬头红了红脸后 奴家看看 徐郎 庄里还有130两的银子 若是河州往来顺利 可再入账50两 不过 庄子里的粮食不多了 还需多够一些 作为储粮 不得不说 江采薇的记账水平 还是挺不错的 徐 徐郎 先前很多庄子里的人都担心 问徐郎会不会也去内城 你呢 你怎么想 徐郎 庄子慌了的话 这些人会变得和以前一样 和以前一样 即是开始新一轮的流离失所 采薇 别担心 定边八营 是我大忌的精锐边军 能挡住北敌人的 其实 徐木心里一点点都没有 若是定边八营真的厉害 也不会坐看着雍冠被破了 连两个定边营的逃兵 都能辗转 逃到四通路 成了作威作福的瓢把头 夜晚时分 徐木帮着众人 刚把酒缸里的酒糟倒掉 猛然间 便听到了庄子外 哒哒的马蹄声 在场的人 都没由来的脸色一变 这段时日 老北山上的山匪 闹得太凶 让人有些草木皆兵了 东家 是官 寻哨的周落 艰难地吐出一句 官 望周城里的骂 这等时候 来他一个破庄子作甚 皱了皱眉 徐木让人开了庄门 随即理了一番身上衣服 才往外走去 到了庄门前 才发现 居然是老熟人 徐方主 打脚 田松语气发沉 往后挥了挥手 七八个骑马的官差 立即跟着下了马 各自踢着一盏小马灯 往最后面的一架 华柜马车走去 田兄 这是 入庄了 我再与你细说 不多时 后头的七八个官差 簇拥着三个亮雅长袍的书生 缓缓走了过来 徐木知道 田松是望周城的关头 多多少少有些权势 但这等夜晚 带着几个年轻书生入庄 算怎么回事 借宿吗 亦或是避难 即便是最凶狠的山匪 见着官差 第一个反应 肯定是要跑的 闭个哪门子呢 喜娘 先赏茶 徐木回头喊了句 正看得心惊胆战的喜娘 应了一声 急忙往厨房跑去 这是渗得破地儿 田官头 这便是你说的人 两个脸面白净的书生 冷笑着开口 还不断摇着袍袖 做驱散状 似乎庄子里 有什么臭不可闻的气味一般 唯有最后面的一个小书生 不言不语 静静地站在最后 让徐木奇怪的是 田松听了之后 反而舔着脸 走去安抚了一番 田兄 这到底是何意 我听说了的 前些天 徐方主破了老北山匪群的围装 逃命罢了 四通路位置显眼 有行路人把消息带去旺州城里 并不奇怪 但哪怕 把整个老北山的匪群都涂了 这也不是官差该关心的事情 搬得好市民讲吗 我便直言了 田松缓了口气 北面传来消息 八个定边营 已经被敌人打烂了两个 这几日 你也该看到了 旺州城里 多的是出逃的富户 田兄 这与我何干 我不过一个酿酒的小冬家 徐方主 听我讲 田松语气微微烦躁 偷偷挺起手指 不动声色指了指后面的三个书生 上头给了命令 让我务必安排好这三人 莫非是身份显赫 徐木眉头越发紧皱 自然的 田松声音越发发沉 先前佩挤的武行 大意了些 刚出城便被难民夺了车架 若非是我等及时赶到 恐怕会生出大乱子 大纪律令 除非有公文 否则官差不能阅城 劳烦徐方主 这几日迁去内城之时 把他们一起带上 我讲过 徐方主是一个不脏的人 而且有破匪的本事 此一去 必定无忧以 所以 田兄的意思是 让我带着这三个书生 一起迁去内城 徐方主 却是如此 左右你 也要迁去内城 不过多预备一架马车 另外 这是酬金 从怀里摸出一袋鼓鼓的银子 田松面色凝重 这里头 有二百两银子 不瞒徐方主 我一两未取 徐木沉着脸 若是迁去内城 这无疑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 不过是顺路一趟 凭着四虎以及陈胜几人 即便遇到了剪刀山匪 也足够应付 但 他从未打算迁去内城 回过头徐木发现 不知何时 已经围了一大圈的人 大多是那些苦民村妇 目光皆是微微懦懦 银子无须客气 田松继续开口 迁去内城之后 徐方主记得 务必来个信 田兄 我并未打算离开望州 徐木叹着气开口 徐方主 这等时候了 莫要再开玩笑 田松微微不悦 望州城里 那些难民又闹了起来 我还要带着人回去整顿 还请徐方主 一路小心 田兄 我讲过了 我并不打算 徐方主 有空在一起饮酒 田松似是听不见一般 冲着三个书生 急匆匆打了个招 不要往外走去 随后的七八个官差 也急忙提着马灯转身 田兄 徐木咬着牙 终究是追上了两步 我并无去内城的打算 徐方主 莫开玩笑 田松夹着马腹 声音越发地凝重 二百两银子 足够你在内城那边 重新开一个九方庄子 望州城风雨飘摇 谁也说不好 乃一日 敌人便杀入了城 北敌破关 几十万百姓逃难难下 算是好的了 雍关外的城口 人头金关堆成了一座大山 徐方主 且去且去 该死的难民 这等时候还闹 七八匹猎马 在这些官差的马边下 迅速奔跑起来 不多时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捧着银子 徐木久久立 他有心骑上一匹马 追着把银子还掉 但那又能如何 并非只是田松 而是官方上面的人 有意把这个烫手山芋 抛到了他手里 走回庄子 徐木神色七七 为首的两个书生 早已经等得不耐烦 若非是天色黑去 估计要马上催着徐木动身 喜娘 去准备三间干净的屋子 有无陪业 徐木话刚落 其中一个书生 便嬉笑着开了口 说着 还一只手扯住喜娘的拆裙 喜娘红着脸 急忙正脱开 往前小跑而去 徐木冷冷看着 他现在很恼火 巴不得把这三个书生 立即暴打一顿 咦 这位更好些 另一个书生 目光转了转 但看见江采薇之后 眼神亮了起来 书生嬉笑两声 刚要攀上江采薇的肩膀 啪 江采薇冷着脸 一下子把手拍掉 徐方主 这怎断 书生恼着脸退回 转过头 目光不善地看向徐木 我等在清馆里 躲得是想陪业的姑娘 那你便回望州 带着这二百两回去 徐木冷笑 将手里银子 置在地上 他巴不得将这三个烫手山芋 丢出去 越远越好 知不知我等是谁 不知 也不想知 徐木脑袋发胀 他要好好盘算一番 接下来该怎么做 两个围首的书生 还要再骂 最后头 那位安静的小书生 突然走了上来 紧一个噤声的动作 两个原本叫嚣的书生 便立即住了口 徐木看在眼里 心头微微发惊 这定然不是什么普通书生 也难怪田松会这么紧张 不过 最后的那位小书生 生得有一份难得的俊俏 乍看之下 多了几分温文尔雅 陈胜 先带他们去屋头那边 看看有什么要准备的 原本徐木想让喜娘去 但联想到先前两个书生的急色 索性让抠脚大汉周落去了 东家 我这就去钓些僵鱼 喜娘从厨房里取出鱼竿 声音有些急促 徐木有些顿 呃 这都业了 钓什么鱼 东家 我怕他们吃不惯糊糊 我听说 城里的有钱人 都是吃肉燕的 不用 徐木摇着头 糊糊即可 不吃便倒了喂马 这算是准备逃难了吧 还想着大鱼大肉 姑娘做陪 去吧 徐木揉着头 心里还远没有主意 田松丢过来的山芋 不到一会 烫得他手都起泡了 沿着庄子 又细看了一番 不忘叮嘱几句职业的青壮后 徐木才迈着脚步 往屋头走去 迁去内城的事情 如今又添了一笔杂乱 郁家让人烦躁 约是三更时间 徐木刚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却突然间 身子被人一摇 便急匆匆醒了过来 东家 喜娘被捂了 周落咬着牙 两只眼睛鼓起 这半个多月 庄子里的人都很相熟了 特别是喜娘 每天都会想着办法 让他们吃好一些 怎么回事 徐木脸色惊木 那位叫汪云的狗书生 说着身子冷 让人多扑一床被子 喜娘刚入屋 他便关了门 筐 徐木起身 将面前的油灯拨到地上 随即穿好步履 冷冷往外走去 不知春雨何时又落了起来 连排木屋前的泥地上 喜娘劈头散发的跪倒在地 不知是冻的 还是吓的 整个身子瑟瑟发抖 在她的面前 约莫有三四钉银子 胡乱丢在地上 她的两个孩子也跑了出来 嚎啕哭着 抱着自己的娘亲 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 清管醉俊的花娘 也不过三两 你赚了的 你赚了的 明白吗 一个满身狼狈的书生 咬牙切齿 我先前还听说 你不过是个乡爷老计 贱人 你要矜持给谁看 若是拾去 拾了银子 把身子洗干净了 再入屋事情 喜娘垂着头 即便浑身哆嗦 都未曾伸手 去抓泥地上的银子 你身子都脏了的 别装了吧 喜娘抬起发颤的手 将额头边的乱发 一缕缕地勾到鬓角 随后 他笑着昂起头 重重摇了好几下 东家说过 我不脏了 刚好走到的徐木 看着这一幕 胸口涌起一股莫名的发色 乡爷老见 修煞人也 书生汪云正插着腰 还在大放厥词 冷不丁地 一到人影冲来 重重一记抬踹 便将他整个踹翻到了泥地里 何人 汪云猎切着起身 刚要转头又骂 啪 又是一戒耳光将他扇得头昏目眩 待缓过神 他才战战兢兢地抬起头 发现不知何时 庄子里的那位小东家 已经冷冷站在了他面前 拿刀来 徐木冷声怒吓 东家 拿刀 周洛缩了缩脖子 急忙小步走近 把坡刀递了过去 大计律令 胆敢谢完女子 当斩 于墓中 抽刀出窍的声音传出极远 汪云这才吓得脸色发白 急忙把手摸入怀里 取出一大落的银子 递到徐木面前 徐木看都不看 此刻 他心头充满了怒意 并非只是汪云 而是这个痴人的世道 东家 东家 我逃出来了 他并未捂到我的身子 喜娘急忙爬来 拼命拉着徐木的手臂 并未打到桩啊 汪云也哭着嚎啕 不断冲着徐木磕头 徐郎 墓要杀人 江采薇也跑过来 大声劝阻 徐木闭了闭眼 起了身 将手里的坡刀 冷冷丢在泥地里 这位东家 我等之错 屋头里 另外两位书生 也脸色大惊 顾不得与墓连连 急不走到徐木面前 再有下一次 我杀了你 徐木睁开眼睛 目光冷得可怕 汪云见着这一幕 更是剧烈抖着身子 动都不敢动 喜娘 且去休息 多谢 多谢东家做主 去吧 徐木亮亮呛呛 走回木屋里 一时只觉得脑子烦躁无比 徐郎 洗下身子 不多时 江采薇已经抱着一盆热水进来 声音带着心疼 采薇 你想迁去内城吗 徐郎 我不知道 拖下徐木粘满泥垢的步履 江采薇垂下了头 我们走了 庄里的人 要怎么办 长路迢迢 不可能带着这么多的人一起迁徙 会饿死 被山匪杀死 如果旺州城破了 会被敌人用马弓射死 用弯刀砍死 还会割了人头 带回去堆金关 江采薇红着眼睛 小声哭了起来 徐木沉默地抬起头 看着木屋外 遇见肆虐的夜雨 昨夜的事情 对于漠然到访的三个书生 无异于当头霹雳 徐木与木抽刀的景象 细想起来 当真有几分吓人 徐方主 不知何时才启程 另一个书生叫范古 难得做了个一 才小声发问 我已经让人去河州那边 替你们徐武行了 武行一道 三位可自辩 徐木淡淡开口 徐方主 这是何意 不同祥吗 不同行 我要留下来 范古皱了皱眉 想不到还有这一处波折 范古后边 那位小书生也皱起眉头 隐隐有了些生气 何周五行 我等信不过 声音很古怪 似是几只嗓子 说出来的一般 倒不如 你再送我等回望州 这感情好 二百两银子 分文未取 将银子递过去 徐木回了头 吩咐陈胜一番后 很快 两辆马车缓缓驶来 庄门适时大开 只是 刚上了马车的陈胜 还没打起马鞭 望州封城 望州封城 四十万难民 要冲入城关 一道焦急不堪的声音 在庄门外传来 披着缩衣的周落 荒不迭地跑入庄子 东家 我先前在山脚探路 便接着许多人往这里跑 那些难民要封了 望州封城了 徐木江在原地 在他身边三个书生 也变得满脸苍白 先关好庄门 徐木咬着牙 原本要驶出去的马车 一下子又退了回来 安排人手 继续寻哨 另外 把木墙打牢固一些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这个世道 很快又要乱了 徐方主 这还等什么 赶紧牵去内城吧 那里安全 范骨不甘心地劝道 不牵 徐木冷声开口 庄子里 此时若想离开的 我徐木一概不会阻拦 另送上二两盘缠 除了三个书生之外 所有人一动不动 特别是那些苦民和村妇 看着徐木的态度 已然泪流满面 列位放心 我大忌定边八营 乃是精锐大军 必然能挡住北敌人 那些难民 也不过乌合之众 过个几日 我望州便又和以前一样了 尽管酿酒赚银子便是 三个书生站在庄子中间 显得格格不入 想要开口 却又欲言又止 东家 我去数了 如今整个庄子里 又差不到二十把长弓 刚送货回到庄里 陈胜便立即忙活 告诉大伙 这些还不够 另外 明日起先有你 带着大家练射弓 我 陈胜正了正 你射得好 还是丝虎射得好 虎哥是睁眼瞎 自然是我 这不成了 陈胜挠了挠头 只得勉为其难地往后跑去 徐方主 刚等陈胜走远 那位年纪最小的书生 便走到了徐木面前 还有事 我三人商量过了 小书生眨着眼睛 只要徐方主能把我们安全送到内城 我三人 便再加三百两银子 已经去请了武行 银子的事情 到时候和武行说便可 我三人信不过武行 你既然是田官头介绍的 应该要为我们着想才对 事出有因 我原本便不想接这趟活 但你已经接了 小书生寸步不让 我再送你五十两 当违约如何 徐木冷笑 大忌律法 你如今是我三人雇佣的武行 可有公正 前些日子 有村人在我庄子外撒了抛尿 没有公正 我半点办法都没有 小书生战红了脸 脱口而出 登徒子 这一下轮到徐木正中 你要不要撬个兰花纸 再骂一句 兴许 我就知道错了 无耻 小书生鼓着脸 气冲冲地往前走了几步 突然又停了下来 从地上捡了几块泥巴 啪啦啪啦地扔在了徐木身上 你别哭啊 不然你爹娘看见 还得过来骂我 徐木有些无语 这读书读得 傲娇得跟姑娘家家一样了 无耻 登徒子 烂心肠烂肝 小书生回过头 插着腰站在泥地上 针锋相对 徐木顿了顿 坐撞要拿起棍子 小书生脸色一白 急忙兢兢扎扎地往屋子里跑去 传言非虚 整个望州城 已经处于封城的状态 打探回来的陈胜 骑在老马上 一手乐着缰绳 一手抱着坡刀 脸上难掩金黄的神色 人识人了 他苦涩地吐出一句 从马上摔落下来 用坡刀撑在泥地上 止不住地发呕 徐木转过头 脸色发沉 早些时候还在望州城 几十万难民置之不理的时候 他便猜得出来 假以时日 必然会出现问题 东家 有马儿 刚说完 周落便跳下剑楼 往庄外跑去 不多时 便和陈胜一起 多牵了三四匹猎马回来 为首的那匹猎马 铺着褥子的马鞍之上 还晕着一大坨的鲜血 不用猜都知道 肯定是主人路上 遭了无望之灾 这几匹猎马受到惊吓 刚巧跑到了四通路 陈胜 关庄门 轰隆隆 两扇巨大的木门 一下子合避 庄子里的空地上 二十余人进阶神色仓皇 外头的世界风雨飘摇 唯有这处徐家庄 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了 列位 取多些木头 沿着木墙再打一拳 徐木冷静道 上一世的装修知识 无疑这时候 让他吃了红利 如今整个徐家庄 宛如一个小堡垒般 若是还有时间 徐木巴不得在木墙外 再砌上土砖 绕着庄子围上一大圈 徐方主 我三人商量过了 小书生走来 脸色还带着生气 你先送我们去河州 五行的事情 我们自个来找 那二百两 便当送予你了 当真 当真 徐木盘响了下 决定还是亲自出去一趟 带着思虎 以及另外两个赶马夫 匆匆套了车架 徐木便带着三个 一脸紧张的书生 出装往河州赶去 徐方主 能否行慢一些 范古从马车里探出头 满脸的苍白 我等乃是读书人 不是长途跋涉 长途跋涉 这特么才离装不到二十里 徐木皱了皱眉 让思虎放慢了车速 若是遇个山匪老虎什么的 也别指望这三个书生帮忙了 小书生坐在最边上 似乎还在生气 时不时扭过了头 冲着徐木瞪上几眼 徐木有些无语 好歹读了圣贤书 这脾气也太重了 抬起头 徐木注目着远方的景色 难得今日春雨停了下来 微微燥热的日头 四虎给些水 四虎样样地取了一袋水 勾手往后送去 三个闷在马车里的书生 明明都燥热得不行了 却偏偏接过水袋后 奇奇脸色狐疑 稍等 小书生不知从哪摸出一只银钗 沉着脸刺入水袋里 徐木看得满头黑线 不多时 满皮袋的水 瞬间从刺破的裂口 蹦践出来 惊得三个书生 在马车上不断跳脚 这特么是毒 也不带这样的 徐方主 再 再给一袋水 如何 小书生从后面可怜兮兮地伸出手 徐木咬着牙 又拾了一袋水往后扔去 带着三个祖宗 迟早要被活活气死 木根 捡到了 四虎乐停马车 声音凝重 徐木脸色默然一顿 抬头往前看去 在离着他们不到半里地的地方 密密麻麻地全是人意 并非是单单冲着他们而来 而是无差别的截杀 去河州方向的富户 乍看之下 至少有三四百人 木根 这山匪怎地不折麻面 不是山匪 徐木身子微颤 此刻 在他的面前 大多是手持棍棒的百姓 为了活下去 只能趁乱 截杀过路的富人 这等时候 也别指望什么官差 一句话 由于难民围城 整个旺州全乱了套 怎么办 要不要冲过去 似乎为了印证四虎的想法 在他们的后头 一架滑柜马车 一仗着四五个护院 想趁乱冲过去 呼 一罐火油置在马车上 不多时 整架马上便起了火势 一个来不及 跳车的富人 瞬间全身劈火 扑倒在泥地上 只挣扎了几下 便无了气息 三个书生将头 趴在马车横栏 眨眼之间 已然是一脸发白 似乎 掉头回庄 徐木咬着牙 即便他把庄子里 所有人都带上 也不见有命去到河州城 徐方主 这 你想如何 徐木冷着脸 看向说话的范骨 你且告诉我 怎么过去 不然 你下车走几步 说上几句圣贤话 说不定那些人就悔改了 放我们过去了 范骨自然不敢 匆匆缩下了头 从旁摸了一根柴棍 紧紧抱在怀里 徐方主 那便先回 来日再想法子 小书生鸣声开口 来日再想法子吗 只要望州的难民没有解决 那么望州城外的乡野之地 必定会继续混乱下去 活不得了 抢了 都抢了 几十个手持棍棒的人影 见着徐木等人的车架 纷纷仰头大喊 赤着脚疯狂跑来 四虎 还不掉头 木根 就快好了的 老马车碾碎一截断肢 匆匆掉转了车头 四虎将绳勒得飞快 不多时 马车便冲到了三四里外 待见着那些人影越来越远 车上所有的人都彻底松了口气 徐方主 怎么办 小书生惊魂未定 声音细声细气 只能回装 小书生沉默着脸 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你叫什么名 徐木左右看了看后 冲着小书生开口 李婉 大婉砸碎的婉 小书生美好气地开口 只回了一句 便又生气地转了头 不再言语 徐木揉了揉鼻子 总觉得这是在骂人 木根 又有人过去 要不要劝一下 徐木抬头 发现在他们的前方 三辆精美滑贵的马车 正黏起阵阵沉烟 往河州方向而去 莫去了 前方捡了道 徐木认真劝道 最先头的马车上 一个衣着愁衫的妇人 恼怒骂了两句 从车窗里扔出一把瓜子壳 致去徐木的方向 莫去了 徐木艰难叹了口气 奈何妇人压根不听劝 无奈苦笑一声 徐木只得催促丝虎 将马车架得飞快 一路往前 与他们错事而过的三辆马车 不多时 已经驶出了半里之外 朝着鬼门关的方向 惶惶驶去 东家回来了 快开庄门 庄门瞬间大开 马车上的几个人 包括徐木在内 皆是一脸的垂头丧气 李大婉 你也看见了 去河州的路 也被堵了 徐木叹着气 说实话 他是真不愿意 把这三位祖宗留在庄子里 是小五安 小书生气鼓鼓地开口 甩了两下刨袖 便往屋头方向走 后面的范骨和汪云 也不敢多待 几步追了上去 木根 扔出去喂狼散了 似乎也语气不差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三个添堵的 别乱讲 怀里还鼓着的二百两银子 让徐木觉得 月发灼烫起来 徐狼 吃饭了 不多时 小跑过来的江采薇 便脸红红地开口 徐木点点头 往前走去 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厨房的桌子上 已经摆着烤鱼 鱼汤 以及洒满了肉丝的 玉根糊糊 不用说 这都是江采薇的功劳 徐狼 奴家帮你打汤 熬呼 谁给我死虎打汤 两日后 春雨又落了起来 但即便如此 庄子里 亦有不少人披上缩衣 按着徐木的吩咐 不断加固着木墙 甚至那两扇巨大的庄门 也特地压了一圈后幕上去 东家 又立了两个建楼 陈胜 跑到徐木面前 欣喜开口 加上先前的四个 如今小小的九方庄子里 已经建了六个庄楼 足够应付很多事情了 长工呢 这才是徐木最关心的问题 这几日都辛苦了一些 该有三十把了 奈何人数太少 徐木最终的打算 是百把长工的 陈胜 去把庄里的人都喊来 剩下的 都是上了年纪的 还有那些村妇 也要喊 要喊 拾起一把长工 徐木脸色凝重 若是真要困在庄里 没法去河州 那只能想法子 先把庄子护住 不多时 中间的空地之前 除了那三个书生之外 热热闹闹地站满了人 人群里 不乏老人与村妇 连几个孩童 都跟着一起来了 脆生生地抱着 自家娘亲的手 列位也该听说了 庄子外头的情况很不好 每天都有人死 徐木顿了顿 从不少人的眼睛里 都看出了一种畏惧的颜色 不仅是畏惧死亡 还有一种 对于未来生活的畏惧 本东家有个打算 自今日起 庄子里的每一人 都要帮着护装 山匪来了打山匪 狼来了打狼 父母年迈 孩子尚小 我等要活下去 只能依仗自己的双手 每人上前几步 领一把长弓 人群唯唯唯诺诺地不敢动 最后 还是喜娘打了头 走上前拾了一把长弓 不多时 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动作 三十余把长弓 眨眼间只剩下几把 东家 这长弓太长了 他们如何能拉得起 我自然知道 徐木没有任何意外 事实上 这些长弓 已经是缩短了不少高度 大概一米七八左右 但按照长弓真正的高度 至少要达到两米多的 我教列位起弦 先奋出十人 等候一旁 双手报弓 哪里有这等开弓的手法 陈胜几人抽了抽嘴巴 都双手报弓了 还要怎么起弦 弯腰 在场中 近乎十余人 包括村妇 和几个老弱男子 都慌不迭地报弓弯腰 虚 虚兄 我腰断了的 我做幕僚军师 如何 尤文才喘着大气 抱着长弓哀求开口 为了不被赶出庄子 他跟着扛了几天木头 差点把老腰泪断了 似乎 把这人扔出去 徐木刚吐出一具 原本喋喋不休的尤文才 吓得急忙缩回身子 紧紧把长弓抱住 弯了腰 便踏出一腿 踏住弓弦 直腰 起弦 呼呼 十个妇人 纷纷挺直了身子 高抬起手 奋力将长弓之弦 张到最大 另一组的人 接过长弓 等在一边的另外十人 急忙走前两步 小心接过了张开贤的长弓 不过力道有些小 大多握得歪歪扭扭的 这样的开弓手法 让陈胜这些大汉 都是一脸激动 即便是两人一组 整个庄子的射弓手 也会添加不少 陈胜 今日起 让他们莫要练小弓了 全部练长弓 若是时间赋予 徐木巴不得一步一步来 但现在 留给徐家庄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少 他们在坐肾呢 坐在木屋前 汪云看了一眼手里的粗碗 只捡了一些鱼肉来吃 剩下的糊糊 看了让人有些作呕 索性便扔到了一边 练功 小书生同样捧着粗碗 逼自己吃了两口后 瞬间脸色发青 全吐出来后 方才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等在城里 日日清管快活 哪里会吃这些狗食 那是你们 我可没去 小书生抹着嘴 抬起头来 好奇地看着夜色中 那个指挥着庄人的身影 范古 你说这位徐方主 是个怎样的人 有些过人之处 我以前跟着叔父收租 也去过不少庄子 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 奇怪 寻常庄子 遇着山匪 都要下得逃命的 哪里还敢打什么山匪 所以呢 小书生处着脸 所以 我们仨跟着他 或许会安全许多 小书生挪了奴嘴 他还比得过城里的官差不成 若是望州城解封了 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那个望州的狗府官 再敢 把我随便推出去 我让我爹眨了他 范古和汪云脸色一惊 慌不迭地在旁陪笑 去告诉姓徐的 古奶奶身子热了 现在要沐浴 小书生刚大咧咧地喊完 忽然又觉得不对 本公子 要洗香 呃 范古急忙屁颠颠地跑了出去 那个徐方主 小婉身子先前就脏了的 还请劳烦杯些热水 有朱灵膏就更好了 朱灵 是妇人沐浴最喜欢用的清洗药膏 寻常百姓 大多只用造脚一类的廉价物 徐木烦闷地慌 冷水自便 热水无两银子 范古微微不悦 从怀里摸了无两 丢在徐木手里 才转身离去 无两银子 小书生气得跳脚 先前我就打听过了 这徐方主 以前就是个棍夫 果然 烂心肠烂肝的家伙 天晚风凉 徐木不知觉打了个喷嚏 回过头 发现木屋之前 那个小书生 又一脸气鼓鼓地朝他看过来 正了正 徐木从怀里摸出匕首 还未多晃几下 小书生又吓得脸色发白 连着撞翻了两个柴垛 方才跑入了屋子 东家 有朱灵的 喜娘抹了抹额头 从旁取出一盒小雾 先前周落从外头时的 我都忘了讲 我 给那位公子送过去 我去吧 徐木伸手接过 前几日发生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 他担心喜娘去了 又要受武 连排木屋前 汪云和范古两人 不知去了何处 只于一扇虚掩的木门 拿着朱灵 徐木有些百无聊赖 这都跟逃亡没两样了 一个七尺男 还要顾虑妆容 洗什么朱灵热水澡 走前几步 徐木便听见了泼水的声音 一张遮起来的麻布 被他用手一掀 居然一下子掉了下来 麻布一掉 前方的木盆 那位小书生的赤条背影 便出现在了眼前 范古 你进来作甚 李大碗 是我 徐木将朱灵放下 语气样样 你这杯都跟抹了粉一样 出去 小书生刚扭过头 脸颊涌上红韵 恶狠狠瞪了过来 眼睛里似乎还掺着泪珠 男子如何会有这般的媚态 徐木愣了愣 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书生 并非是什么娘娘腔 而分明就是一个小姑娘 出去 我杀了你 徐木如梦方形 急忙便往外走 走了有上百步 才有些狼狈地坐在木凳上 徐朗 你怎么了 没事 徐木脸色愁苦 若知道李大碗是个姑娘 她早该让着的 徐朗 你私事不舒服 奴家去给你泡碗热汤 去吧 徐木语气轻柔 估计在这个世界上 江采薇是最关心她的人了 带江采薇走远 徐木才面色古怪 抬起头往前看去 不知何时 李大碗已经走出屋头 看着徐木 一脸的咬牙切齿 徐木敢笃定 但凡多几个打手 李大碗都会喊打喊杀地冲过来 揉了揉脑袋 她匆匆起了身 往酒坊方向走去 君子必获 无可厚非 蒸馏好的丝酒 没法送去旺州 此刻 已经攒了两三百坛 堆满了整个酒坊 冬家 还要不要再酿 一个村妇见到徐木走来 急忙小声开口 还有多少粮食 米粮三百多斤 杂粮八百多斤 先不酿了 徐木叹着气 事到突然崩坏 他的丝酒生意 一下子停了周转 左右两三百坛 是完全足够下一批送货的丝酒 倒不如留下粮食 以备不时之需 先把粮食用甘草压好 再需要酿的话 本东家会告诉诸位 真有那一天 庄子无了去路 那么粮食便是重中之重 陈胜 小马场那边怎么样 东家放心 这些天来来去去的 每天都能牵回一两匹马 到现在 整个小马场里 已经有差不多二十余匹了 周落在旁 脸色兴奋地开口 按着周落的想法 小马场里的马 不仅是用来驼货了 还能用来冲锋杀敌 东家 外头有人扣门 徐木经了经 急步走上剑楼 俯视下去 发现在庄门之外 约有十几个人影 半跪在泥地里 哭哭啼啼 木根 莫不是苦名 若真是苦名 木入庄子里也无妨 粮食还有多 再者 以后还能作为庄名 帮着护装 但面前的这些 徐木敢打赌 并非是什么良善苦名 而是一帮妄图抢装的乱名 为首的大汉 即便还跪着 但两边的衣袖上 染满了血迹 腰带下 还别着一根 裹着石皮的短棍 还有孩子 徐木冷着脸 那些跟着跪地的孩子 不过是让人同情心泛滥的武器 徐兄 他们可怜的 我身为读书人 看不过眼了 天知道油文才抽什么疯 这时候 还拿这等事情做文章 别开庄门 徐木冷喝 刚走到门前的油文才 瞬间被陈胜一脚踢翻 在泥地里嚎啕了好一会 才哭哭啼啼地爬起了身子 徐木抬起头 目光看向灵路后的密灵 那些潜伏着的人影 已经有不少露出了头 各自拿着武器 眼里闪着凶光 呼呼 不知谁打了声响哨 一时间 跪在庄外的十几个人影 匆匆忙忙起了身 与树林里冲出的上百人 汇聚成一大帮 继续往下一个庄子走去 徐木松了口气 若是大意一些 让这上百人入了庄子 定然凶多吉少 今日起 不管是谁要开庄门 都要经过本东家的同意 否则 一律赶出庄子 在下方的油文才 听得脸色漆漆 刚才他哪里想这么多 实则 他只是想装一回老好人 陈胜 带人打几条长木 把庄门抵住 匆忙间 又是一轮夜色暗暇 徐木不敢大意 这段时间随着难民围城 整个旺州越来越乱 即便是夜晚了 还偶尔听得见过路人的惨叫 以及一声接一声的怒吼 东家 又来了一帮叩门的 陈胜咬着牙 脸色充满了紧张 别理 狂狼 有火油罐扔在墓墙上 滋滋地起了火势 把火势抹了 徐木皱了皱眉 抬了手后 丝虎和另外一个赶马夫 匆忙扛起墓墙后的两根长木 往上一提 一张裹着水字的巨大漫步 立即往下一抹 将火势瞬间抹熄 不多时 庄子外的世界 很快又安静下去 徐方主 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送我们回望州 小书生带着人 目光不善地走来 徐木惊奇地发现 尤文才这家伙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成了三个书生的跟班 陪笑在一旁 不断冲着徐木说好话 徐兄 这三位都是读书人吗 算是我的书友 给我一个面 徐木并未看尤文才扮演 如果有可能 他巴不得早一点 把这三个烫手山芋丢出去 免得自个被烫死 这几日我会留意打听 只要望州的难民一松 我会马上送你们过去 小书生还是样样不乐 他生气 他恼怒 却又无计可施 我不管 三日之内 我必须要回望州 这么几座肾 徐木皱起眉头 小书生咬牙切齿 徐方主莫非不知 这庄子里有灯徒子 迟早要烂心肠烂肝的 徐木正了正 实在懒得再尬聊下去 转身便往后走 左右有了机会 把这三人打发走就是 陈胜 长弓练得怎么样了 已经熟悉许多了 但准头还是有些差 走来的陈胜急忙开口 先把开弓的手段练好 长弓最主要的 并非是准头 毕竟不像小型弓用来瞄准 真正的作用 是用来抛射的 徐木已经有些等不及 若是人手足够 一百把长弓 从庄里抛射出去 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东家 旺州城里传来消息 围城的难民 已经退了许多 周洛奇在一匹老马上 急匆匆地奔袭而回 这个消息 不仅是徐木 连着那位三位书生 都洗得眉开眼笑 沿途呢 沿途 似乎少了许多人 那些吃大户的乱民 知道旺州城脱困 一下子跑了许多 徐方主 你听到了没 小书生神情欢喜 快些 最好马上动身 送我们去旺州城 徐木沉了沉脸色 前方有吴军报传回 东家 这 哪能知道 难民围城是小 但北敌人打来旺州 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 徐方主 快些套马 我要马上去旺州 再等两日 徐木转身就走 若是旺州脱困 也不在乎这两日的时间 反之 若是消息有误 去得太早 反而会陷入凶险 徐方主 你什么意思 我衣服没换洗的了 你懂吗 小书生插着腰 仗红了脸 我的意思是 你留在庄子 会更安全 酿酒徒 你这是囚禁 大纪律令 胆敢囚禁官眷 流放苦地三千里 官眷 徐木顿了顿 古怪地回头 小书生匆忙捂着嘴 气鼓鼓地往后走去 李大腕 你说清楚啊 呸 我叫李小腕 有无匹犯了解 小马场鞭 陈胜声音黯然 打了半辈子马鞭 对于马 他掺杂着更多的感情 东家 我猜的话 应当是前些时间 庄外死的人太多 脏了稀河 印马的水 又并非是烧热的 按着徐木的吩咐 近段时间 庄子里的人喝水 都是必须烧开的 这样一来 很大程度上会杀死细菌 但患养的马 便不一样了 依然是饮用普通井水 徐木抬起头 看着小马场里 五匹奄奄一息的马 在其中 还有三匹 从外牵来的猎马 若是死了 当真很可惜 东家 问过庄里人了 都莫有办法 徐木有心去试一试 但在上一试 他买个痴疮高 还要问外夫和内夫的区别 想想还是算了 只能入城 去请兽医 徐木沉着脸 说实话 眼下是必要 要去一趟旺州 不仅是兽医的事情 三个书生的事情 另外 他需要迫切打探到 前线的消息 以做准备 若真是旺州城守不住 那便只能迁徙庄子 把那些庄民 先带到河州 再做打算 离着田松 送来三个书生 来来去去的 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 酒坊里的丝酒 卖不出去 庄子也加固到 如同小堡垒一般 是时候 要该出去一趟了 陈胜 庄子里的事情 便先交给你 我出去之后 不管是谁 都不要开庄门 山匪若是还来 切记要小心行事 东家 晓得了 陈胜郑重其事地回答 似乎 却把那三个祖宗喊过来 三个祖宗 即是日日夜夜 嚷着 要回望州的书生 周洛 看一下方 不多时 在建楼上的周洛 便冷静回了话 东家 外头并无人 连鸟都不多一只 吐出口气 徐木取了把长弓 带上丝虎 准备套车出庄 丝虎 取五十坛九 若是能入望州城最好 不能入的话 五十坛四九 损失也不会太大 全当是帮衬了 带三个书生 欢天喜地地跑来 日头已经高挂在头顶 准备完毕 徐木刚要往前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果不其然 回头看的时候 发现小臂七江采薇 正立在庄子边上 一脸担忧地看向他 不是 我去了便回 若是遇着危险 我会让丝虎掉头的 江采薇不说话 拿起一件缝补过的跑甲 静静地帮徐木穿上 徐木记得 这跑甲是打山匪的时候摸的 由于太烂 都打算要丢了 哪里想到 居然被江采薇捡了回来 又重新缝补好 密密麻麻的真文 覆盖了整件跑甲 奴家读过一些书 知道狼远行 切不足的道理 并非要拦着徐狼 只是希望徐狼此去 务必万事小心 庄里的事情 偌大的家业 奴家会替你好生守着 不需要守 出了事情 便跑到山上躲起来 江采薇捶下头 似是答应了 又似是不答应 最后 他走前几步 第一次不顾羞薄的脸面 紧紧将徐木抱住 徐木沉默了会 也拥紧他的身子 第一次 他心里有了异样的感觉 很奇怪的感觉 就好像三福天的天气 喝了冰冻的老酸梅汁 整颗心都要化开 半晌后 徐木才不舍地松了手 将长弓夸在背上 冷静地往前踏去 那件缝补好的白色跑甲 在阳光的照耀下 映出寸寸白亮的光泽 上马 养好伤的周尊 以及本家周洛 两人纷纷跨上一匹猎马 三个小书生 也匆匆忙忙爬上了马车 四虎 驾车 四虎扬起马鞭 劈啪一声抽下 马车循着林道 往望周城的方向 缓缓驶去 周洛的信息并没有错 此时在关路上 几乎人际罕见 偶尔有骑马的行路人 谨慎地看了几眼之后 便又匆匆勒马跑开 不知多久 远处的地平线上 已经隐隐看得见 望周城的轮廓 喜得三个书生 在马车厢里闹腾起来 徐方主 入了望周 咱们的恩怨既往不救 那二百两 也可相赠于你 李小婉豪气说道 那我要谢天谢地了 在徐木看来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三个书生要回城 他要摆脱这三个祖宗 简直一石二鸟 我已经想清楚了 等入了望周城 便先去舒舒服服洗个花瓣枣 洗完枣 便去揪着狗斧关打一顿 李小婉语气兴奋 我要和王兄 先去办一些事情 范骨 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呸 是去清管吗 哈哈 我等皆是读书人 实色性也 徐木懒得听着三个祖宗的废话 反而是越发不敢掉以轻心 几十万难民浩浩荡荡荡 可不是说退就退的 不到无理了 徐木松了口气 看来 事情远没有到太糟糕的地步 说不定北面的定边八营 也已经把敌人打退了 大忌屹立如山 昂 这时 在最前的周洛 胯下的老马 猛然间一声惨思 徐木惊地抬头 发现周洛刚好整个人重重翻落 东家 有木吉里 快跑 周洛艰难撑起身子 一声怒吼 木吉里 是伤马蹄的恶法 但凡有马践踏而过 非死即伤 丝虎 换个方向跑 快催马 丝虎闻声 急忙高高扬起马鞭 重重抽下去 在前方 周尊也把周洛拉了起来 两人共骑一匹 匆匆往前奔袭 不多时 四周围的密林中 响起了阵阵怒吼的叫嚣 漫山遍野的 数不清的难民 疯狂冲了出来 跑得快些的 已经用手攀住了马车厢 用柴棍敲手 徐木回头怒喊 早在马车里 为了预防不测 徐木特地留了几根坚实的柴棍 可怜三个书生 吓得动都不敢动 范骨和汪云两人 更是缩成一团 抱着头瑟瑟发抖 李小婉 这些人要是把你拖走 我也救你不得 你趁早别做黄花大闺女了 小书生李小婉一听 高八度地哭叫起来 胡乱捡了根柴棍 便乱打下去 几个攀着马车的难民 瞬间痴痛松手 摔入了滚滚泥沉之中 直至天色昏黄 徐木一行人才绕开难民 狼狈地奔袭到了望州城下 庆幸是迎宾街坊 城门附近的难民 已经被一身袍甲的迎宾 销亲殆尽 开 开城门 徐木还没开口 马车后的李小婉 已经带着哭腔 高声喊了起来 在奔逃的一路上 他所见到的惨像 足以让他几个日夜 不敢闭眼睡觉 死了很多人 无头的 断肢的 被刨腹的 掉在树上的 趴在溪河里的 他生于官患世家 自小看到的 都是富贵人的生活 哪里见过这等光景 开城门啊 范谷和汪云 也急声大喊 比起李小婉的表现 他们更加不堪 范谷还好些 汪云已经下的裤裆都湿了 徐木沉默地坐在马车上 旁边共乘一骑的周遵周落 也竟是 一脸担忧的神情 若是无法入城 天色晚了 又赶不回庄子 荒山野外 会极度危险 三四队守城的迎宾 满脸消杀 领头的都尉举着火把 冷冷走近之后 面色越发地沉 哪来的人 四通路 老马场 徐木语气冷静 若是面前的都尉多一些 指不定就要把他们赶走 可知旺州有灾 此时入城作甚 找府官 我乃是官眷 李小婉抢声道 徐木暗骂了句白痴 果不其然 无法拿出官眷公正的李小婉 在击队迎宾的冷饰下 吓得急忙缩回马车里 官爷 徐木堆上笑脸 急忙下了马车 心疼地将小半袋银子 塞到都尉手里 官爷 我是四通路小酒坊的东家 你瞧着我马车上的酒 这声音要是再不开 庄里人得饿死了 都尉接过银子 抛了几下之后 脸色稍稍缓了下来 但又检查了一遍丝酒 确认无问题之时 才面无表情地点头 入城小心些 莫要乱搅事情 务必记得 须尽快出城 官爷放心 入吧 徐木松了口气 让四虎缓缓驾骑马车 驶过护城河上的悬锁桥 一行人 总算有惊无险地 入了望州 这些淫并 真不讲理 李小婉还在生气 喋喋不休了一阵 又突然想起什么 喂 徐方主 先去官方那边 我正是这么想 徐木干脆利落地点头 一想到这三个祖宗 马上要剥离关系 他就忍不住得很开心 木根 都无人了 马车驶过斑驳的石板路 不同于往日 原本的繁华的闹市街 一下子变得空落落起来 要知道 以前在望州的时候 即便是深夜了 都会有不少小摊贩 吃起摊 卖些煮面 以及杂粮糊糊 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局目之下 死寂得可怕 偶尔有酗酒的老酒鬼 趴在冰凉的石板上 发出撕裂胸膛的咳嗽声 才黄昏天 连巡街的官差都不见了 周遵颤声吐出一句 徐木面色发沉 不敢再耽误 让四虎催了马 继续往官方的方向奔去 可惜到了官方 面前的景象 让徐木更是失望 偌大的望州官方 此刻 只剩下当初那位陆地器的老官差 正抱着一盏油脂灯笼 坐在官房前的椅子上 似是睡着 又似是垂头不想言语 马车停下 一行人匆匆走下来 前辈 徐木犹豫了下 走进两步 躬身抱拳 连着喊了三声 老官差才迷迷糊糊地睁了眼 举手抹去眼里的灼泪 列位 老官差嘶哑开口 没说完半句 便将目光定格在徐木身上 我记得你 老麻长小东家 先前是个棍夫 我想想 你叫木 木 前辈 徐木 哈 记起了 似是来了人 老官差难得欢喜一场 起了身 勾楼身子打着油脂灯笼 把人往官方里迎去 后头的李小婉 刚要急声发问 被徐木眼神一瞪活生生把话憋了回去 前辈 怎地不见官差了 官头田松 还有我相熟的 无人了 都无人了 前些天便出城了的 这些个吃黄粪的都是不掉卵的货 府官呢 还有许多官城 李小婉终究忍不住 小声开口 都走了的 整个旺州城 现在被迎兵接防了 城里大户也都走光了的 即便穷些的人也不敢留在城里 吓得都跑了出去 那前辈为何不出城 老官差停下脚步 回过头 脸庞在灯笼的印照下 显得有些悲壮起来 我自十七岁起 便在官方敲张 每月半钱银子涨到了八钱 天亮了便坐着开方 天幕了便点灯笼官方 嘿嘿 清水桥的石板 我数过的 曾踏坏了十七块 城东的闸楼下 我贴过的官榜 至少有上千张 清管的老包子 我爱了八个 我走不得了 老官差喘了口气 显得越发步履蹒跚 徐木急忙上前 扶住老官差的身子 那一年 我二十有四 有北敌人绕过雍关 欺我望周无君 我一个生气啊 便提了坡道 跟着大家伙一起去打了 杀得北敌狗掉头就跑 后来 后来大忌就打不过了 老官差脸色痛苦 老秀才没风之时 便时常与我说 大忌打不过北敌 打不过了 是因为我等纪人的心中 早已经没有了长城 徐木静默而立 后头的三个书生 以及四虎等人 也皆不敢多言 且 且如方吧 老官差重新迈步 倔强地拒绝了徐木的扶持 依然走得亮亮呛呛 那把别着的坡刀 也如同他的年纪 生锈得没有了刀锋 且住一夜 明月便出城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整个望州城的人 都要跑完了 多谢前辈 徐木认真拱手 小棍夫 田颂与我说过 你好似打赢了山匪 泽泽 我大忌多几个 像你这般的好汉 又何愁边关不稳 老官差摇摇晃晃 打着油脂灯笼 转身往外走 我虽老了些 但尚能抽刀杀敌 今夜 老夫便不官方了 徐木侧过头 刚好李小婉也看过来 两人同一时间 都是一声重重的无奈叹息 天色微亮 徐木已经等不及 此别老官差后 便驾上马车 匆匆往富贵酒楼方向而去 让徐木吃惊的是 都这等时候了 周福居然还没有立刻望周 富贵酒楼前 周福正一脸紧张地 催促着几个走堂小厮 匆匆往马车上搬动物件 徐 徐方主 待看到徐木 周福整个人吃了一惊 他是没有想到 都这时候了 徐木还进城 你还来作甚 哎呀 你怎的还不牵去那场 毕竟是相熟 而且也喜欢徐木 这种后起之秀 他还指望着徐木 大难不死 日后再寻着机会 继续合作呢 你不会来送四九吧 不敢耽误周掌柜 你犯魂吗 周福有些生气 匆匆从怀里摸了一袋银子 又让人 把武士坛四九搬上了车 徐方主 快些迁去内城吧 这几日 迎兵轻搅了去 河州的路 再晚一些 可什么都来不及了 速去速去 若非是家里那口大病 不宜颠簸 我早先时候便出城了 见着周福的模样 徐木也不敢再耽误 让四虎驾骑马车 又喊了周尊两兄弟 匆匆往城门处走 徐方主 马车相后 李小婉欲言又指 我们三个怎么办 徐木语气发沉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去和那些迎兵说清楚 让他们保护你 第二 跟我回徐家庄 再想办法 整个望州城 几乎成了死城 别说什么府官和官差了 连百姓都走得七七八八了 我身上没有公证 识得我身份的 只有那位狗府官 李小婉声音发颤 哪里想到 再寻常不过的一次出游 会碰到这么多的事情 徐木皱住眉头 面前的三个祖宗 估计暂时是甩不掉了 把这些人交给迎兵 战事将至 下场可能会有些凄凉 先回庄子 徐木叹出一口气 回了庄子 若是真没法子 便一起去和州 到了和州再想办法 从和州迁去内城 至少还有几千里的路程 何其艰难 这也是为什么 不能带着太多人的缘故 徐方主 你们别乱动 某家去送些银子 先头的马车上 州福战战兢兢地下了车 摸出一袋银子 往前走去 两队迎兵转了身 为首的都尉 已经眯起了眼睛 官爷 行个方便 好说的 都尉急忙伸手 往银带抓去 即便动作粗暴 但依然让徐木松了口气 只要收了银子 那么出城的事情 便再无问题 州福回了身 难得冲徐木露出了笑脸 徐木也点点头 侧过目光 神情莫得一惊 在离这城门不远 十几个竹灭编程的锣筐里 盛满了长着腮狐的人头 鲜血从筐底下勃勃流出 渗满了附近的地板 这大抵是那些难民的人头 至于原因则更加简单 大忌军律星号星号 这些长满腮狐的人头 极有可能是用来冒充军功的 毕竟北面的敌人 大多喜欢留着腮狐 艰难地回过脸色 徐木继续往前看去 庆幸周福的银子起了作用 两队营军也缓缓让开了对联 速去吧 到了河州 列位都安全 站在城门前 周福一脸欢喜 但话还没说完 瞬间 一声极其闷重的牛角长号 响彻了整座城 正在跑提的几匹马 也惊得不断嘶声高喊 怎么回事 周福立在城门前 只有十几步的路程了 却偏偏只能眼看着 两扇古朴的巨大城门 轰隆隆地关闭 徐木在马车上站起了身子 一股冰冷的感觉 瞬间蔓延全身 难民为城 无关人等 速速退开 无关人等 还不速退 两队营兵迅速变了脸 握着长脊 怒喊着 把周福往回赶 周福还想要再说两句 还没开口 便被一个迎兵踹翻 周掌柜 先上车 徐木几步走前 把周福一把扶起 徐方主 这 这城门关了 我们如何出去 出不去了 似是为了印证徐木的话 不多时 隔着巨大的城墙 便听得见一声声 爆雷般的怒吼 难民又围过来了 该死 一行人再也顾不得 急匆匆调转马车 往富贵酒楼的方向而去 徐方主 这好声奇怪 难民怎跌 又围城了 我也不知 徐木垂下头 遥想起那一个个 城满人头的箩筐 迎军与难民 即便都是寄人 估计都要不死不休了 先去酒楼 说不定过了一日 难民就退了 周福的声音 似是在宽慰众人 又似是自个在强词夺理 难民围城 一两日的光景 根本不会退去 急列马车沿途而过 徐木看见 那些没来得及出城的人 脸色都带着仓皇 多的是各种拖家带口的惨状 战战兢兢地扛着包袱 牵着孩子 掺着老人 惊恐地缩在街道两边 若是再拖 恐敌人打来 周福苦涩地吐出一句 徐方主有所不知 我昨日还收到了消息 定边八营 已经被北敌人打烂了四个 烂了四个 徐木大吃一惊 先前田松去庄子的时候 说被打烂了两个 他还以为田松是在吓他 应当无措 我有个朋友 恰好是边关那边的一城 若是望州能守得住 某家才不想丢掉 这偌大的酒楼生意 无援军吗 那便不知了 一往北敌人破了城 都要烧杀抢掠一番 所以 很多人都怕得逃出城了 徐方主 如今之际 只能先待在城里 再看时机了 后有难民 前有敌人 整个望州城 已经是进退两难了 徐木也不敢指望 那三千营军 能有什么作为 都敢用人头 冒领军功了 还能奋勇杀敌不成 把银子拿来 正当徐木想着 这时 一声怒骂 响了起来 他抬头看去 发现居然是两个棍夫 正提着少棍 趁乱打劫 一位小夫人不肯就范 被其中一个棍夫 举起了少棍 重重砸了下去 骨头断裂的声音 让徐木听了 只觉得耳朵刺疼 四胡 早已经按耐不住的四胡 跳下马车 三个招式不到 便将两个棍夫 打翻在地 徐方主 不可再耽误 快走 快走 周福惊得大喊 望州城里 没有了官差寻接 除狗棍夫 便如同清朝而出的恶狼 徐方主 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情 马车上 周福似乎想起了什么 战战兢兢地转过头 马 马拐子 还留在城里没走 马拐子还在城里 这个消息 无异于给了徐木当头一棒 如马拐子这种人 如今的光景之下 只怕会更加无所顾忌 东家 酒 酒楼被砸了 几列马车临近酒楼的时候 一个随行的走堂小厮 颤声开口 徐木抬头一看 果不其然 似是为了结抢 精致奢华的富贵酒楼 没到一会儿的功夫 被那些出不了城的人 瞬间打碎了大门 汹涌而入 周福沉着脸 原想喊着人去收拾一番 但终归是顾及了家人 调转了马车头 继续往前行去 徐方主 我们现在去哪 徐木也有些犹豫 这样的光景之下 整个旺州都乱了套 再者 还有马拐子这些人在暗处 仿佛在哪里都不安全 徐方主 不如去官方如何 马车厢里 李小婉颤声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至少 那位看方的老官差 是一个不错的人 几列马车 在经过半天时间的无用之功后 只能重新返回官方 暂时避祸 老官差 见着徐木等人趋而复返 并无半分生气 反而是欢喜地开了方门 把人迎了进去 前辈 打脚了 莫说这些 且休息好 说不定过多两日 那些难民就退了的 我去给列位拿些水袋 一旁的周福 恭敬地抱拳失礼 徐木抬起头 目测了一下 如今他们一行人 加在一起 也不过十几个人 还要另外踢除周福的正妻 两房小妾 这些小丝 都跟了我几年时长 可以信任 似乎看出了徐木的担忧 周福急忙开口 周掌柜 这样如何 将人手分为三批 轮流职业 无问题 某家听说 徐方主是打赢了山匪的人 不知为何 周福对于面前的徐木 放心得很 不会担心徐木会突然下手 抢他的银子夫人 我估计这望周成 还要闹上几天 徐木脸色很不好 去路隔绝 又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 九方庄子的那边的情况 他很担心 细算的话 如今在场的 共有十个男丁 只能使一些武器 用以自保 周福没有意见 刚做生意那会 他也是带棍斗殴的主 徐 徐方主 我等是读书人 范谷和汪云两个 缩在墙角里 难得差着声音吐出一句 李小婉在旁咬着嘴唇 一时不知想着什么 半嗓 才生气地开了口 范谷汪云 你们二人也是武器 范谷汪云面色一顿 瞬间惊惊乍乍地要解释 我讲的 听不听 若不听 我回去了 便告诉我爹 范谷汪云两个 瞬间没了脾气 只得跌跌撞撞地起身 走去和几个小丝并练 徐木转过头 有些好奇地看着李小婉 姑娘 还算是好姑娘 只是脾气臭了些 看什么 等徒子 徐木白了一眼 索性扭回了头 木 木 老官差揉着头 此时又想起了什么 猎切地走了回来 前辈 我叫徐木 我记得了 记起来了 你们随我走几步 外头啊 闹得越来越凶 刚才有个花娘来求救 未走到拐角 便被一个棍夫拖了去 嘿 那一年我二十有四 厉害得很 若是有人敢气我 我要拔刀的 一行人跟在老官差后面 拐入官方深处 停在一间锁了铁门的仓房前 老官差哆哆嗦嗦地摸出管池 将铁门羁压一声打开 不多时 仓房里的景象 让在场的人都顿时惊住 这是一间气房 虽然有些陈旧 但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武器 有还手刀 马刀 长剑 铁弓 手弩 连虎排盾都隔着两张 没人取一剑 老官差摇摇晃晃 来日望周安定了 再还来官方 徐木和周福面面相去一眼后 各自点了点头 现在这等时候 他们确实需要武器护身 普通的棍棒之类 威慑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犹豫了下 徐木选了一把长剑 丝虎则选了一把长马刀 附在背上 衬合着铁塔般的身子 显得愈加不凡 周福同样选了把剑 余下的人 也各自选好了武器 让徐木无语的是 李小婉居然背着一面虎排盾 吃力地走了出来 这虎排盾的覆盖面 都足够遮完他整个小身子了 看什么 李小婉红着脸 姑奶奶不会打架 还不能用盾牌保护自己吗 可以 面前 老官差已经认真锁上了铁门 依旧是亮亮腔腔的身子 领着众人往前走去 牧 牧 前辈 我叫徐木 徐木不厌其烦地拱手 啊 我又记得了 你们且去睡觉 我等会便帮你们执夜 前辈 这如何使得 我乃大忌官差 自然要保护百姓 老官差脸色又兴奋起来 我跟你们讲 那一年 我二十有四 手提一把坡刀 杀退了北敌狗的围城 徐木听得心头发色 整个望州城里 能留到最后的官 居然是这位连走路都猎切的老官差 似乎 你先带着两个人 去外面职业 若是前辈困了 记得寻条被褥盖上 牧根儿放心 也不知是不是故意 似乎便点了范骨汪云两个书生 跟在老官差后 往外头走去 周掌柜 先休息吧 唉 这等世道 生无所生 死无所死啊 徐木沉默着坐下 将官方里的油灯 微微碾弱了一些 再回头去看时 发现墙角落里的李小婉 已经抱着那面虎牌盾 缩着身子酣睡起来 夜静天明 闹腾了一夜的望州城 终于稍稍安静了些 东家 我见着了 周尊从外急步走路 声音带着金木 马拐子带着二三十个滚夫 沿街去抢人抢钱 现在都敢动刀杀人了 先前在官方前街 说不过两句 便一刀 将人捅死 怎么办 徐木冷着脸 以往在望州城里 只有入了夜 寻接的官差少了 这些除狗棍夫 才会出来闹腾一阵 现在倒好 由于难民围城 官差离开 马拐子这帮人 已经彻底放开手脚 无法无天了 木根 还有一件事情 那位老官差 昨夜去追几个闹事的棍夫 被敲着了脑袋 现在还晕着 徐木神色一惊 急忙让人把老官差扶入里间 发现额头之上 已经歪歪扭扭地绕了一圈麻布 隐隐甚至血迹 徐方主 无事 没敲到脑花 不过是年老体衰 一下子受不住了 周福细看之后 笃定开口 周尊 把人都喊回来 把官方外面的门关上 徐木沉下脸庞 这等时候 还是避开马拐子 会稳妥一些 徐方主 我马车上 还带着不少干粮 若是没法的话 我们只能在这里 暂避几天 徐木点点头 说是暂避几天 但实际上 徐木算着日子 至少已经过了六七天 城门依旧没开 官方外趁火打劫的闹腾 也依旧没有消去 即便是有洁癖的李小婉 也顾不得了 每日顶着两个黑种的眼睛 不断攀上官方的院子头 期盼着难民快些退去 庄子里的兵马 要死了的 似乎叹着气 也不知喜娘今天 会做些什么好吃的 我那小嫂子 有没有烤了鱼 比起似乎 徐木的心头更是牵挂 这两日 江彩薇那抹单薄的身影 总是在眼前若隐若现 幸好在入城之时 整个徐家庄 已经像个小堡垒一样 只要陈胜不犯傻 应当是不会有太大问题 东家 马拐子发现我等了 周尊从外面急急跑路 拖刀已经出窍 紧紧握在手中 昨夜有几个棍夫追人 追到官方附近 发现了官方里的灯光 徐木皱起眉头 说实话 他现在真不想和马拐子 进就仗 徐方主 现在怎么办 拿起武器 即便是其他人 马拐子一样 不会放过 周尊周落 你二人爬上瓦顶 若打起来 便马上射弓 周尊周落 当初在挑武器的时候 极聪明地 各选了一把铁弓 挂在身上 木根 那我呢 四虎摘下长马刀 问声问气 你去取马 其余的人 吊着卵的 也请一起出去 官方里 还有诸如周福家眷 李小婉这些女子 若是被马拐子带人闯入 下场会很惨 咚 周福走得最快 冷静抬手 将官方大门推开 徐木抬起头 冷冷看向前方 如周尊所言 确实是马拐子来了 身后 还跟着二三十个 打扮各异的棍服 有的赤着上身 有的披了女子的凤袍 有的抢了细圆子的青衣 还有的 居然穿着迎军的袍甲 各自的手上 大多握着铁制的刀剑 马拐子瘸着腿 坐在一架马车上 歪歪扭扭地 戴着一顶富贵刮皮帽 腰下的位置 至少别了四无饼宝剑 一个涂了满脸红胭脂的姑娘 明明又惊又怕 却堆出一副讨喜的笑容 如一条花舌般 缠住马拐子的身体 徐木认得出来 这姑娘便是先前张家富商的千金 原主人当时多喝了几杯酒 只调戏了两句 便被当场打死 现在呢 却做了马拐子的竞篮 木哥 马拐子转了头 脸庞涌上病态的疯狂 眼色里的惊喜 几乎要溢出了眼眶 木哥啊 哈哈 马拐子哆嗦着身子 那位张家千金 立即惊慌失措地跳下马车 将胶弱的身子匍匐在地 让马拐子拖着瘸腿 踏过后背 缓缓走了下来 木哥 你见着了 爷现在就跟着皇帝一般 马拐子抬起手 两条手臂上 满是缠绕的珠光宝气 再见到木哥 也是高兴的 爷早就讲过 三刀六洞 你逃不脱 疯子 徐木冷冷吐出二字 木哥生气了 木哥生气了 列位列位 咱们把木哥抓了 放到蒸笼里蒸熟 再抛到城外 让难民嚼了 如何 马拐子身后 二三十人 不断发出病态的叫嚣声 似乎 徐木咬着牙 瞬间 一骑跨着猎马的人影 从官方里急奔而出 未等近些的两个棍服动作 便被丝虎的长马刀一窃 割烂了身子 嚎啕着往后退去 退了几步 便摔死在地板上 剁了他们 把木哥剁了蒸了 马拐子 尖声大叫 二三十个除狗棍夫 如同疯子一般 不要命地挥动着手里武器 叫嚣着冲来 等在瓦顶上的周尊周若 冷冷抬起了铁弓 将跑得最前的两个棍夫 射倒下来 丝虎挥舞着长马刀 如入无人之境 按照徐木娇的法子 奔袭一轮 迂回一轮 长刀所向 竟是血猪蹦剑 沙木哥 徐木拔出长剑 沉着脸色 避开一个棍夫的刀劈后 随即长剑刺出 戳烂了那位棍夫的肩膀 血猪蹦剑 颇红了他的脸 戴抹了好几下 在睁开眼睛之时 面前已经是一片血淋淋的世界 血色的城墙 血色的揭露 血色的人影 还有血色的天空 他缓缓扬起剑 怒指着马拐子的方向 马拐子经了经 在以前 他从未见过徐木这等模样 如同讨命的厉鬼一般 他拖着瘸腿慌忙退后 却不慎一下撞到了马车 木崽子 三刀六洞 你逃不脱 你逃不脱的 爷在望州城里 便是皇帝老子 痴 徐木面无表情 将长剑推入马拐子的胸膛 直至穿透了背 扎到马车的隔板上 你徐木 也是个棍夫 你以为你造了思九 便不一样了 你一样 是雏狗 是个脏人 大忌棍夫三百万 三百万条雏狗 木崽子 你也是狗 徐木冷冷抽出长剑 马拐子鼓着眼睛 血水从嘴巴里喷了出来 喷到徐木的身上 将它彻底染成了血人 将长剑回翘 徐木沉默抬头 立在消杀的街道上 未来不可期 眼前的狗且 却足够让人深陷其中 东架 都跑了 周遵周落两人 已经从瓦顶跃下 似乎也回了马 长马刀横过 滴了一路的血迹 死了的走堂小丝 周福抱着受伤的手臂 声音痛苦 至于范骨汪云两个 只会拿着铁棍 远远地捅几下 并没有任何事情 那剩下的十余个棍夫 在发现马拐子死了之后 早已经坐鸟受散 连着张家千金 也一起被掳走了去 偌大的望周城 仿佛一下子又变得死寂起来 至于隔着城墙的难民 还不时听得渐生生的怒喊 木根 那是什么 刚要走回官方 听见思虎的话后 徐木转过了头 瞬间 整个人如遭了雷击般 惊在当场 狼 狼烟起 周福声音颤得厉害 是三道 三道狼烟 乃是敌人即将攻城的讯号 不可能 北敌人离着望周 可有七百里 周遵陈声吐出一句 七百里 即便是骑马奔袭 也要两三天的时间 而且 还有定边营在 定边营的作用 便是抵挡北敌人难清 会不会 八个定边营都烂了 周福的这一句 让在场的人 都陷入一种未知的恐慌之中 闷重的牛角长号 瞬间又吹响起来 伴随着一声声 营军的惊怒高喊 第一波箭雨 从北面城头下 远远近射而来 立在城关上的上百个营军 还来不及躲避 便被射成了筛子 守城 一个骑马都尉 途经官方阶时 漠然拔出长刀 声音带着说不出的惊恐 敌人阵下无祥兵 这几乎是所有寄人的共识 只要北敌人破了望州 接踵而来的 必然是一场无差别的屠杀 东家 怎么办 带骑马都尉走过 周尊连着握刀的手 都莫名地发颤起来 徐木凝着脸色 抬起头 看着一个个往城北奔赴的营军身影 大势之下 如同蝼蚁的他们 想要起命求活 何等困难 木格 老官差提刀跑过去了 徐木正了正 目光继续往前 便看见一个跌跌撞撞的勾楼人影 抱着坡刀 往北承门的方向感 额头上 还裹着心患上的麻布 五 那年二十有四 提一把三尺坡刀 掀一怒马 坐看城官之下 两万敌人如猪四狗 跌跌撞撞的勾楼人影 还在往前挤走 那些同样奔赴北承门的营军 见着老官差 都错愕着 让开了一条通道 徐木红了眼睛 咬着牙 便往前追过去 待追到北承门下 发现老官差 已经喘着大气 抱着刀走上了城墙 连我早生白发 不似当时少年眷狂 千黄勤仓 前辈 徐木仰头怒喊 老官差似是没听见一般 踏过城墙上的 浮尸和断剑 猎切走到了瓮城边上 继而 他枪的一声 抽出了手里的锈刀 任着城墙上的疾风 吹去了头上的灰灵帽 他鼓起眼睛 怒视着下方 试着挥了两下锈刀 整个人便气喘如牛 狼狈地靠在墙上 一我大忌河山 曾边关牢固 长城不倒 七百万大忌儿狼 操几披甲 气吞万里如凶虎 城墙之下 奔赴北承门的营军 皆是脸色七七 徐木仰着脸 看着城墙上的人影 第一次有了别样的感觉 对小臂七 对丝虎 对整个大忌天下 有了一种更加强烈的亲近 他终于明白 他并非是吴国之人 他是忌人 四通路老马场的忌人小东家 小臂七江采薇的忌人夫君 四虎的忌人兄长 赶战佛 城墙上 老官差须发皆张 手里的锈刀 高高举了起来 由万千箭矢进射而来 穿烂了他身上每一寸腹肉 老官差没有倒 杵着锈刀立着 微微昂头 凝视着远处的黄昏 余灰扑下 烧着了每一寸大忌的江山 登城 杀尽敌狗 城关下 骑马都尉 漠然脸色战红 举刀高呼 三千营军奔北城 袍甲与长脊 映照出阵阵寒光 一瞬间 变得怒吼连连 徐木立在北城门下 久久未动 握着的长剑 剑柄 钻得渗满了汗水 并非是害怕 而是一种动怒 动怒天下不安 动怒刀兵四起 名声哀怨 拉满弦 城墙上 骑马都尉处着迎骑 吼声如雷 可声音刚进 便被一只箭矢穿了胸膛 高高栽落下来 尸体粉身碎骨 手里紧握的弯刀 也摔成了曲折的模样 想我大忌西年 十万虎士入北敌 销售千里 敌人无不闻风丧胆 此番敌人破城 我等同样是死路一条 另外 同局手里战刀 家中若有小儿 来年佳祭告翁 不枉一场英雄 三千营军 刺是被老官差的 殉国气节感染 难得悲壮了一场 进阶放声长吼 旺州若有存者 谨记无名 大计官军帝九少 统自营 声音随风飘去 乍响在耳边 徐牧颤着身子 拱起双手 周福拱起了手 似乎也收起长马刀 高高抱拳 在场的 亦有不少旺州城的百姓 皆是和徐牧一样 纷纷拱手悲呼 我等虽是匹兵 亦有救国之心 半炷香后 南城门打开半扇 两队营军指护送二里之路 所有人等 速速离城逃命 一个都尉 沿着长街奔袭而来 长声怒吼 敌人 笑我既然病弱 且看城墙上的仙辈 万千箭矢而不倒 我既然铁骨睁睁 射得烂否 吼 北城门下 穿着跑甲的迎兵 士气漠然爆发 纷纷往城墙跑去 牧根 快走啊 四虎急得大喊 使劲拉住徐牧的手 这等光景 破城只是时间问题 徐牧目光发尘 往前环顾之后 发现李小婉这些女眷 也随着出了官方 同乘在一列马车上 先回庄子 徐牧咬着牙 起初以为只是难民的问题 却没有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北敌人七百里奔袭 寇关望周城 东家 快上车 两队开路的营军 已经准备开车门了 周尊抬着坡刀 骑着一头老马奔来 快些 都快些 人越来越多了 周福按捺不住脸上的惶恐 匆匆又催了一句 顺着周福的目光 徐牧往前看 发现不知何时 南城门的街路上 已经挤满了人 乍看之下 至少有数千的百姓 原先还有些人心存侥幸 以为望周无忧 现在破城再急 再不逃命 只会沦为北敌人的刀下鬼 统字营 恭送列为最后一程 请列为敬告天下 今日的统字营 竟是带卵的好汉 轰隆隆 一扇铁门 瞬间被推得半开 庆幸的是 似乎是敌人攻城的原因 并无太多的难民堵着 只有些神态疯狂的 还不肯退去 两队迎兵抡着长刀 怒吼着砍出了一条路 失血在半空横飞 一个又一个的人头 落到地面上 被后来居上的人不慎践踏 不多时 变成了一滩肉酱 似乎 冲过去 徐牧咬着牙 他很清楚 若是慢一些 他们这行人出不去城 都会死在这里 似乎勒起缰绳 不忘用长马刀 捅翻了几个趁火打劫的棍夫 徐牧按着长剑 冷冷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突然 后头的李小婉 莫得发出一声 惊慕的呼叫 待徐牧转头 才发现 李小婉已经被两个百姓拽着 眼看就要 拖下马车 徐方主救我 徐牧眼色震惊 跃下马车 用长剑划伤了几个闹事百姓后 才把李小婉 重新推回马车 把你身上的镯子珠宝 都藏起来 徐牧低声怒吓 往马车里看去 范骨汪云两个 虽然都抱着铁棍 但已经吓得半滩倒地 死虎 快催马 徐方主 多谢 李小婉颤着身子 还止不住地后爬 徐牧没有答话 跳上马车喘了口气 按着长剑 不敢有任何分心 东家 出城门了 周尊提着坡刀 从前方绕回 周洛呢 周洛在周掌柜那边 还好无事 没等周尊的话说完 城门口两边 折腹的万千难民 又突然四面八方地疯狂冲出 不少逃难百姓手里的包袱 皆被难民抢了去 连着一些生得白净的人 也被几下打晕 拖入了密林中 只欲一声声凄惨地呼叫 两队开路的统自营官兵 抵挡得越来越艰难 随行的一个校尉 横刀立马 不断发出唾骂的怒吼 牧哥救我 一个相熟的棍夫 顾不得恩怨情愁 喘着大气 从后冲了几步 艰难伸出了手 祈求徐牧将他拉上马车 徐牧犹豫着要伸出手 却不料 那位棍夫动作一致 便被后方的人潮 一下子撞翻在地 还来不及爬起身子 已经被践踏的血肉模糊 徐牧沉默地回了手 冷冷坐下来 相送二里之路 列位 且去逃命 骑马小校尉 艰难地吐出一句 眼眶已经发红 两队迎兵已经死了半数 百姓所伤 更是不知几何 望周有今日 皆是我等之过 此一去 只盼不作山河故人 恕不远送啊 小校尉昂着脸庞 哭了一声 便急急勒马而回 带着残兵 重新往旺州回赶 夕阳残照 如写的天空 沉沉地压下来 数千百姓 跟着发出漫天的凄苦哀嚎 不多时 逃难的人流 如同绝地的江河之水 再离着城门二里之地 疯狂往四方倾泻 东家 难民越来越多了 周尊握着带血的坡刀 脸面上竟是惊恐之色 徐木跳下马车 在周尊的帮助下 割伤几个冲来的难民后 急急往前看去 发现前方周福的车子 已经被上百难民堵住 一个走堂小四动作慢了些 便立即被几双手掰断了脖子 周洛骑马挥砍 好不容易杀退一帮 又有另一帮涌来 周尊 让周掌柜下车 你去把马车点了 东家 快去 徐木冷着脸 如今的光景 要想平安回到庄子 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周福的马车上 左右还有几十坛的烈酒 只能借着火势 冲过这段堵路的难民群 徐方主 我们还能不能活 李小婉从马车里探出头 未说两句 眼泪便又掉下来 能活 徐木沉沉应了一句 从怀里摸出那柄小匕首 递到李小婉手里 你闭着眼 在睁开时 我们便回到庄子了 李小婉正了正 果真紧紧闭起了眼睛 嗡 前方周福的马车 这时也默然起了火势 在五十坛烈酒的加持下 火蛇疯狂攀爬 被火势撩通的老马 拖着燃烧的马车 疯狂往前奔跑 火势余威 将靠近的难民 吓得纷纷回跑 周遵载着周福 周落载着一个小厮 余下的两个周家女眷 也哭哭啼啼地迅速跑来 被扶上马车 死虎 催马 死虎重重把马鞭扬下去 紧于的最后一辆马车 借着火势的余威 迅速往前冲去 不知过了几里地 堵路的难民 才终于慢慢少了许多 东家 快十里地了 周遵松了口气 若是刚才再耽误一些 他们一行人 当真要死在那里 可怜我的小妾 死得只剩一房了 马车是贵重物件 也有许多没有取下来 周福叹着气 劳碌了半辈子 最终是一场空 周掌柜 人活着 便是最大的姓氏 徐木安慰了句 这一轮 和周福也算生死之交了 旺州城守不住的 只有三千营兵 城破了之后 那些北敌人 肯定要杀入我大忌腹地 到时候 徐方主的庄子 同样也不安全 徐木何尝不知道 但他现在 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先回庄子 再探一下去河州的路 东家 天越来越暗了 挂马灯 周遵周落 你们起码往前一些 若发现不对 立即回返 奔行了十里地 离着徐家庄 足足还有三十里 马车上载着的人太多 又不能急赶 至少还需要几个时辰的时间 偶尔有三两帮乱名 从密林突然窜出 却被周遵 两人抡刀赶了一阵 便吓得继续藏匿起来 木根 不到十里了 似乎松了口气 仰着马边的手 也不知觉慢了下来 马车厢里 李小婉脸庞上 露出欢喜的神色 在以前 他从未觉得 那个有些破烂的木头庄子 是如此值得期盼的地方 周掌柜 带入了庄 便会安全许多 徐木转身 安慰了聚 周福叹了口气 点点头 东家 捡到了 眼看着离庄子不远了 这时 周遵周落两人 急急拍马回 脸色上满是焦急 听着 徐木心底一个咯噔 这耗死不死的 怎么这时候 还被山匪捡到 多少人 约有二三十 东家 可能是老北山上的 老北山 二大王 似乎 把马车停下 捡了道 必然会有树桩一类的东西 堵住林路 驾马往前撞 只会死得更快 掉卵的 请一同下车 抽出常见 徐木面色发沉 周福和景盛的一个走堂小丝 也紧紧裂在马车前 缩在马车里的范骨汪云 原本还抱着头不敢动 被李小婉气地踢了几脚 才哆嗦着地抱了铁棍 仓皇跳下马车 让马 似乎怒吼一声 倒提长马刀 几步走上前 待周洛翻身下马 便立即跨了上去 东家 先前我上了坡 远远看到庄子那边 似是还安全的 摘下铁弓 周洛吐出一句 徐木心头一阵舒服 离开庄子 他最担心的 莫过于江采薇那些人的安危 此地离着庄子 已经不到几里 回家的路 便在眼前 列位 杀过了这一波 我等便能回家 睡床吃饭 热水洗肾 本东家且问一句 敢战否 围着马车的人 即便是范骨汪云两个 眼神里也露出憧憬的光 来了 似乎拖着长马刀 在林道的泥地上 划出一道长长的印子 密林间 那些熟悉的厚重人影 重新骑了匹新马 缓缓踏步而出 层层的黑色跑甲 迎着夜风 被阵阵浮动 红洞 徐木凝住眼神 他也想不到 这等不死不休的敌人 会在这种时候出现 执娘贼 似虎抱吼一句 将拖地的长马刀 瞬间扬起 夹着马腹 便往洪洞冲去 护住马车 徐木冷着脸 低喝了句 将长剑横在身前 穿越成一个锄狗棍夫 他不懂剑法 只能凭着感觉去刺砍 左右这些山匪 也不过是泛泛之辈 有一帮子逃难的百姓 刚好急急走来 见着被捡到之后 又惊得往另一个方向跑去 山峰冷了起来 似乎的长马刀 已经撞上了红洞的大刀 枪枪之音后 不时有蹦践的火星 在远处若隐若现 那是老马场的小东家 砍了他 给二大王报仇 二十余个山匪 从前方的黑暗中 迅速露出身子 即便脸上遮着麻面 但眼睛里透出的目光 如同恶狼一般 车后便是女眷 徐木艰难咽了口唾液 家国不幸 我等只有拿起武器 挡杀来犯之敌 呼 周尊和周洛率先抬弓 箭矢射去 便将先头的两个山匪 射杀于半途之中 周福和小丝 各自靠着背 挥舞着手里的武器 挡着冲杀来的山匪 范谷和汪云 胆怯地躲在后方 不时用长棍往前捅 居然偶尔能把一两个 近些的山匪 捅翻在地 咔嚓 将长剑刺入倒地的山匪 忍住胸口的反胃感 徐木横着长剑 不断绕着马车 将近前的山匪 一一逼退 马车厢里 周家女郡的哭声 越来越大 连曾经不可一世的李小婉 也变得哭叫连连 东家 人太多了 周尊捶着一条受伤的手臂 颤声开口 无法再开弓 他只能将坡刀绑在手上 配合着用刀杀敌 前方 嘶虎地怒吼 一声接着一声 炸在夜空 胜负未卜 以先前的遭遇来看 那位红洞 也并非是等闲之辈 无马 周福双目赤红 最后一个走堂小厮 在他的面前 被山匪一刀剁了头 喷着血花 软绵绵地睡了下去 东家 挡 不住了 抬着弓的周洛 身上扎着三四只十足剑 一边说话 一边咳着血 徐木咬了咬牙 避开身子后 将长剑狠狠捅入一个山匪的杜甫 四十里逃难 眼看着都要回到庄子里 却要折在这里 什么声音 周福推开一个山匪 抹了一把脸后 颤声开口 脚步子的声音 这哪里还有人会来 莫非又是吃人的难民 离着望州城四十里路 难民不可能会追来 徐木脸色顿饿 急忙抬起了头 恰好月色扑下 远远的 他便看见 他的那位小臂妻 用麻布系了头发 提着一把老柴刀 急急跑来 在他的后面 一张张熟悉的脸 也缓缓显露出来 一脸胆气的陈胜 战战兢兢的油纹材 焦急的喜娘 当家的 江彩薇带着哭腔的声音 割破了远处死寂的夜空 系人 悦 布 崩傘